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受到社会的变革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因此思想史和观念史是不能分开的 所以我们曾经给中国观念的演变和社会的演变 曾经起过一个名称叫做世道与心路 就是世道的变化实际上就是社会的变化 和心路的变化也就是观念的变化 这两者是紧密相扣的 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来讲这个事 还有一个时间上的关注点 就是我们今年是1915年新青年创立的一百周年 新青年的创立一般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起始 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又叫做大五四 五四那一天发生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 就是因为巴黎合会导致大家去抗议 但是五四那一天发生的事有一个复杂的多的背景 那就是参与这个活动的基本上都是新文化运动的 那个比较活跃的那些学校 比较活跃的那些人 而新文化运动涵盖了五四前后的好多年 这个运动对后来的中国是影响深远 有人说这个是叫做大五四 那么大五四和小五四的关系 其实也是很耐人寻味的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些年以弘扬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 到处都办孔子学院 到处都办国学 可是新文化运动给人的印象是以批判传统为业的 为主要的标志的 那么我们在弘扬传统的今天 怎么看新文化运动呢 这个新文化运动过去一百年了 它的攻击和教训何在呢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话题 其实这几十年来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可是这些话题照我看来 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不能自圆其说 比如说我们知道关于这个大五四吧 最有名的就是两个判断 一个判断是八十年代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 叫做救亡压倒启蒙 意思就是说五四这件事半途而废了 之所以半途而废是因为民族主义高涨 当时为了救国 所以就要强调国家的重要性 那么强调国家的重要性 那么对于个人对于自由的这些权利就被忽视了 这里我要讲这个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 显然指的是压倒关于自由主义 关于个人权利的启蒙 因为如果要讲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启蒙 那显然那个并没有被压倒 而且这个后来还成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了 那么这个 这个李泽厚先生呢 实际上他是把这个关于自由和个人权利的 这个观念当作启蒙的主要内容 是吧 说因为 因为救国 是吧 因为救亡 兴起了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 于是就把启蒙给盖过去了 可是同样是 那个 李泽厚先生 大概在十多年以后 他又提出一个主张 叫做告别革命 是吧 因此这个告别革命又纳入了当时的保守主义话语 是吧 就 就兴起了另外一股 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 说新文化运动的问题是太极进 而且这个太极进呢 实际上很多人指的并不是说 马克思主义太极进 而是新文化运动的自由民主倾向太极进 是吧 按照他们的说法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太极进 所以导致了后来的 就是转向那个学习苏联那一套东西 是吧 那么这一套东西如果说是太极进 是值得反思 那么这就不是这个启蒙被打断的问题了 而是这个启蒙本身是不是合适都成了问题了 假如救亡压倒启蒙和告别革命都是来自同一个人 而且这个人本身也没有说他放弃了原来的主张 那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 其实是很遗憾这个启蒙没有进行到底 而这个后来的革命是和启蒙有关的 是吧 那么如果我们要告别革命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告别这个原来前面这个启蒙呢 是吧 如果这前面那个启蒙是需要告别的 那我们又为什么要遗憾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呢 所以这里头啊 我觉得是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 是吧 实际上啊 这个无论是传统还是启蒙 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内容 是吧 我们隆而统治的去讲 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 是吧 而且这个无论是传统还是启蒙 它都有它的形成过程 是吧 你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 是吧 恐怕都不行的 而且它的形成过程 也不仅仅是一个观念演变的过程 它包括了社会演变的过程 是吧 那么因此我们这个课就想 从更广阔的视角谈起 是吧 先谈谈我们的传统是怎么来的 是吧 然后再谈 为什么会有反传统的运动 是吧 或者说叫做新文化运动 是吧 那么这个新文化运动 后来又为什么走向了一个 当初人们可能都没有料到的方向 是吧 那么这里头到底有什么 值得我们现在 那个回顾和进行反思 乃至进行继承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首先从传统讲起 是吧 大家知道啊 我们今天讲的传统其实有两个 一个就是所谓的 自秦始皇以后 是吧 所谓的北代皆行秦政制 这是毛泽东的话 是吧 那么这是一个传统 但是我们现在听到的 人们弘扬传统的时候 经常举的另外一个旗号 经常举的一个旗号 是孔子 是吧 而且我们讲的所谓的传统 主要好像是以儒家 为骨干的 而这个儒家的产生的时候啊 大家知道 它的背景是北家争民 当时并不是仅仅有儒家这一派 是吧 因此这个儒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和这个秦以后的传统之间 又是什么关系 是吧 大家知道文革期间 毛泽东啊 就认为这两者是截然对立的 因此他说 儒法斗争是延续了两千多年 讲的简单一点 孔子的传统和秦始皇的传统 他认为是截然对立的 可是我们不讲 我们不管立场 我们只是讲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 是吧 那么如果有的话 我们要讲传统 就不能隆而统治 是吧 我们就要讲 这个传统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如果现在讲儒家的话 大家都知道儒家的祖宗是孔子 可是在历史上 这曾经是一个争议的话题 是吧 在汉代啊 这个儒学分成 古文经学和经文经学 这个古文经学和经文经学 有很多争论 是吧 有一些争论 是因为他们依据的经典不同 是吧 这个古文经 经文家不承认 是吧 很多经文家的那个经典 是吧 古文家也未必承认 是吧 但是更重要的 是他们背后还有更为深的 那个 那个思想 特征 是吧 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争论 就是 儒家的宗师到底是谁 是吧 那么这个经文经学家 当然认为是孔子 可是古文经学家认为 孔子当然很伟大 但是他不是儒家的 这个教主 是吧 这个当然所谓的教主 和我后面讲到的那个 圣徒 是吧 都是借用基督教的概念 讲得简单一点 就是 儒家的那套理念 那套理论 是吧 是孔子创造的吗 是吧 那么这个 古文经学家就说 不是 是吧 说 说儒家 其实宣传的是 周公之道 因此周公才是 这个儒家的教主 孔子当然也很伟大 但是孔子的伟大 就在于他 弘扬了周公之道 是吧 讲得简单一点 他是一个伟大的圣徒 是吧 那么像 如果借用基督教的比方 那个耶稣应该是周公 而孔子是谁呢 孔子是圣保罗 是吧 或者说是圣彼得 是吧 他把耶稣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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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张传播到 全世界 他也很伟大 但是 他并不是先圣 而是 先师 是吧 他是那个 那个 那个圣徒 和伟大的传 布道者 是吧 但是他并不是这个 教义的原创者 是吧 因此就引起了一场争论 后来的经文经学家 在宋代 就是所谓的宋学 是吧 那个曾经居于主流 所以他们对汉学有个批评 对古文经学有个批评 说他们是 尊周不尊孔 传经不传道 是吧 所谓的尊周不尊孔 孔就是说他们把周公放在孔子之上 所谓传经不传道 就是说他们 传播的儒家经典 只注意细节的明无考证 是吧 大家知道汉 那个古文经学 又叫做汉学 那么发展到清代 就是考剧学 是吧 考剧学被认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不太重视那个义理 是吧 只是重视那个张具名物的考证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传经 但是不传那个 那个经背后的那个大道理 是吧 那个威严大义 是吧 不传道 那么这个所谓的 这个尊周不尊孔 传经不传道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理解这个事呢 实际上啊 如果真的要说 这个儒家的那套来自什么地方 我觉得只要你看看孔子自己的说法 是吧 孔子自己不断地说 他的这些主张都不是他创造的 就是来自三代的 而且主要就是来自周公的 是吧 因为孔子啊 他自己很经常讲 他一个主要的思想就是 三代是非常美好的时代 是吧 而且这个三代啊 到了西周 那就是发展到顶峰 是吧 周建于二代 玉玉湖文哉 无从周 是吧 就是那个周啊 把引伤的好的东西都继承了 而且还发扬光大了 是吧 因此达到了顶峰 他就是要遵循 周的那一套 是吧 所以那个周公的那个东西啊 是吧 是非常完美的 只是现在受到了破坏 是吧 叫做李崩月坏 或者叫做李坏月崩 是吧 那么我现在的使命就是要拯救这个东西 是吧 就是要恢复那个我们原来的那个道统 你可以看到关于孔子的记载 他的确是言必称周公 是吧 他曾经 那个后来他感到自己不行了 他曾经有过一句话 叫做 甚以无衰也 久以无不服梦见周公 是吧 说这个哎呀 我现在不行了 我现在很长时间没有做梦梦到周公了 是吧 那意思就是说 我的灵感都是来自周公的 是吧 那么孔子他自己还讲过 说他是素而不做的 是吧 这是很多人都提到的话 这个素而不做啊 有些人被理 有被有些人理解为 素就是口素 就是讲课 是吧 做就是写作 是吧 所谓素而不做 就是孔子喜欢 对学生讲课 但是不喜欢写东西 是吧 这个说法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因为在古汉语的语境中啊 素其实不光是口素 是吧 这个素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素啊 就是少数的意思 是吧 所谓的少数 说得简单一点 就是继承 是吧 所谓的素就是 你不是原创的 而是传承已有的东西 那就叫做少数 是吧 你不管是用嘴还是用笔 其实都是素 而做是什么呢 这个所谓的做 也不是只有用笔写 才叫做做 所谓的做是相对于素而言的 所谓的做就是创作 是吧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创作 也就是创新 是吧 所谓的素而不做 并不是说 他只讲课 而不写作 而是孔子自己认为 他所有的讲的这 讲的和写的这一切 都是三代的 西周的 主要是周公的东西 是吧 他自己 没有什么创造 而且他反对创造 是吧 因为他认为 他所处的这个时代 就是人们离经叛道的 太厉害了 是吧 所谓的人心不古 事风日下 是吧 这个这个 所以他要克己福利 是吧 他要心灭忌绝 是吧 他要恢复 那个周的 那些东西 是吧 那么因此他一再强调 我们需要做的是恢复 我们知道这个孔子 他其实不是 只讲课不写作的 但他写了什么东西呢 是吧 实际上 孔子自己的确没有 以他自己的名义 写过什么 创新的东西 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以孔子的名义 讲的那个论语 实际上并不是 孔子自己写的 是孔子的学生的 一个课堂笔记 那么孔子自己 做了什么 文字的工作呢 其实孔子 是用毕生的经历 做了不少文字工作的 他的主要工作 就是整理六经 基本上是周代的文献 那个像春秋嘛 那是鲁国的史官的 留下来的东西 是吧 当然也可以说是周的 因为这个鲁 基本上被认为是 那个周的敌传 是吧 那么好了 这个孔子主要的工作 就是整理 编转 编辑 六经 因此 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 说孔子是 这个 是一个 步道者 是吧 是一个传教士 或者说 是一个圣徒 当然 讲是圣徒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基督教讲的圣徒 基本上都是殉教的 是吧 那个孔子 那基本上还是善终的 是吧 所以 如果拿他和圣保罗相比的话 那他的结局 当然是和圣保罗大不一样 是吧 那个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圣保罗传的是耶稣之道 是吧 孔子自己说 他传播的是 周公之道 因此 从这个角度讲 这个古文经学家的 那个说法 他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 我们也知道 在孔子之前 实际上人们是不懂 有什么儒家不儒家的 是吧 也就是说 儒家作为一个流派 打出这个旗号 形成这支队伍 那的确是从孔子开始的 是吧 耶稣有十二门徒 可是周公有多少门徒呢 周公那个时代 是不是就有一个什么教呢 是吧 好像没有人能够说得出来 是吧 因此假如说 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流派 是吧 那么这个流派显然是从 孔子开始的 不是从周公开始的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道理很简单 是吧 周公那个时代 孔子的思想 是吧 很多的确是来自前人 来自三代 是吧 或者说 来自被认为是三代 极大臣者的周公 可是 孔子生活的时代 用他的话讲 是一个理坏越崩 或者理崩越坏的时代 是吧 人心不古 似风日下 高岸为古 身古为灵 是吧 原来的那套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这个时候 孔子 挺身而出 要挽狂拦鱼 祭祷 收拾四道 人心 是吧 而且跟其他人争了 于是就有了这么样一个学派 可是在这之前 是没有这样一种现象的 在周公那个时代 乃至在更早的三代 是吧 孔子想维护的那些东西啊 其实很多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大家习以为常 是吧 因此没有人认为需要特别的来位置辩护 是吧 来位置那个弘扬 是吧 来位置和其他人做斗争 从这个意义上讲 孔子毫无疑问是儒学的那个宗师 是吧 或者说也可以说是教主 是吧 而周公那个时代不是的 是吧 那么正因为这一点 所以后来人们对孔子的对儒学的评价 几乎都要考虑这个最基本的事实 是吧 什么基本事实呢 那就是孔子和儒学的产生 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群不满现实者 他们不满意的现实 就是周至正在被别的东西取代 被什么东西取代呢 是吧 其实孔子生前 他没有完全看到这个过程 最后这个取代完成了 实际上就是用秦的那一套 取代了周的那一套 孔子生活的时代 就是那个东周 春秋战国的这两百年 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 是吧 这个变动啊 可以说 是晚清以前 中国最深刻的一场变动 是吧 所以很多人说啊 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 甚至一直到现在 中国出现的是一场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是吧 什么叫三千年未有呢 就是说 是吧 这以前有几千年 都没有这样的大变了 那么这个几千年以前 还有一次大变 是什么时候呢 基本上人们都认为 就是从三代到秦以后 大家知道 我们49年以后的 那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啊 就把这个三代 称之为奴隶社会 秦称之为封建社会 是吧 那么这个 孔子因为是反对秦制 主张周治的 所以就被扣上了一顶帽子 叫做 伏辟奴隶制的反动派 是吧 说他要开历史的倒车 是吧 那么实际上啊 弘扬孔子的人 是吧 其实也是注意到 孔子对这个现实的不满 是吧 但是他们当然是用另外一种价值观 他们认为啊 孔子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 非常有名的社会的良心 这个一个伟大的批判家 是吧 他的特征就是 就是那个 那个代表着一种知识分子的 社会批判精神 和那个对抗社会必病的良知 是吧 那么讲的简单点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讲的那个 那个公共知识分子的那种角色 是吧 孔子自己 孔子的弟子只是有一句名言嘛 是吧 所谓的横言君之恶者为之忠 是吧 意思就是说 真正忠诚于 这个道统的 这里我要讲 他讲的忠显然不是指的忠君了 是吧 是忠于我们的道统 是吧 忠于道统的人 都是要横言君之恶者 就是老是要批评 现实的 批评当局的 是吧 老是要批评 那个君主的 不对的地方 是吧 这个就是所谓的横言君之恶者 那么为什么要横言君之恶者呢 就是因为当时 这个世界 是吧 乃至正在发生的这个变化 是孔子 乃至后来的孟子 感到痛心忌疚的 认为是那个很糟糕的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当时发生的这个事件 我们把它叫做周情之变 对于周情之变 社会各界有很不一样的看法 于是就有了北家争鸣 而这个北家争鸣中 的确有两家 他的立场是最鲜明的 是吧 一家是坚决捍卫周治 反对 秦治的儒家 是吧 以孔子为代表 一家是 主张抛弃周治 是吧 那个推进秦治实现的法家 是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毛泽东讲 儒法斗争 如果是在这个时代 应该说 这不是 没有道理的 实际上称赞儒家的 和反对儒家的 称赞孔子的 反对孔子的 其实他们几乎 是吧 主要的基点 都是基于这个事实 就是孔子是不满现实的 所谓的不满现实 就是不满周情之变 是吧 他要捍卫周治 抵制秦治 那么有些人呢 哪怕就是从 有些人从那个所谓的 社会形态发展 是吧 认为后面的肯定是要 比前面的要先进 因此孔子这么做 那就是所谓的伏辟倒退 那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是吧 即使你不要讲什么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也有一些人 他干脆什么社会形态 他并不讲 但是他只讲 现在比过去好 未来比现在好 是吧 是所谓的进化论者 那么这些论者 这些人呢 往往也会对 孔子持批评的态度 是吧 大家知道 鲁迅先生 他就是一个 不太讲什么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的人 但是他是详信进化论的 是吧 因此他对那个 老实讲过去比 现在好 是吧 所谓的金不如锡 所谓的后骨薄金 是吧 他是很不以为然的 是吧 他曾经塑造了一个 文学形象 来逢刺 包括孔子在内的 那些传统的捍卫者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 九斤老态 是吧 据说这个人 老认为 现在的一切都不如以前 是吧 甚至连那个 那个婴儿一出生 就比以前轻 是吧 他说我们那个时代 我们以前 那个孩子一出生 有九斤重 现在那个孩子 越来越轻了 是吧 只有六斤七斤了 是吧 所以他很不满意 认为现在是越来越变越坏了 是吧 可是说实在的 如果我们从 社会批判的角度 是吧 我们从那个 正义的角度 是吧 我们就不一定会认为 这个现实一定比过去好 是吧 未来一定比现在好 是吧 因为 所谓的历史过程 是一个不断的 由黑暗向光明发展的 这样一个单线发展 这样一个说法 实际上是既没有 逻辑的支持 也没有史实的支持的 是吧 人类历史上 经常出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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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时间序列相反的 这种 这种那种 变化 是吧 就是或者说 进步如西 是吧 或者说 未来不如现在 是吧 而且 实际上人类历史上 很多 追求进步 我这里讲的进步 不是时间序列上的进步 而是价值判断上的进步 是吧 就是讲的简单 所谓进步 就是追求更好 是吧 很多追求更好的运动 实际上往往是以 复古的方式来提出来的 是吧 最简单的就是欧洲历史上的 文艺复兴 我这里要讲 可能大家也知道 文艺复兴这个词啊 我认为是翻译得很糟糕的 因为文艺复兴 本来的含义 它和文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是吧 这个词的拉丁词 原词 实际上就是复古的意思 是吧 所谓的文艺复兴 就是复古 什么古呢 就是复希腊罗马 是吧 他们认为中世纪很糟糕 是吧 这个这个 不是 就是他们认为现在 是吧 就是他们所生活的中世纪 很糟糕 是吧 把那些好的东西都破坏了 是吧 因此他们要 回到希腊罗马去 这个所谓的回到希腊罗马去 绝不只是 画画的方式 回到希腊罗马去 是吧 大家知道什么 达芬奇啊 米盖朗基罗 这些所谓的文艺复兴的 有名的人 好像现在给人的印象 都是所谓的文艺 是吧 或者说都是美术 实际上当然不是 文艺复兴 其实包括很多内容 包括罗马法的复兴 是吧 包括很多政治观念的复兴 是吧 包括像那个 亚历斯多德啊 他们著作的重新传播 等等等等 是吧 实际上 就是大家想要回到希腊罗马去 是吧 绝不仅仅是在美术上 回到希腊罗马去 那么 这个所谓的复兴 或者说复古 也是以 是吧 这个时间序列上的 倒退 是吧 或者说 谴责所谓的人心不古 四风日下 今不如昔 是吧 来为 来为形式的 但是谁也不能说 文艺复兴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是吧 而且大家也知道 没有文艺复兴 很可能就没有 是吧 中世纪以后 那个灿烂辉煌的 近代文明 是吧 那么因此我们不能说 孔子 他说秦不如舟 是吧 当然孔子不能直接说秦了 是吧 因为孔子还没有活到秦 是吧 但是孔子总是认为 这个变化是 很糟糕的 是吧 他要恢复 三代的东西 是吧 我们就可以给他扣一个 那个所谓的 伏笔倒退的帽子 但是有一点 那就是不管你持什么立场 也不管你怎么定义 从周到秦的 这个变化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啊 周秦 的确是发生了晚清以前 中国最深刻的变化 是吧 这个变好变坏 我们姑且另说 是吧 大家知道我刚才已经讲了 49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说 那叫做从奴隶社会 变成封建社会 是吧 而且他们又有一个说法 说这个封建社会 后来是长期停滞的 是吧 一直到 一直到近代 都没有什么变化 是吧 那么严格地说来 是吧 那也就是他们实际上 仍然是承认 晚清以前的一次大变化 就是周秦之变 是吧 因为那个封建社会 按照他们的说法 就没有变嘛 是吧 而如果按照儒家的说法 其实也是这样的 儒家的说法 就是三代是 是盛世 是吧 是一个黄金时代 是吧 那个那个 到了后来就不行了 是吧 那个 那个 到了后来就 大家追求小康 好像都很困难了 是吧 那么到了这个孔子生活的时代啊 那当然更是 礼崩乐坏 是吧 不像话了 是吧 孔子后来晚年很 很 很灰心的讲啊 说哎呀 这个中国没救了 是吧 这个这个 这个道不行 臣服服于海 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没救了啊 我要坐船到海外去做移民去了 是吧 这个臣服服于海 是吧 那么他实际上是 那个那个 他离世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之悲观的 是吧 那么 孔子以后的这些人 基本上也是这样一种 也是这样一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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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历史观 是吧 一直到晚清 这个 人们当 人们追求一件新事物的时候 总是以这样的 那个 那个 那个语气来叙述的 就是说 这种东西啊 是以前我们三代就有了 是吧 只是后来秦以后就被破坏了 是吧 你看 现在我们追求这个东西 就是要恢复 三代的 那个 那个 好东西啊 比如说 公天下 是吧 说那个秦以后就是家天下 那么我们现在追求自由民主 共和宪政 那都是为了 恢复 公天下 是吧 这实际上就是 那个 儒家的传统 是吧 所以啊 这个时期的确是发生了变化 这个周秦之际的确是发生了变化 可是这个变化到底是什么变化呢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啊 呃 很多人谈到周秦之际的变化的时候 是吧 呃 他们 不管对这个变化 给予什么样的命名 呃 比如说 呃 那个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 有人认为 这是从奴隶社会 呃 变成了封建社会 是吧 但是他们也注意到 所谓的中国的 西周的 所谓奴隶社会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是 一个族 对另一个族的征服 是吧 所以他们说 这叫中族奴隶制 或者说叫做中法奴隶制 他们认为秦 是打破了这个东西 是吧 那么还有一些人 他们认为 这个 西周时代 是一个中族部落时代 是吧 大家都是 呃 只关注 呃 自己 呃 本中族 本家族 甚至本家庭的 第一 是吧 那么到了秦始皇 就变成大一统 是吧 这个国家 呃 富国强兵 是吧 那个举国之力 来从事战争 是吧 像那个严父就说 呃 这个变化是一个从 中族社会 向军国社会的 演变 我后面就要提到 在严父那个时代啊 乃至一直到抗战以前 呃 包括整个新文化运动时代 这个军国 和军国主义 呃 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用来指责日本的这个词 呃 曾经是一个 人们提的很多的词 而且是褒义词 是吧 也就是说 呃 我们要推动 中国社会 走向军国 走向军国主义 而且呃 周秦之变呃就被认为是呃 实现了这个过程 或者说把这个过程呃呃呃 实现了很大一部分 是吧 那么还有一些人认为呃呃呃 呃这个呃呃 周和秦都就是 这种艺 최的奉建社会 周和秦都是所谓的封建社会 是吧 那么这个所谓的封建社会 啊呃 呃 在他们看来啊 有两种 一种是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 是吧 叫做宗法封建社会 另一种是建立在产权基础上的 要 reduces 秦始皇以后通过商鞅变法 实行了土地私有制 这些人就不再是以宗族的身份 而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 来取得他们的利益 所以他们说 这是从宗族领主的封建制 变成了地主的封建制 但是我们现在不去管 这些扯不清的这些问题 我们只要注意到一个事实 就是这些人 他们不管怎么命名这个变化 他们都很强调 西周时代是一个族群 或者说血缘共同体 起着重要作用的时代 这个血缘共同体 就是所谓的族 那么有些人说这叫宗族 有些人说这叫家族 有些人甚至说这叫氏族 但是不管宗族家族还是氏族 它都是一种血缘的纽带 这一点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到了秦 这个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就被破坏了 那么人们用 有些人说 那是用经济上的产权关系来取代了 这就是所谓的地主制 还有人说 这是用政治上的暴力关系来取代了 这就是这些人强调秦的专制 讲得简单一点 如果我们打一个比较通俗的比方 西周社会或者说是三代 那么好像是一个温情默默的大家庭 是由长辈 或者是由所谓的长老 来进行按照家庭伦理来进行统治的 可是到了秦就不一样了 到了秦是谁的拳头硬 谁说了算 就是从长者政治变成了强者政治 或者用儒家的话讲 叫做从王道变成了大道 这里我要讲所谓的王道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要忘文生意地讲 有国王就是王道 其实如果真的要讲king 这个世界上有king的地方很多 秦始皇以后 虽然国王的称呼变成了皇帝 但实际上他还是王权 但实际上所谓的王道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古汉语中讲的 那个上下尊卑的那些等级 如果从词源的角度讲 其实都是来自血缘关系的 大家知道古汉语中 所谓的王 公 侯 伯 子 男 这些概念 后来成为政治上的等级 但是最初大家想想 他是不是都有家庭中的上下尊卑 这种含义呢 所谓的公 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公公 所谓的伯就是伯父 子就是儿子 男其实也是儿子的一种辩称 所谓的王 公 侯 伯 子 男 实际上他最初的起源 就是血缘家庭中的长幼尊卑 是吧 这个王啊 其实本来在古汉语中 最基本的含义 其实就是祖先 是吧 或者说活着的祖先 是吧 因此你的那个祖父 是吧 往往就被称为王父 是吧 就是你这个向上延伸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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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祖先中 最老的 那一只 是吧 那么所谓的王道 讲的简单一点 其实 当时真正的含义就是 就是 就是尊老之道 是吧 就是那个重视长幼尊卑的 就是大家都 那个 大家都听那个家长的话 是吧 长幼尊卑非常有序 是吧 既有 上下之分 大家知道 那个是没有什么自由平等可言 是吧 如果要讲自由平等 真的是没有 是吧 但是这个 长幼尊卑又是在一个家庭的 世的氛围里头 有一种温情默默的 呃 东西 是吧 那么 呃 这就是所谓的 呃 王道 是吧 可是到了战国年间呢 呃 王道就不实行了 呃 大家实行的是 呃 谁的拳头硬 是吧 有枪便是草头王 枪杆之里面出政权 是吧 那就是 那个那个 靠暴力了 是吧 于是 儒家痛心忌守 认为是 呃 王道就变成了 霸道 其实啊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实际上不光是中国 人类历史上 很多 作为正面的 价值追求 是吧 就是和善有关的那些追求 最早 都是从人类的亲缘关系中 派生出来的 是吧 这个恐怕 呃 不光是中国 其他民族也是这样的 是吧 大家知道 呃 比如说我们现在形容 一种 呃和谐的关系 还是要说 这些人亲如一家 是吧 呃 实际上这些人并不是一家 但是这些人处得和一家 这样 实际上就是说 一家人的关系 是我们的理想 是吧 说四海之内 皆兄弟 是吧 那个皇上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爱护老百姓 他总是要说 是吧 他是民之父母 是吧 而老百姓是他的子民 是吧 实际上也不光是中国这样 是吧 西方其实也是这样的 啊 比如说西方的祖国 是吧 有的叫做motherland 有的叫fatherland 是吧 实际上也是拿母亲来做比喻的 包括爱国主义 是吧 这个爱国主义 原来英语中的词根 其实就是爱亲主义 那么实际上也是拿家庭来 来比这个祖国的 是吧 呃 包括那个宗教也是这样 大家知道那个基督教有神父 是吧 就是呃 从宗教的眼光讲 他是来开导你的 啊 那么这个神父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神父在 我不知道在英语中怎么说 神父在法语中 就是父亲 和父亲是同一个词 是吧 呃 那个那个 呃 我们中国人到法 巴黎 呃 经常去看一个景点 这个景点是法国人不太去的 就是那个 拉雪之神父墓地 是吧 呃 据说这里埋着那个 巴黎公社的 呃 呃 那些先列 呃 呃 那个那个 法国的共产党人 拉雪之神父墓地 他的地铁站 很有意思 是吧 我们中国人 看到的就是父亲拉雪之 是吧 Phe Lash之 是吧 Phe就是父亲 实际上就是指的神父 也就是说啊 人类历史上 经常把 美德的来源 呃 归于家庭 像这样一个体制啊 呃 它其实是具有几个特点 一个特点就是那个孟子里头讲啊 呃 他说 呃 这个体制是 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 则天下平 是吧 就是说天下 呃 等于就是无数的家庭 啊 或者说家族也行 是吧 那么每个人 呃 呃都在一个长幼尊备的位置上 是吧 都有自己的家长 啊 他们都很 呃 尊敬自己的家长 都很 呃 呃 亲近自己的亲人 是吧 因此整个这个社会 是很平安的 是吧 呃 各亲其亲 长其长 则天下平 那 左传里头还有一个话 他就是两军作战的时候 呃 呃 说敌国啊 那个敌国是个什么状态呢 如果按照他的说法 当然这个有点贬义 是吧 说这个敌国是 率其中士 及其分足 将其内酬 是吧 说所谓的敌国其实就是个家族 是吧 实际上的确也是这样 那个时候的国家和我们现在讲的国家 呃 不太一回事 我们讲某某国家 是吧 比如说所谓的州 所谓的尹 实际上讲的不是一个 不是那么一大块地方 实际上就是讲的一个族群 是吧 那么所谓的州就是州人 呃 所谓的尹就是尹人 这而且这些州人和尹人当时都是经常移动的 移到哪里 哪里就是州 是吧 这个州不是指的一个固定的一块土地 所谓的封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州啊 他要控制一个地方 他就派一部分州族人去 到了那个地方建立一个呃 一个设防的据点 是吧 那么这个设防的据点呢 就叫做国 是吧 大家要知道当初的国指的不是一大片地方 而只是指的一个殖民点 是吧 或者说是一个移民点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一批呃 这个州族的人啊 他们都是有亲缘关系的 然后到了一个地方 筑起一道围墙 呃 这个围墙里头呃 有一口水井 还有人持歌首位 大家知道汉语的国字的象形 就是这么来的 是吧 呃 那个国啊 其实可以说就是一个城 是吧 而那个时候的城指的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的城指的不是city 而指的是war 就是墙 是吧 所以那个 呃 这个国周围是要有呃 呃 呃 要有城的 是吧 所谓的城就是墙 所以呃 我们的万里长城 呃 西方人 他也懂得 不是指的一个长长的城市 而是指的一道大墙 是吧 所以叫grade war 是吧 不叫做那个long city 是吧 这个这个 呃 也就是从那里来的 这个 这个 城指的是墙 国指的是城 城里居住的是什么人呢 城里居住的是一批 有亲缘关系的人 是吧 那么这些人因为是 有亲缘关系的 是吧 所以他们形成一个小共同体 叫做国人 是吧 那么以这个据点为首 以这个据点为中心 他们就向四周扩大势力 所谓的扩大势力 实际上 就是要求 城外的那些别族的人 向他们纳贡 是吧 那么城外的叫什么呢 叫野 是吧 因此就有了所谓的国野之分 有人说 那个时候就有了城市户口 和农村户口的区别 不过那个时候的城市户口 和现在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 国人其实也是农民 是吧 那个时候也没工业 也没有商业 是吧 国人其实也是农民 国人和野人不同的 就是他们是州族人 是吧 他们是 那个 制成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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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族的 是吧 那么城外的野人 就不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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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族人 是吧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关系啊 那个血缘伦理 起的作用 的确是很大 是吧 每一个人 都 在一个家族中 是吧 这个家族啊 是管着你的 但是同时 它又 起了一种 保护的作用 这种血缘组合 当时的半径 很小 基本上 都是在 能够进行 直接的人际 接触的 这些人之间 是吧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 熟人社会 甚至是一个 亲人社会 是吧 那么这些人 虽然有 长幼尊碑 但是长幼尊碑 是认识的 是吧 那么 这个群体很小 但是我们怎么 构成天下呢 是吧 很简单 那就是 封建制 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我要讲 这种方式 也不是只有中国人 才能想出来 是吧 在那个 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很多民族 它扩展自己的 那个 很多文明 它扩展自己的影响力 都是采取这个办法 是吧 因为当时要采取那种 行政性的科成制 有很多困难 是吧 因此往往都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 比如说我 周天子 是吧 我有很多 儿子 是吧 那个敌长子 继承天子之位 那么其他的儿子 就是诸侯 是吧 我把他分封到各地 因此 天子和诸侯 就构成了一个小共同体 因为他们都是亲戚嘛 是吧 那么诸侯 也是一样 是吧 那么诸侯 敌长子继承诸侯之位 他的其他子女 就成了所谓的亲戚夫 是吧 那么这个诸侯和亲戚夫 之间也是这样一个 那个有那种 那种亲族关系 是吧 那么 亲戚夫也是这样 把敌长子继承他的位置 然后其他的就再降一级 是吧 层层分封 那么一直分到 所谓的庶人 那么这个样子 虽然这个 一个天下 是吧 你是互相见不着的 但是每一个层次 人们都可以设想 它是一个熟人社会 甚至是一个亲人社会 是吧 比如这个天子和诸侯 就有亲戚关系的 诸侯和秦大夫 也有亲戚关系的 与此类推 是吧 即使那个时候 事实上是有一些诸侯 并不是周族人 就是我们讲的 异性诸侯 但是异性诸侯 他其实也 理论上讲 他也是熟人 是吧 而且这个熟人 他带有一种 很亲近的关系 是吧 或者说叫做 拟亲属 他不是真正的亲属 是吧 但是也是原用这个关系 有亲疏之别的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关系啊 他之所以能够管理 就是因为有掌幼尊卑之别 而人们又愿意服从这个管理 管理就是因为他有亲情在 是吧 我觉得这个是人类早期都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 儒家是主张性善论的 是吧 我这里指的是孔子了 但是这个性善论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吧 有人说啊 这个 就是说宋代的人 大家知道编了一部三字经 头两句就是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息相远 其实孔子的原话 只有性相近也 息相远也 没有前面人之初性本善 这个 这个 这两句 那么 如果你讲人之初性本善 似乎就是说 人刚出生的时候 是善的 是吧 那么后来有些人变恶 是后天学坏了 是吧 不过如果你真的要分析 人之初 你当然不是 不能说是性恶了 因为谁都不是 一出生就会杀人放火的 是吧 但是的确 如果你要说 人一出生就很善 也是很难说 是吧 比如说像 孔荣让离这样的行为 我相信一个 刚出生的婴儿 是不会有的 那么 所谓的人之初性 所谓的 性相近 息相远 是什么意思呢 是吧 论语中另外有一句话 叫做 能近取必为之人 是吧 讲得简单一点 所谓人 就是非常亲近的人 之间的 那种关系 是吧 讲得简单一点 就是 所谓的性本善 其实指的不是人们 一出生 就是大善人 就会为他人着想 而是指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亲人社会中 哪怕没有血缘关系 至少也是经常接触的 而且这个接触是 长期不变的 是吧 也就是说 不是过路客 是吧 如果是 是吧 如果是你 一辈子都要跟这个人打交道的 是吧 就是今天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低头不见 抬头见 而且 有的时候是 终生都是如此 有的时候甚至是世世代代 都是如此 是吧 那么这个熟人社会中 也会形成一种 这种感情 是吧 这个道理很简单 第一 不但人 连动物都是有感情的 是吧 即使是老虎 也是虎毒不食指 是吧 这个 这个 人类 人 人类的感情 其实可以说是 保持人类的这个 遗传性质的一个 很重要的 从动物界 就已经延伸下来的一个 一个特征 是吧 虎毒不食指 人们都是有亲情的 是吧 第二 即使你不考虑亲情 像这样一种 有直接人际交往的 而且又非常固定的 这种联系啊 它在经济上 也会产生两个特征 是吧 也就是说 我们不从 我们不从感情考虑 我们只是从 现实厉害考虑 那么假如我们之间 是要打一辈子交道的 甚至祖祖辈辈 都要打交道的 是吧 且不说我们还有 血缘上的联系 即使没有 是吧 那么这么一个熟人社会 在理论上 它也有两个特征 是吧 第一就是 是吧 像这样的关系 它会产生 所谓的 重复博弈 是吧 所谓的重复博弈 就是 我知道我们打交道 不是 一次交道 是吧 我们是要永远打下去的 那么 既然是这样 你就不能一次 把便宜都占尽 是吧 你就不能不考虑别人 这里啊 我要讲 这个中世纪的社会 是一个有很强的依附关系的社会的 是吧 我们当然不会认为农奴制是一个什么好事 是吧 我们当然不会认为有领主有农奴的社会是一种理想社会 是吧 现代人总是要追求自由平等的 是吧 可是有一个现象的确非常有意思 在这个农奴解放的时候啊 往往就经常会有一些人 是吧 他们有一种怀念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种农奴制关系啊 它和后来的 这个 的确是有一些不同 是吧 比方说我有一个主人 这个主人要管我 是吧 我没有自由 是吧 他甚至可以鞭打我 是吧 农奴当然不是个什么好的待遇 是吧 但是因为 这个 第一我跟这个主人是认得的 是吧 是有直接的人际交往的 第二 我们之间的关系谁都不能随便解除 我既不可以吵他了 我既不可以辞职 他也没有把我解雇之说 是吧 那么这种条件下 的确会形成一种保护关系 大家知道 那个中世纪有一个格言 我们以前只是从制度安排上去讲这个格言 是吧 这个格言叫做 我的主人的主人 不是我的主人 是吧 这个格言有的时候也反过来讲 叫做我的附庸的附庸 不是我的附庸 是吧 有人认为这是封建制度的一种制度安排 是吧 每一个人都有确定的主人 是吧 那么主人之上 还有主人 但是主人的主人就已经 不是很 对我来讲就不重要了 是吧 我重要的是 我的主人 而不是我的主人的主人 是吧 实际上从现在看起来啊 凡是建立在小共同体本位基础上的社会 几乎都有这个特点 是吧 是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制度来安排 其实不是很重要的 我这里讲的小共同体是指的 是吧 不是自由结合的 是吧 这里我要讲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小团体 比如说在座的各位 就形成一个团体 是吧 微信群也是一个团体 但这个团体不是我讲的共同体 因为这个团体是来去自由的 是吧 今天在一起 明天我们可能就不在了 是吧 所谓的共同体指的是身份性的 是吧 不能自由加入 也不能离散的 是吧 也不能自由解除的 是吧 那么这个共同体中 有主人也有仆人 是吧 他往往是 有主人也有附庸 他往往是不平等的 是吧 但是这种不平等 有我刚才讲的这种 这种温情默默的这种关系 是吧 那么那个时候的人们 认为这种关系最重要 这个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一种 道德观 或者说是价值观 是吧 你有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 当时人们都会自己这么看的 是吧 因此 这个 孔子的弟子子思 是吧 曾经有一句话嘛 叫做 为父绝君 不为君绝父 是吧 大家知道小共同体最基本的单元就是家庭 是吧 如果你要说我依附于谁 那最基本的就是我依附于父亲 是吧 就是这个副家长 是吧 当然 非家长的那个主人 就是我直接与他有关系的小领主 是吧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有这个特征 是吧 那么我 是吧 我和我父亲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用另外一种语言讲 在另外一个场合 是吧 儒家的说法叫做 亲亲高于尊尊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父亲比官重要 是吧 这个为父绝君 不为君绝父 是吧 我可以为父亲得罪皇上 但是我绝不能为皇上得罪父亲 是吧 那个 后来啊 这种观点啊 就受到法家的强烈的抨击 是吧 大家知道 我刚才讲孟子的那句话 后来就被骂得很厉害 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得 天下平 后来法家就说 是吧 说这样怎么可以呢 每个人都亲近自己的亲人 都服从自己的家长 那谁来听我的呀 是吧 我皇上 是吧 那你们都为父绝君 那我管谁呀 是吧 于是那个皇上就说 是吧 是吧 他说说 亲亲则别 爱思则显 民众以别显为物 则民乱 是吧 说你们都各自听 各自的家长的 是吧 那就乱套了 是吧 那发生泄斗怎么办呢 是吧 那那个 谁来听我的 谁来听我的呢 是吧 那么 大家知道后来那个韩非 还有一处骂孔子的地方 是吧 他是提到一个故事 他说那个鲁人从军战 三战三北 总尼问其顾 说他是 就是 鲁国有一个人 三次跟国王打仗 都开了小差 是吧 然后那个孔子说 你为什么开小差啊 那个人说 我是独子 是吧 我死了 就没人尽孝 所以我父亲 不让我 死在战场上 是吧 所以我就冒险 我也要开小差 是吧 孔子听了 就大为赞叹 说 你这个人真是大孝子 你的道德很高尚 是吧 而且还举而上至 是吧 也就是对那个鲁王说 说这么道德高尚的人 你不用 你用谁呢 是吧 意思就是所谓的 以孝治国的意思 可是韩非就很不满 是吧 韩非说 如果是这样 这个国家 怎么能强大起来呢 是吧 这个这个 打仗了 大家都要为父亲开小差 那国家能打仗吗 是吧 他说这个 之所以 关东六国打不过秦 是吧 打不过我们 就是因为 这个这个 相信这种东西 搞坏了 是吧 他说我们现在 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是吧 就是要让大家 那个那个那个 能够为了皇上 得罪父亲 是吧 甚至为了皇上杀爹杀妈都可以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这也就是所谓的 小共同体本位 是吧 就是这个 人们当时 最重视的关系 是小共同体内的 这个关系 这是当时的 伦理道德的基础 这里我要讲 所谓的小共同体本位 并不是说 没有天下观念 是吧 后来有人给儒家 扣了一顶帽子 叫做特殊主义 是吧 说小共同体本位 就是只考虑自己的家族 不考虑其他的家族 是吧 我觉得这个说法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正如近代社会 是以个人本位的 是吧 近代社会很强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 是吧 那个每个人 都是独立的个人 是吧 每个人的个人权利 都应该得到尊重 是吧 所以有人说 近代社会是一个 个人本位的社会 但是个人本位 并不等于自私自利 是吧 也并不等于 这个社会就行不成凝聚力 是吧 所谓的个人本位 无非是说 我们每个人 都要以每个人的权利 每个人的独立性 是吧 作为考虑 来形成我们的交往 是吧 那么我们每个人是独立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自由的形成 联合 是吧 我们同样可以联合成一个很大的社会 联合成一个很大的国家 是吧 同样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 是吧 但是 是吧 前提是 这个社会不能剥夺 是吧 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 这里指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 不是说 我只认我的权利 要去剥夺其他人的权利 是吧 大家知道 古代的皇上 都是很重视自己的权利的 是吧 他和近代社会的区别 只是他不太尊重别人的权利 是吧 那个 如果你要讲自由啊 谁都讲自由 希特勒也是主张自由的 是吧 但是所谓的自由 是他自己的自由 是吧 希特勒和所谓的自由主义 最大的区别在于 希特勒不承认别人的自由 是吧 而自由主义是要 维护所有的人的自由的 是吧 那么 反过来讲 儒家的所谓小共同体本位 当然也不是说 我可以有家庭 但你们就不许有 是吧 这倒是法家的观点 是吧 我后面就要讲到 那个 法家就是这样看的 是吧 而儒家的观点 就像孟子讲的那样 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 得天下平 只要天下所有的人 都重视这种亲情 都重视这种 小共同体 是吧 那么在他看来 这个天下就是一个 很和谐的天下 是吧 就可以有一种普世的道德 秩序 是吧 这个普世的道德 秩序就是通过尊重所有的人的 那个小共同体身份 是吧 来体现的 就像我们今天讲的 尊重所有的人的公民身份 来体现的 是吧 当然秦始皇 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普世的规则 这个普世的规则就是 所有的人都必须听命于我 是吧 你们个人没有什么权利 你们的家长也没有什么权利 是吧 所有的人都必须归我管 不许归其他人管 是吧 这也是一种规则 是吧 所以这里我要讲啊 他实际上 所谓的小共同体本位不是说 他只讲某一个小共同体 是吧 正如所谓的个人主义 个人本位也不是只讲 某一个个人一样的 那么像这样的小共同体本位有什么特征呢 是吧 第一个特征 当然是 我们应该说 这个共同体越小 是吧 伦理 道德起的作用 就可能越大 是吧 这个性善论呢 就好像是越管用 没有什么选举 也没有什么权利制衡 是吧 但是人们通常都不会认为 这有什么大的害处 是吧 因为道理很简单 虎毒不食指嘛 是吧 家长虽然有权利 但是他也承担责任 是吧 家长能够 能够约束子女 但是他也必须保护子女 而且通常不需要有什么制度安排 他都会 天下的家长 是吧 从本性上讲 是吧 大部分都是 会保护子女的 当然 那个很糟糕的家长也不是没有 是吧 可是这里我要讲 是吧 这个很糟糕的家长 比很糟糕的官吏还是小得多 是吧 这个话 其实很早就有人讲过 这个 我前面讲的子师和韩非 都讲过这句话 是吧 所以我们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其实那个意思是说君臣关系应该像父子关系那样好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那样好 这是说不清楚的 为什么呢 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臣之于君也 非骨肉之亲也 是吧 就是这个臣和君之间没有这种骨肉的亲情 是吧 所以父子之间温情默默 那是很常见的 不能说都是这样 但至少概率很高 是吧 可是君臣之间能不能这样 那就很难说 是吧 你只能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目标 不过这里话又说回来 如果这个目标不能实现怎么办 是吧 这就有了很大的问题 是吧 其实韩非也说过这个话 子师也说过这个话 但是他们对这个目标如果不能实现怎么处理 答案是截然不一样的 是吧 按照那个孟子的说法 是吧 那如果君不君 那就成不成 是吧 如果你对我不好 那你就不配当我的君 是吧 对于暴君是可以推翻的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辅我则厚 虐我则仇 这是上书中的话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你对我好 你就是我的王 你对我坏 你就是我的仇人 是吧 因此文诸一夫骤矣 未闻是其君 是吧 这个周武王 本来是臣子 他把影咒给杀了 那是犯上吗 那是违背道德吗 那是犯上作乱吗 不是 是吧 他只是杀掉了一个暴君 这个暴君 不配做皇上 是吧 那么就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 儒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就是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我就对你不好 是吧 在一个家庭里头 一般没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家庭里头 一般绝大多数情况下 父亲 父母都爱子女 是吧 这个 所谓的暴君 出现的概率 要比暴父母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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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是吧 因为虎毒不食子 是吧 所以 如果在一个家庭里头 你就可以用亲情 来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在熟人 在陌生人社会 是吧 你面对皇上怎么办呢 是吧 你又不认得皇上 是吧 那这个办法就是 易经讲的革命 是吧 什么叫做革命呢 革命就是换人 是吧 就是你这个皇上不好 那我就推翻你 另外换一个 是吧 这叫做 这当然是我的话了 是吧 实际上儒家处理这种关系的 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在家靠亲情 在国靠革命 是吧 那么法家当然是不允许革命的 是吧 法家的逻辑 那就是倒过来了 是吧 那么既然亲情是靠不住的 是吧 那就只有靠强权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法家的逻辑就是 既然他是皇上 那么他对你怎么样都行 你是不能违背他的 是吧 他爱护你 你要忠于他 他不爱护你 你也必须忠于他 他杀了你传家 你还是得忠于他 是吧 你不忠 不忠就杀你 是吧 就那么简单 是吧 所以那个法家 他就公开就是讲 君虽不孝 臣不敢背也 是吧 说这个是 不能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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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背的 但是 这显然已经不是 小共同体本位的 价值观了 那么在一个 熟人社会里头啊 他的那个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不但是 重复 博弈的 是吧 有 他要有长远的考虑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 特征 那就是 既然我们是长期相处的 那么彼此 其实都知道 对方 是什么人 尤其是知道 对方对自己 好不好 是吧 这就是 熟人关系 亲人关系中的 第二个特征 叫做信息对称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路遥之马力 嗜久见人心 是吧 因为我们相处 不是一天两天 是吧 我们 我们长期在一起 是吧 你对我好不好 我是知道的 是吧 因此啊 这个信息对称 大家知道 在经济学上 都有一个 有一个道理 信息对称的好处 是什么呢 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是吧 讲的简单点 信息对称 就会产生信任 是吧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你也知道我是什么人 是吧 因此我们 这个人际关系 就可以互相调整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我对 我认为你对我不好 我可以告诉你 你就可以做出调整 因此我们都知道啊 那个 秦以前的社会啊 这个 它是有主人和附庸的 但是主人和附庸之间的关系啊 似乎是互动的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所谓的良情折磨而期 是吧 就是这个主人对我 好 我就忠于他 主人对我不好 是吧 那我就 恐怕就另攀高知了 是吧 那个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这种故事啊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冯欢谈甲 是吧 说有一个冯欢 他是孟诚 孟诚君的 那个附庸 是吧 就是孟诚君是他的主人 是吧 那么他就老嫌孟长君给他的待遇不好 他有一次就谈着宝剑 说这个宝剑呢 我们回去啊 说是这个吃的不好 是吧 没有鱼 是吧 然后这个孟长君听说这个反应 就给他改善了伙食 后来又有一次他就 他说 宝剑呢 回去吧 出无据 是吧 长家归来户 出无据 是吧 说出去没有车坐 是吧 然后那个孟长君听说了 又给他配了车 是吧 然后后来他又有一次又发牢骚 是吧 说常见呢 我们回去吧 工资太低 没法养 爹妈 是吧 结果那个孟长君 听见了 又给他改善了那个待遇 后来他就 哎呀 非常感动 他就说 视为至极则死 是吧 然后就为孟长君做了很多很重要的 那个贡献 那个时候啊 这种现象啊 是一个人 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个基本伦理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所谓的我的主人的主人 不是我的主人 这个 其实不仅是一种制度上的安排 实际上也是一种 那个伦理规范 是吧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当时人们经常称赞的一些正面的道德形象 他们往往都是为了自己的主人去得罪 甚至去刺杀自己的主人的主人的主人的 是吧 像这样的现象 在我们看到的那个早期的那些故事中 是吧 春秋战国中有很多 比如说当时的很多刺客 什么聂政了 是吧 什么那个金科了 是吧 等等 是吧 这些人 鱼让了 要离了 是吧 这个这个 钻珠了 是吧 这些人 他们的特点都是视为自己则是 所谓自己则是谁呢 就是对他特别好的主人 是吧 那么主人对他特别好 他就舍死以报 舍死以报做什么呢 就是往往去刺杀这个主人的主人的主人 甚至往往是刺杀国王 是刺杀仅次于国王的权臣 比如说宰相 是吧 甚至刺杀皇帝 是吧 大家知道 金科刺秦王 就是刺当时即将统一了的 那个那个那个皇帝 专注刺王聊 刺刺国王 是吧 然后那个 那个 要离 渔让 列政 都是赐这个国家的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权臣 是吧 等于是赐这个宰相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 渔让的故事啊 非常有名 是吧 渔让当时是 那个智伯的家臣 是吧 讲的简单点 智伯是他的主人 是吧 结果这个智伯被 当时赵国的 那个权臣赵检子 给害死了 那么他就要为主人报仇 为此付出了 非常惨重的代价 是吧 因为智伯和赵检子 原来是熟人 他们经常在一起交往 那么他作为 智伯的随从 也经常参与 所以智伯和赵检子 和赵检子手下的人 都是认得他的 那么为了 为主人报仇 他要谋刺 就要使别人认不出他 是吧 于是他毁了戎 他怕讲话被人听出来 吞了叹 把自己弄哑了 是吧 那么终于他有一次行刺 但是失败了 被赵检子抓住了 是吧 那么赵检子就说 他说 我对你无怨无仇 你为什么要杀我 是吧 而且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是吧 那么这个 于让说 他说 怎么无怨无仇 你杀了我的主人 我要为我的主人报仇 是吧 那么赵检子就说 他说据我所知 你也不是只有 这个智伯一个主人 你在投靠住智伯以前 你曾经 有犯士 中刑士 这么几个主人 说这两个人 就是被智伯杀的 那你为什么 不为他们报仇 去杀智伯呢 是吧 你为什么要为智伯 报仇来杀我呢 是吧 于让说了一句话 于让说 犯中刑士 皆众人欲我 我故众人报之 至于智伯 国事欲我 我故国事报之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犯事中刑士 对我不怎么样 把我当作一般人 那么我当然也 把他们当作一般人 是吧 可是智伯不一样 智伯对于我有 知欲之恩 他把我当作 那个那个 那个 亲近的 心腹 是吧 对我照顾的非常好 是吧 那我当然就是 是吧 要 要不惜一切地报答他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他对我好 我对他好 是吧 那么像这样的这种关系啊 他之所以能够成立 就是因为 这是有直接人际交往的 大家知道 那个清朝曾经有过一件事 这个雍正皇上 是很专制的 是吧 当然我们最近对他的评价很高 是吧 还拍了一个片子叫雍正王朝 是吧 把雍正说成是一个 很怎么样 但是雍正其实是一个 相当残暴的人 是吧 那么有一次啊 大家知道在那个 我们按照古代的传统 每年到元旦 一些重要的大臣 要给皇上 敬赫表 讲的 其实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赫卡了 是吧 那个赫卡上 有一次一个大臣就写 所谓的君恩身后 臣虽死不能报万一 实际上这句话是一个 拍马屁的话 是吧 说你皇上对我太好了 我怎么也报答不了 结果雍正看了以后 大发雷霆 在上面批了几个字 是吧 叫做 但尽臣皆所当为 何论君恩之后保 说你就 无条件的忠于我就是了 你还管什么君恩后保不后保 是吧 我君恩后你才忠于我 我君恩保你就不忠于我了吗 是吧 我杀了你传家你就不忠于我了吗 不行 是吧 这个君恩后保 根本就不是你该管的 是吧 你就无条件的忠于我就是了 是吧 这个淡尽臣皆所当为 是吧 你忠于我 这就是你该做的 是吧 这个何论君恩之后保 至于君恩后保 你是管不着的 是吧 你根本也不需要去过问 你好像还要跟我讨价还价 是吧 你好像还要我对你好 你才能对我好 你这不是反革命吗 你不是想谋反吗 是吧 在雍正看来就是这样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法家和儒家的 那个不同了 大家知道楚国 这个春秋时代有一个人 而且这个人 他的道德形象是很好的 被认为是贤人 是吧 他死的都被认为是所谓的奸臣亥忠良 是吧 一个典型的贤臣 这个人就是吴子旭 是吧 那么这个吴子旭啊 他早年 他们家是楚国的贵族 是吧 那么他们 他的父亲的主人 当然就是楚平王了 就是楚王了 但是这个楚王很糟糕 是吧 这个暴君 是吧 就那个冤杀了他的父兄 是吧 把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都杀了 是吧 然后他就愤恨的不得了 是吧 头发都气白了 要报仇 是吧 那报仇怎么办呢 他就投靠了吴国的 楚国的敌国 吴国 是吧 然后成为吴国的统帅 带领吴国的军队 打进了楚国 把楚国给灭掉了 而且那个时候楚王已经死了 他觉得不解气 还把楚王 绝目鞭尸 可是到了秦以后啊 大家知道像这样的行为 怎么得了啊 是吧 这个国王杀了你的爹 你就去投靠一个敌国 然后打进来 把祖国给灭掉 是吧 然后甚至把祖国的国王都 死了还要绝目鞭尸 是吧 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在当时 是吧 人们认为 那个公认的道德 就是这样的 是吧 因为我们可以为父绝君 但不能为君绝父 实际上孔孟时代的儒学 是吧 强调的周治 是吧 强调周代的伦理规则 实际上都是这样的 是吧 第一点就是所谓的孝高于忠 是吧 所谓的孝高于忠 就是为父绝君 不为君绝父 是吧 那个祖国的一个大儒 叫做田过 曾经把这句话表述为 君代不如负重 在孔子那个时代 就是诸侯要听皇上的 是吧 那么我要听谁的呢 谁是我执节的主人 我就听谁的 是吧 当然对于一个老百姓来讲 他的执节的主人 就是他爹 是吧 那么他当然就是要听他爹的 是吧 要尽孝 尽孝比尽忠更重要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这样 那么这里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儒家主张性善论 是吧 性善论不是说人一出生 就是善的 而是说小共同体中 熟人社会 亲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 至少我们可以说 是吧 为别人考虑的概率 就会比较大 是吧 那么这种社会 是很重视伦理的 是很重视道德的 而且伦理道德 的确可以解决问题 是吧 有人说 儒家是虚伪的 是吧 因为儒家的那套 不能解决问题 那当然秦以后的制度 那的确 儒家讲的那个东西 可能真的是 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是吧 所以法家 他也不信这一套 是吧 可是在一个 小共同体 本位的社会里头 那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是吧 所以 所谓的儒家虚伪 只是说 儒家那一套 可能不能适用于 秦制条件下的社会 是吧 但是儒家 他自己有他的理想 儒家理想中的那个社会 当然 你不能说那一套道德 是虚伪的 那么因此 儒家是讲性善论的 儒家讲性善论 就导致了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儒家宗教化 是吧 他并不认为 言行俊法 是很值得称道的 是吧 那么既然 我们最重要的关系 是一个家庭里头的关系 那么一个家庭里头 大家知道 父亲都是用爱 来 来 来影响子女的 是吧 他并不主张 父亲都是靠 拳头棍棒 来对付 子女 是吧 那么父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 诸侯和亲大夫之间的关系 亲大夫和 士 之间的关系 是吧 总而言之 主人和 附庸之间的关系 都应该是 以道德为主 是吧 而这个道德啊 是可以交化的 是吧 这个交化其实也是可能的 因为在小共同体 本位的条件下 的确 是吧 人们都有很大的概率 会为他人考虑 是吧 这个陌生人 就很难这样了 是吧 但是在一家人中 你是可以这样的 是吧 爹可以教恐龙让离 是吧 你把离让给你的弟弟 是吧 这个当然 我觉得恐龙不是一出生 就知道这个的 是吧 但是你这么教了 恐龙的确是会的 是吧 为什么呢 是吧 因为 是吧 因为一家人之间 既有亲情 而且这个关系也是 要长期维持的 是吧 我刚才讲 无论从经济人理性 还是从情感的层面 是吧 你都应该说 这个教化是可行的 我们上次讲到啊 这个儒家的这个性善论 和他那个关于教化的这个理论 那么反映在那个政治体制 具体讲就是用人方面 它讲究的是相举离选 就是以小共同体为单位 上面挑选和下面的推荐 相结合 那么这个结合的标准就是道德 道德的评价主体是相举 所以叫相举离选 这个相举离选呢 大家可以想象 它能实行吗 其实如果本来就是小共同体 本位的社会 当然无所谓 但是如果是个大一统的社会 这个制度肯定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因为这个制度 它是评价标准是在相举的 相举 其实都是带有小圈子的色彩 就是小共同体本位嘛 是吧 那个你推上去的都是 对这个相举有情感的人 那么当然它在 如果在上面执政 那免不了就会去 考虑这个相土的利益 是吧 所以如果你从那个代表性来讲 你可以说它是代表了 我们的这个相土 可是这个皇上用你是为了 让你来为他干活的 不是为了让你来给老乡干活的 那么这个事情就会导致 所谓的小圈子 所以后来 这个虽然关于相举离选的一套说法 仍然流传后世 但是后来我们搞的 其实和这个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但没有关系 而且都是导过来的 那比如说科举考试 是吧 我们知道是比较成熟的一种 那个挑选官员的办法 那么科举考试 它有一场考试 是在省里头考的 是吧 你大家都要到省里参加这个考试 这个考试叫什么呢 大家记得吗 对 上京赶考的那个考试叫做会试 是吧 产生的是近试 那么取得上京赶考的资格 你首先要通过省里的考试 是吧 在省里的考试叫相试 相试如果通过了 那你就成为举人 就可以参加北京的会试了 会试你再通过 你就是近试了 可是这个事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想过没有 他既然在省里考试 他为什么叫相试呢 他为什么不叫省里考试 他为什么不叫省试呢 叫相试为什么不在乡里考呢 是吧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举人是什么意思呢 举人就是 下面的人推荐上去的人 是吧 你考上举人这个事儿 人家文周周的会说 你这个这个容刀相见 得荐相书 是吧 你受到了推荐 你是 荐举上去的 那么荐举上去 以什么为标准呢 大家就知道 就是以道德为标准 是吧 汉代叫做举孝联 是吧 那么我前面还讲过 有什么举悬梁方正啊 什么举一些别的 但是是吧 孝联也好 悬梁方正也好 都是说 你的道德很高尚 得到乡亲们的认可 可是大家知道 科举考试是 是依靠乡里 认同你的道德 把你推荐上去的吗 当然不是 是吧 科举考试说穿了 就是以文词取人 是吧 讲得简单一点 就是你的文章做得好 是吧 和这个你的道德 根本就没有办法考察的 而且尤其是 到了明清时代 是吧 科举制度逐渐的 那个以八股文 作为科举的正常问题 八股文 那更是没有办法去 去判断你的 那个道德水平的 是吧 因为八股文啊 说实在的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智力游戏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啊 其实它就是考你的智力的 是吧 和你的道德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科举制度啊 这里我要讲啊 有人说它没有用 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个智力测验 毫无疑问它是很成功的 是吧 人们经常指责说科举制度 那个出来的人 没有治国的真本事 是吧 说把精力都用在 那个做八股文上了 为什么精力要用在做八股文上 因为八股文真的是很难做 是吧 你不仅要花精力去 不仅要用功 而且你还要得有天分 是吧 有的人他就是 做不成这个东西 因为他 对那个格律 对那个什么都很有讲究 这个八股文呢 有点像填词 是吧 这个这个 那个贫折 对账 是吧 那个那个 贬体 是吧 那个那个整个 是非常难做的 是吧 你八股文做得好的人 毫无疑问 不可能是笨的人 但是你是不是有道德的人 乃至于你这个聪明 是不是 使你能够掌握 治国的真实的本领 其实是无所谓的 是吧 但是科举制度可以多到一点 就是说朝廷可以把所有的聪明人 都控制起来 是吧 套在他的那个 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历路的圈子里头 是吧 所以可能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 那个唐代搞科举制的时候 那个 唐太宗跑去视察了一下考场 哎呀 看见那些天下最聪明的人都在那里 埋头写卷子 他很高兴 就讲了一句话 叫做天下英雄入无构中 是吧 就是天下的英雄都入了我的圈套了 是吧 实际上就是这样讲 但是你会注意到一点呢 他说的是天下英雄入无构中 他并没有说是天下的好人 天下的贤良 是吧 天下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善人 啊 入无构中 是吧 所以你可以知道 在唐太宗心目中啊 科举考试根本就不是选拔善人的 根本就不是选拔道德的 是吧 那什么叫做英雄呢 大家知道啊 我们现在讲英雄 好像是带有一种 道德上的褒义 是吧 比如说雷锋 我们说他是个英雄 古代汉语是没有这一套的 是吧 古代汉语中的英雄 是完全就是一个非道德的概念 是吧 那个杨雄说过啊 什么叫英雄呢 很简单 是吧 这个多智为英 大胆为雄 是吧 这个你聪明啊 那就是英 你大胆 那你就是雄 既聪明又大胆的人 是什么人呢 往往都是一些野心家 是吧 所以那个 那个 那个 嗯 那个 大家都知道 那个三国演义中 有一段话 就是那个 曹操和刘备 足久认英雄 是吧 然后曹操说 天下英雄 为始军与 为始军与无二 是吧 天下英雄 就是我们俩 是吧 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我们俩是大善人 而是说我们俩 既聪明又大胆 是吧 是所谓的豪杰 是吧 其实啊 从曹操嘴里说出来的这个话 是吧 实际上 这个英雄这个词啊 和我们现在讲的带有贬义的一个词 叫做枭雄 几乎就是同一词 是吧 所以这个所谓的天下英雄路构中 他根本选的就不是什么善良人 或者是那个道德高尚的人 他就是要控制 那个 智力资源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把聪明人给 啊 给控制起来 可是既然你是这样的一种 可就 既然你是这样的一种动机 那为什么你考上的人又叫做校联呢 其实讲的很 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汉武帝以后啊 大家名义上还要讲我们都是儒家 所以这个儒家的用语他们都保留着 但是实际上做的已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既不是见举智 也不是考道德 是吧 而且与乡里都无关 但是他还是用这一套那个话语 是吧 而且说实在的这个东西也不可能以道德为标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科举考试强调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客观性 是吧 不但你道德不能体现出来 甚至连你的真实想法都不能体现出来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原来的科举考试不是这样的 原来的科举考试主要的得分点 是吧 科举考试当然有好几种考察的方式 主要的得分点是什么呢 在隋唐的时候 主要的得分点是所谓的策论 所谓的策论就是说 皇上根据国家现在的情况 给你出一道题 让你写一篇论文 说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 现在要那个搞那个走出去了 那就给你出一道题 怎么开展一带一路 是吧 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 民族问题很尖锐 是吧 那就给你出一道题 怎么治理新疆 是吧 等等 这些题目啊 是真的需要你自己有思想的 是吧 而且真的也和治国是有关的 可是后来就发现不行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像这样的题目啊 是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 是吧 那么一旦没有标准答案 他的评价就往往是由那个主考的人的倾向来来决定 是吧 比如主考的人是一个左派 那他就很可能把那个那个左派观点的人都都录取了 是吧 就不录取右派的 是吧 那么如果这个人是个右派 他就很可能就把那个右派观点的那个试卷都录取了 这样一来就会形成皇上最忌讳的一件事 就是你们拉帮接派 是吧 那同样观点的人就容易形成就容易形成一些派别 而皇上是最不希望这样的 是吧 皇上希望传国的这些人只认他 不认别人 是吧 那当然就不希望有那种偏向在里头 那没有偏向在里头怎么办呢 是吧 那只好尽量回避这个思想 是吧 所以越到后来出的题目就越没有意思 但是那个格式就搞得越来越难 是吧 就是这个就完全是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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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弄小聪明上下功夫了 是吧 他也不需要你有什么思想 是吧 因为在那个太平盛世 说实在的当那种县官呢 当那种什么东西 其实也 说实在的也并不太需要多大的学问 是吧 但是有一点就是聪明的人 都被他控制起来了 那 那 那想要造反的人都剩下一些傻瓜了 是吧 比较好对付 是吧 他们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那么这么一个制度安排 说实在的 可以说和性善论 和教化论 和相距理解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 是吧 但是这个话还是要这样讲 是吧 所以啊 中国啊 以后的这个事啊 你要说受到儒家的影响 的确这个影响很深 是吧 这些话都一直流着 是吧 但是实际上做的事 和这个儒家是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是吧 至少科举制度就和儒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是吧 所以就造成了另外一个现象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 就是儒家 他是在独尊儒素的背景下搞的 是吧 所以他的取材范围 命题范围也越来越窄 到了明清以后 干脆就是以朱熹的世书章句 作为题库和标准答案的 是吧 所有的题库都从世书章句里头去 所有的答卷 那个观点 都不能违背朱熹的这个说法 是吧 那么你想这样的东西应该是很符合儒家了吧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从科举代替查举制开始 是吧 一代一代的大儒 都对科举制度非常反感 认为这个制度是 壮送我们儒家的 是吧 按照他们的说法 科举制度 第一就是 这么一搞 那个乡理的那些 清情伦理都没有了 是吧 第二 这个做法 完全不讲道德 是吧 你根本看不出来 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是吧 只要玩儿小聪明就行 是吧 第三 这种办法 那个 根本培养出来的人就没有任何理想的 是吧 就是为了 拿这个东西做敲门砖 是吧 来来谋取一官半职的 是吧 他说如果是这样 那么我们儒家的道统 我们儒家的道德理想 怎么才能实现呢 是吧 所以一代一代的儒家都讲 一代一代的大儒啊 都讲 科举制度要不得 是吧 科举制度以前的查举 是吧 九品中正 是吧 当然最好的就是相举离选 这个东西要恢复 是吧 尤其 有意思的是 正是朱熹这样一个人 是吧 朱熹的 那个著作 四书张句 后来都成了科举的标准的题库和答案了 但是恰恰是朱熹 骂科举 骂得很厉害 是吧 说这个科举 搞得越来越不像话了 是吧 他说 哪怕相举离选 不能恢复 就是 九品中正 都比这种做法要好 是吧 而且他还说 他说 我们宋朝啊 之所以 是吧 这个 这个 这个不成气候 就是因为 我们搞的不是儒家 而是搞的这种 用功名利路来 引诱人的这种东西 是吧 他说 他是南宋人嘛 他说你还要 想北伐中原 说你除非 是吧 你除非几十年不 几十年不科举 才有这个可能 是吧 你如果按科举 你是肯定 没有出息的 是吧 其实这个儒家 都是不喜欢这个东西的 是吧 所以这里我还要讲 晚清之所以 中国在任何改革 都还没有进行 连辫子都还没有 减掉的情况下 首先就把科举 给废掉了 是吧 现在很多人说 那是搞错了 是吧 因为科举有种种的好处 甚至还有些人说 科举就是现在的 什么公务员考试 是吧 说那个西方的文官制度 就是吸取了 中国科举的精华 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但是 因此他们说 非科举 这个 弊病很大 是吧 那么 这是 晚清的人太激进了 为什么激进呢 受西方的影响 是吧 是那个 接受西学 接受的太多了 可是这里我要讲 实际上科举之所以 是最早被废的一种制度 其实恰恰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我国传统中 呼吁非科举的呼声 是一直就没有断过的 是吧 这种声音用不得西学来 是吧 中国本来就有很强烈的这种呼声 那么好了 我这里讲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儒家 他是讲性善论的 是吧 那么讲性善论 因此就推出教化论 是吧 他重视教化 不主张言行俊法 是吧 不主张用那个功名利路 不主张用那个功名利路去诱惑人 用言行俊法 言行俊法来威胁人 是吧 那么他主张伦理中心主义 考察人要重视道德 是吧 那么要重视道德 当然常用的做法就是推荐 是吧 那么他是主张采取 见贤制的 是吧 就是所谓的相举离选 也是这个意思 是吧 那么你要推荐 当然有一个假定 就是推荐的人要处以公心的 是吧 所以这个本身也是要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 如果你假设天下的人都是图谋不轨的 那当然你就不可能指望推荐的 是吧 因为一推荐就会拉帮结派嘛 是吧 而且你假设这些人都是内举不避亲 外举不避仇 都是处以公心的 现实生活中 怎么可能是这样呢 是吧 不过啊 老师说 如果这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 你推荐下来的人只是治理我们这么熟人社会 那兴许没有多大问题 是吧 小圈子就小圈子 本来我要治理的也就是小圈子 是吧 但是如果你要治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那么这一套恐怕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那么第三这个儒家的主张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他虽然强调有上下尊碑之分 但是这个上下尊碑是需要全则对应的 是吧 也就是说在一个温情默默的这样一种背景下 是吧 你作为父亲 你对子子女有权力 你同时也对子女要尽 爱护的责任 是吧 也就是说你父亲要像个父亲 儿子才能像个儿子 是吧 父父子子 是吧 你父亲要 爱护 抚养 子女 子女才会孝敬 父亲 是吧 这个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 父权 他另一面就是负责 是吧 但是儒家用什么来保证这一点呢 其实啊 我前面已经说过 他没有什么制度安排来保证这一点 是吧 在小共同体内 那就是靠亲情 在陌生人社会怎么办呢 在陌生人社会 那就是靠 那就是靠 那个那个 那个所谓的革命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 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你如果对我不好 那么我就把你推翻了 是吧 就是那个所谓的 扶我则厚 虐我则仇 是吧 君士成如 手足 是吧 成代君如什么什么 是吧 君士 臣如土戒 臣氏君 为叩仇 是吧 如果你不把 臣民当 当做一回事 那臣民也就会 把你当做敌人 是吧 你不把臣民当人 臣民也就 把你当做敌人 是吧 那么 这一点呢 其实是我觉得 也是具有朴实性的 是吧 因为 我们很难设想 人类社会是没有 管人的人和被管的人的区别的 是吧 这个这个 无政府主义很难实现 但是如果有这两种人 那么这两种人的关系 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是吧 当然应该是权责对应的 是吧 一方面 他有权力管我们 另一方面 是吧 我们有权力 要求他给我们 提供应有的服务 是吧 就是我们 他要对我们承担责任 是吧 我们之所以 给他这个权力 就是要让他 是吧 为我们提供服务的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他应该是 我们雇佣的公仆 是吧 我们之所以雇他 之所以给他授权 就是 要让他 尽他的责任 是吧 可是大家知道 近代社会 现代社会 是一个陌生人社会 是吧 靠情感是靠不住的 那么你怎么才能够 实现这一点呢 儒家说 应该实现这一点 是吧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他真实的意思是 君君臣臣 君臣关系 应该向父子关系 这样 但是我前面已经讲过 儒家法家都认为 这只是应该 事实是不是这样 不知道 是吧 那么现在我要讲 法家就认为 根本就不应该 是吧 这个 皇上即使把你 传家都杀了 你仍然必须忠于他 是吧 这个权责 根本就不应该对应 是吧 那这个当然是很不好 而儒家认为 权责是应该对应的 但是他 是吧 他 在小共同体内靠亲情 在大共同体内 实际上是要靠试错的 是吧 所谓试错就是 如果你是个暴君 我就把你推翻 是吧 如果你是个好皇帝 我才能认可 可是这个试错的成本 应该是很高的 是吧 假如你真的有一个暴君 那我们就把它推翻了 推翻了 要付出代价 是吧 大家知道搞革命 不是闹着玩的 是吧 搞不好就流血成河 更大的问题是 你就推翻了他 你能够保证 下一个就是 就是 就是好皇帝吗 没准下一个 又是坏的怎么办呢 是吧 所以啊 我觉得后人啊 应该有一种制度安排 是吧 解决这个权责对应 是吧 比如说 我们通过什么办法 向你授权 是吧 这个授权是有条件的 也就是说 你必须啊 那个那个满足某某某条件 是吧 那么如果我发现 你没有履行这个契约 是吧 我就可以 是吧 就可以解除你的 这个这个身份 而不需要通过暴力 是吧 其实说穿了 我们现在讲的 宪政民主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 是吧 所以也可以说 宪政民主 在这个意义上 它也是要解决 儒家的理想 是吧 就是用一种可行的制度安排 来实现这个权责对应 是吧 尤其是大共同体内的权责对应 是吧 就陌生人社会中的权责对应 因为陌生人社会 是不可能 只靠亲情伦理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法家干脆就取消了这个问题 法家根本就认为 皇上就应该有权利的 是吧 至于责任 他根本没有 是吧 皇上不需要给你做什么事 但是他如果也做了 那做了 那是他对你的恩赐 那是皇恩浩荡 是吧 他给了你点什么 你要三乎万岁 他不给 你也不能要 是吧 这是法家的看法 是吧 他不给 你也不能跟他要 甚至他杀了你 你也不能说啥 是吧 他对你是没有责任的 是吧 但是他可以 向你行使权利 是吧 那么 这个我们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还是倾向于权责对应的 而权责对应 它是符合儒家的理想的 是吧 只是儒家并没有提出 实现这种理想 是吧 应该 是吧 应该有的一些条件 是吧 就是我们应该有些制度 是吧 但是这里 说实在的 你也不能怪 因为这个制度的 一种可行制度的探索 本身也是人类文明的 长期积累的结果 是吧 我们今天 讲的宪政也好 民主也好 即使在西方 也不是 也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是吧 他也是经历了 很长的发展阶段 这个儒家的组装 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他虽然强调 有上下尊卑之分 但是这个上下尊卑 是需要全责对应的 那么因此 按照这样的建构 建构起来的这个社会 按照这样的条件 是吧 形成那些道德原则 它好不好呢 是吧 我们今天看起来 好像它挺温情默默 挺好的 是吧 但是它也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前面讲的 就是按照这种结构 形成的这个 这个政治架构啊 肯定是很松散的 是吧 这个周天子 不可能有秦始皇的 那种 动员能力 是吧 那个那个 它基本上 干不了什么事 是吧 我们经常讲 现在有人说 西周实行的是 土地国有制 是吧 所谓的率 土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是吧 有人说 秦始皇搞 秦搞了商鞅变法 就搞成了 土地私有制 其实这种说法 是非常可笑的 是吧 大家想想看 在我刚才讲的 这个体制下 周天子能够控制 传国的土地吗 是吧 这个传国的土地 是吧 他怎么才能掌握呢 是吧 大家知道 在周治条件下 不仅传国性的 土地调查 不能进行 甚至连周天子 直接管理的 直属领地 是吧 大家知道 在这种封建制下 在这种封邦建国 这种类似于 领主治的条件下 实际上皇上 只是一个 领主们 推出来的一个 是吧 的一个大哥 是吧 他实际上 并不能够 对下面真正的 下命令 是吧 那么 这个大哥 实际上 对其他诸侯领地的 土地 他是没法调查的 他自己靠什么呢 他自己有一块 直属的领地 是吧 像那个西州 他有一个 所谓的王姬 是吧 就是在首都 那个 浩金 或者是洛阳 是吧 那个叫做洛邑 是吧 就是现在的洛阳 浩金 就是现在的长安 是吧 西州在长安 在浩金 东州的首都 就是乐意 这个附近有一块地方 它是不分封的 是作为天子的直属领地 是吧 那么他的收入主要是来自这个直属领地 古代的诗经啊 有一句 有一个通常的说法 叫做天子直属的领地叫王姬 又叫做千姆 是吧 就是大致就是比较小的一块地方 那么这个千姆这个地方啊 如果皇上 不是 如果天子要进行一次土地调查 那在当时都是一场很大的事 是吧 史官要记下来的 是吧 什么不及千姆啊 是吧 什么出岁姆啊 是吧 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一件大事 那么你就可以想象 是吧 连他的领地管理都是很出疏的 那么对诸侯国就更不用说了 是吧 所以这种制度你说好不好呢 当然得从两个方面 从现代的角度讲 我们认为 当然用现代的价值观看 它是肯定是有缺陷的 因为它没有自由 没有平等 是吧 那个有很严格的上下尊卑 是吧 这个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天下有很多的小主人 每个小主人都管得一堆 他的附庸 是吧 主人和附庸之间 那肯定是那个那个那个不是平等的关系 是吧 现在大概不管是中国 还是还是西方 都不会认为这种类似于农奴制的这种状态 是一种好的制度 是吧 大家还是希望有自由民主 是吧 那么即使我们不从这个近代的价值观去考虑 是吧 如果我们完全从传统的这种这种角度去考虑 当然它也会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 是吧 它的那个结构比较松散 是吧 那么结构比较松散 在人与人的交往很密切以后 比如说 有很频繁的生意 是吧 市场经济发达起来 大家要经常旅行 是吧 那么大家经常要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 是吧 而不是只是生活在一个小共同体内 是吧 那么这一套东西 是吧 完全靠亲情 凝聚的这套东西 是吧 恐怕就会有问题 第二 只要与这种体制并行的有另外一种体制 比如说 另外一种是蛮不讲理的 是吧 有枪便是草头王 是吧 就是那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霸道的体制 是吧 那么只要是这样的一种体制 你这个 是吧 这个风邦建国小共同体本位的这个体制 你就会变得看起来很美 但是没有竞争力 因为你是打不过这些人的 是吧 这些人可以用强制手段 集中很多的人力物力 是吧 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是你呢 是吧 你这个动员能力很差 是吧 尽管你温情默默 是吧 但是你温情默默的另一面就是 实际上你也 是吧 做不成太多的事 是吧 因此如果两者竞争 你是竞争不过人家的 大家知道啊 古往今来的强国 要么就是中央集权的铁腕专制国家 要么就是近代的宪政民主国家 是吧 那种诸侯林立的那种 小共同体本位的那种状态啊 是 对这两种 我后面讲的 对我前面讲的这两种状态 是没有竞争力的 是吧 没有一个诸侯林立的国家 可以是一种 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是吧 大家知道中世纪也有一些强国 比如说 法国的查理大帝 是吧 那个那是很强 是吧 加洛林王朝 是吧 那么 德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的 恶徒一世 是吧 好像也挺厉害 那个波兰也曾经是一个强国 曾经打败过俄罗斯 是吧 那个那个 大家如果今天去莫斯科 看到克里姆林宫上有 两个最有名的雕像 波扎尔斯基和米宁 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 就是当年波兰 那个打到莫斯科 是吧 他们是领导人 把波兰人给赶走了的 两个贵族 是吧 可是我们要知道 无论是查理大帝也好 无论是 这个波兰的 当时叫亚格伦王朝 是吧 无论是 波兰王国也好 他们之所以 能够有力量 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对手 也是这种诸侯领地的 是吧 就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是诸侯领地的 都是小共同体本位的 是吧 那我可能比你厉害 但是只要有一方是中央集权的 是吧 你往往你就打不过人家 是吧 大家知道后来 那个沙皇 开始走 那个中央集权专制之路 是吧 那他很快就 取得了对波兰人的优势 是吧 而且最后还把波兰灭亡了 是吧 他把波兰灭亡 是不是因为他比波兰先进呢 不是的 是吧 一直到十月革命以后 波兰复国 是吧 波兰曾经有两百年被灭掉了 是吧 被俄罗斯 被普鲁士 灭掉了 是吧 一直到1918年 波兰复国的时候 他仍然是 俄罗斯帝国境内 最发达的地方 是吧 他的经济 比俄罗斯富裕 他的老百姓的文化水平 比俄罗斯高 但是他就是有一点 打仗打不过人家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不如俄罗斯野蛮 是吧 讲透了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是吧 波兰人与俄罗斯相比 是吧 一直是 无论讲经济 还是讲文化 都是更发达的 是吧 但是你就是打不过人家 这也不奇怪 是吧 这个 就像我们南宋 打不过什么蒙古人 在古代啊 文明战胜不了野蛮 这是常有的事了 那么 是吧 他有这两个弊病 那你就 很难令人满意 是吧 所以到了 孔子这个时代啊 实际上这一套东西 已经是维持不住了 是吧 已经处在一种 礼崩乐坏的状态 那么为什么会礼崩乐坏呢 很简单的 就是两个道理 一个道理 我们49年以后讲 历史唯物论 是吧 比较讲得多 就是说生产力发展了 是吧 说那个时候 春秋战国 就是东周啊 有两项很伟大的发明 就是铁器牛耕 是吧 这个铁器牛耕 使得一家一户的小生产 能够得以实现 是吧 那么原来的这个小共同体 好像就有点多余了 是吧 大家知道在西州啊 中国的 在西州啊 人的生存是要依靠集体的 是吧 个人是没法生存的 大家知道 那个时代 基本上还是石器 是吧 我们经常不是讲 那个时代有青铜吗 是吧 这个影上的青铜文明 是很高的 可是那个时候的青铜 我这里要讲 实际上作为工具而言 人类是没有真正的青铜时代的 是吧 我们讲的青铜时代 那个所谓的青铜 基本上都是礼器 是吧 就是都是贵族用的 用来祭祀的 很庄重 很隆重的 常和 我们搬出一个顶 一个什么 什么龟啊 什么骨啊 是吧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大家知道基本上都是 那个 庄重的仪式中 用的东西 叫做礼器 为什么呢 因为 当时的青铜 非常之贵 是吧 你拿它来做锄头 是根本是不划算的 是吧 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见过青铜的锄头 青铜的梨 是吧 兵器有一点也不多 主要是礼器 那么那个时候的工具是什么呢 基本上还是木器和石器 是吧 木器和石器的时代啊 人要离开集体 基本上是不太能够 那个生活的 所以那个时代 人们都是以小共同体 作为生存的背景 可是到了春秋战国期间 有了铁器 有了牛羹了 铁器和青铜 最大的不同就是 铁器比较便宜 是吧 它可以用来做农具 用来做工具 是吧 那么人们有了铁器 农具 它的那个 生产能力就会增加 是吧 它就可以单干了 是吧 那么这个单干 当然就导致 这个小共同体的 凝聚力就下降了 使大家变得六亲不认 还要有一种因素 这种因素就是暴力 是吧 就是强制 是吧 而在中国春秋战国 这个时期啊 也就是东周 就是从周到擒的这个时期啊 大家知道 那是充满了暴力的时代 是吧 所谓的春秋无翼战 整天打仗 是吧 那个那个 真诚而战 啊 那个那个 啊 那个 争野而战 是吧 争承而战 反正就是整天 啊 在那里打仗 那么这个时期是一个 所谓的战国时代 而战国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为了打赢这个仗 你需要 不顾一切的集中 人力物力 是吧 否则你就啊 不能打这个仗 是吧 呃 国家要表彰这种做法 是吧 那么如果国家都表彰这种做法 那大家都开小差 那个军队怎么能够打仗呢 是吧 所以韩非子就说啊 呃 我们现在不能允许这样 我们要倒过来 是吧 要让这个老百姓 呃 为了国家可以呃 呃 卖爹 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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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呃 为那个呃 为了忠于皇上 是吧 可以那个呃 可以那个背叛 父母 实行一种相反的一种 一种一种政策 是吧 国家要要强有力 要把所有的人都控制住啊 不能要求 不能所谓的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 是吧 那么只要有人提出这样的思想 而且这样的思想 一旦 持减 你就会发现 整个天下就进入了一场 比赛 是吧 也就是说你也许不愿意这样做 可是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 你肯定打不过愿意这样做的人 是吧 那么如果大家都愿意这样做 那么最后的圣者就是做的最极端的人 是吧 讲的简单点就是 越不讲这个温情默默的 是吧 就越能成功 是吧 实际上我们知道 法家的这个体系啊 它最早不是在秦出现的 是吧 我们现在一般都知道 法家的 萌芽状态的始祖 就是管子 那是在齐国的 是吧 那么后来 春秋战国之际 先后有 是吧 那个什么李亏啊 吴启啊 是吧 什么商鞅啊 是吧 这个李亏啊 吴启啊 都是关东六国的 关东当时的变法 就是从儒家那一套 从周治的那一套 逐渐变成秦治的那一套 应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 是吧 秦国并不是最早的 可是秦国有一个特点 秦国本来就比较野蛮 是吧 那么他一旦开始 大家比赛野蛮 他可以比你更野蛮 是吧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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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点上 他就后来居上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他是那个可以 无所不用其极 那那其他的那些 那些关东六国 那个毕竟还是比较文明 是吧 宋香公事的那种 那种那种那种 那种东西 就是你就很难 彻底摆脱 是吧 所以啊 就出现了 这个礼崩乐坏 那真的是 当时是没有办法 是吧 那个 孔孟这些人啊 往困难于祭祷 是吧 做了很多的努力 最终也没有改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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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趋势 儒家的特征 就几乎就是要 就是认为倒退的 是吧 就是这个 人心不古 事风日下 今不如昔 是吧 这个他们愤世 计俗 是吧 认为现在简直是 越来越不像话了 高岸为古 深谷为灵 一切都乱套了 是吧 那么他们的努力 就是要 就是要什么呢 是吧 你可以看到 无论是孔还是梦 是吧 他们希望恢复的 就是周的那种状态 是吧 比如说孔子就说 我叫行人证 行人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清灭国 既绝世 举御民 是吧 就是把那些 被灭掉的那些诸侯国 都恢复起来 是吧 既绝世 是吧 把那些被断绝的 那些贵族 是吧 重新在街上 是吧 举御民 就是那些 那些 不会来事的 但是道德很高尚的 那些人 现在被撂在一边 没人理了 是吧 我要重新使这些人 得到自己应有的地位 是吧 他们主张以王道 反对霸道 实际上我前面讲了 就是以长者政治 反对强者政治 是吧 以贵族政治 反对官僚政治 以封建 反对郡县 以景田治 反对兼并 等等 总而言之 他们对后来情稿的 那一套 很不满意 是吧 希望能够恢复 周的那一套东西 是吧 那么这种危机啊 其实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小共同体 本位制度的危机 这种危机 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小共同体 内部产生 离心倾向 是吧 就是尤其是 市场经济的发展啊 什么什么 陌生人社会 人们越来越进入 陌生人社会的交往 是吧 那么这个 原来的那些 熟人社会中的 一些规则 是吧 往往就行不通了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小共同体内 人们有独立的愿望 是吧 人们有呼吁 个体权利的愿望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小共同体的外部 是吧 有国家的压力 是吧 国家不允许 小共同体自行歧视 是吧 国家要 那个 搞大一统 是吧 要把 一切都捅起来 大家知道 孔孟啊 最早跟 其他家 发生冲突 是吧 最早其实不是法家 最早是什么呢 最早是 那个 墨家 和 杨朱 是吧 就是墨迪和杨朱 是吧 这个孟子啊 他有 他对那个杨朱和墨迪啊 有非常之 不客气的话 是吧 甚至我们觉得 就是像儒家那样 文字彬彬的人 是吧 这些话都是很少见的 孟子 在历史上有一个 有一个说法叫做 孟子 辟杨末 所谓辟就是 就是抨击 是吧 或者说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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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定 是吧 孟子怎么辟杨末呢 孟子说 杨朱 莫迪之言 迎天下 天下之言 不归杨 则归莫 是吧 孟子说 现在这个天下 已经不像话了 是吧 杨朱和莫迪 这两个异端 是吧 好像把大家都蛊惑 都把这些人心 给蛊惑坏了 天下的人 不是姓杨朱的 就是姓莫迪的 是吧 那么杨朱莫迪 究竟坏在什么地方呢 孟子说 杨是为我 是无君也 莫是奸爱 是无妇也 无君无妇 是禽兽也 是吧 所以这些人 简直就不是人 是吧 这些人 而且还说 如果这些坏的东西 不能够得到阻碍 是吧 将来我们会出现一个 率兽食人的局面 是吧 就是那个老百姓 而不是 那个野兽都吃人了 是吧 那么这个杨朱和莫迪 到底讲了些什么 使孟子那么反感呢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 杨朱 他到了秦以后 就不但有人讲了 是吧 而且实际上是被禁止了 是吧 所以杨朱的著作 我们现在根本就见不到 我们见到的 都是人们骂他们的话 是吧 那么人们骂他们 怎么骂呢 说杨朱这个人 鼓吹自私自利 杨朱最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 人们经常讲杨朱的一句话 就是 所谓的拔一毛 以利天下而不为 是吧 说他很 完全从个人出发 是吧 就是拔一根毛 都不愿 是吧 而莫子 正好相反 莫子是以天下为本位的 他反对人有亲疏之别 是吧 他提出的叫 兼爱 所谓的兼爱 就是对所有的人 都同等的爱 爱父亲 和爱一个路人 应该是一样的 是吧 不能有差别 是吧 那么 他说啊 那么为了天下 人们应该奉献一切 是吧 磨顶放纵 以利益天下而为之 是吧 和杨朱好像是正好相反 他说天下的利益 是至高无上的 为了天下 你应该奉献一切 是吧 磨顶放纵 利益天下而为之 是吧 那么孔子 当然这两者都很不高兴 是吧 因为 如果我们 可以 讲的简单点的话 那个杨朱就有点个人主义 是吧 那这个 这个小共同体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他就有离心倾向了 是吧 而莫迪呢 又有 那个 大共同体本位的倾向 是吧 就是以天下为本位 那么当然 个人应该奉献小共同体 当然也不用说了 是吧 那么这个 一个从外部 一个从内部 是吧 都是解构了小共同体 所以那个 孟子 那个孟子是很愤怒的 是吧 可是 孟子又讲了一番话 很有意思 他说啊 天底下的这些 异端邪说啊 是吧 很糟糕 他说 但是啊 如果人们意识到 莫迪 是最糟糕的 那么这些人就会 变成羊猪的信徒 那么等到他们进一步 知道羊猪也是很邪恶的 那么他们就会成为 我们儒家的信徒了 是吧 这句话叫做 逃莫必归于羊 逃羊必归于儒 是吧 简单点就是你认识到莫迪的错误 你就会 你就会相信羊猪 然后你又认识到羊猪的错误 那么你就会相信儒家了 这句话如果从字面上听起来 似乎孟子的意思是说 羊猪莫迪都很糟糕 但是相对而言 莫迪似乎更糟糕 是吧 莫迪因为是最糟糕的 所以你要首先认识到莫迪的错误 是吧 那么你认识到莫迪的错误了 你就变成羊猪 是吧 那么 接着你又认识提高了 你就会变成我们儒家了 是吧 所以有人说 有人把这两句话取了个词 叫做羊近莫远 是吧 也就是说两个人都不好 但是羊猪好像离儒家比较近 莫迪离儒家比较远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是吧 可以说后世的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比如说人家就会讲了 说如果按照我们后人的这个说法 好像羊猪在鼓吹自私自利 而莫迪在鼓吹大公无私 是吧 那么哪怕这个大公无私有点极端 是吧 有点太乌托邦 你也不能说这个东西比自私自利还要糟糕吧 是吧 为什么这个孟子会说 是吧 这个莫迪好像更糟糕呢 或者说是离儒家更远呢 那么当然有一些人就说了 他们说做了种种的解释 比如说有一位学者就说 他说实际上孟子讲的这句话 他只是举了个例子而已 他并不是说羊猪真的有什么区别 他还说其实人们也可以直接就相信儒家了 为什么还要中间经过一道呢 是吧 这个陶末不归羊而归儒 陶阳不归末而归儒 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是吧 那么孟子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其实他只是漫不经心的乱说 是吧 没有什么深意的 是吧 甚至有些人像韩玉 韩玉就说 看起来好像莫迪就是比那个杨猪好嘛 是吧 所以孔子应该是对莫迪的评价更高一点 是吧 孔末必相为用 是吧 但是这些说法后来都说服力都不大 还有种种的说法 比如有人说 说这个像民国年间有一些人 他基于这个 当时已经有了个人权利这个观念 是吧 那么他就说啊 他们说孟子的逻辑就是 那个我既要利己又要利人 是吧 孟子并不主张舍己为人 是吧 那么我既要利己又要照顾别人 因此他说杨猪 他考虑利己 但是就不讲利人 所以孟子不喜欢 而这个莫迪呢 他那个利人是要以损失自己为前提的 那么他就觉得更糟糕 是吧 因为孔孟都应该是 是吧 首先你自己还要有 你才能够帮别人的嘛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他认为那个孟子讲的 不是 莫子讲的不现实 是吧 可是这里我要讲 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很多那些 很高调的那些理想 是吧 比如说所谓的 所谓的舍身取义 杀身成人 是吧 像这样的话 孔孟也都讲过 是吧 你怎么能说 孔孟就是主张 就是我虽然要帮助别人 但是我自己是可以不付出的呢 是吧 这个 如果你仅仅是说 这个孟子就是因为是太理想主义了 是吧 那么这个孟子不喜欢也可以 但是他总不至于比羊猪还坏吧 是吧 那么还有些人说啊 孟子的意思是搞中庸之道 是吧 太左也不好 太右也不好 我们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除以二就行了 是吧 可是你这个说法 第一是不能符合 他在阳尽莫远的这个说法 第二 孟子自己曾经有一段 就是说 他不在这两者之间 去平均数的 是吧 孟子有一段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讲 阳子为我 拔一毛 而立天下不为也 莫子兼爱 摩顶放纵 立天下为之 子莫子中 子中为尽之 是吧 他说当时有另外一个 一个学者想在这中间搞调和 是吧 在他们走中间道路 是吧 子莫直中 直中为尽之 孟子先说 这个不走极端 搞中间道路 这是可以的 就是比较接近我的想法 但是他又说 但你们不能仅仅这样 是吧 他说直中为尽之 但是直中无权 由直一也 所恶直一者 为其贼道也 具一而废白也 是吧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那你光直中也是不行 如果直中无权 由直一也 是吧 无权是什么意思 权 就是权衡的意思 是吧 讲的简单点就是 你不能 只是核西尼 搞调和 是吧 你还要做比较 你还要权衡利弊 是吧 你还要有你自己的原则 如果你这些都不讲 只是 是吧 两个 成了贼道了 是吧 这个孟子认为都是歪门邪道 因此你可以看到 孟子强调的还是要有权 所谓的有权就是有比较 是吧 就是你要有你自己的价值判断 那么他的价值判断到底是什么呢 是吧 为什么他根据这个价值判断可以得出 莫迪比权猪更糟糕的结论来呢 是吧 我们看到啊 自从有了孟子这本书以后 现在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孟子的著 是汉代的汉儒赵琪的孟子著 这个赵琪啊 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 他有一个著 是吧 他说啊 莫迪之道兼爱为无亲疏之别 罪为为理 是吧 他说这个孔子 他说孔孟是要讲亲疏之别的 是吧 这个莫迪根本不讲这个 是吧 那就 那个的确是离经叛道了 他说杨猪呢 他说杨猪为己爱身 虽为理尚德 不敢毁伤之意 是吧 不敢毁伤 他是做了个省略实际上指的就是孔子的那句话 就是身体法复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是吧 也就是说我的一切不是我自己的 是我父母的 是吧 我不能私自把它给处理掉 是吧 身体法复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是吧 那么杨猪说 是吧 他不愿意拔这一毛 如果这不愿意拔这一毛 只是为了他自己考虑 那杨猪当然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是吧 可是 如果他讲的这一毛 是吧 指的是 我 是吧 我这一毛属于父母 是吧 我不能私自去拔这一毛 那么在孟子看来 这是有道理的 是吧 因此 是吧 孟子认为杨猪 虽然好像看上去很自私 但是他还可以 但是他还有 是吧 他还有那个 那个父母的东西 他不能自己去处理 这样一种想法 是吧 所以他好像是错的就比较少一点 可是如果按照他的解释啊 这个问题整个就变了 是吧 变成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所谓的身体法夫 受制父母不敢毁伤 实际上说的不是说 他应该不应该毁伤 而是说 你有没有权利毁伤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这一毛到底是不是属于你的 是吧 这个我的一毛由谁做主 是吧 其实这和 是吧 这和拔不拔 应该不应该拔 我认为是两件事 也就是说 如果按照赵琪的这个说法 这三个人的这种争论啊 其实就不是 该不该拔这一毛的争论 而是谁有权利拔这一毛的争论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我的一毛由谁做主 是吧 那么杨猪的意思是 我的一毛由我来做主 是吧 我有权利 不拔 当然我也有权利拔 是吧 也就是说 我的东西由我来做主 这就意味着 我不是 就不拔 但是 拔不拔得由我来说了算 不能由你来说了算 是吧 只要我愿意 不但拔一毛 拔头颅 撒热血都可以的 但是前提是 做主的是我 而不是你 是吧 你不能以利天下为理由 来拔我的一毛 是吧 是这个意思 而这个墨迪 当然就是想反的 认为为了天下 你就是应该牺牲 是吧 这个是天下决定的 不是你决定的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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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为了天下 是吧 你就必须拔 是吧 那么孟子认为什么呢 孟子认为你的一毛 既不是天下的 也不是你自己的 是谁的呢 是父母的 实际上就是小共同体的 是吧 就是你的家庭 你的家族的 当然父母是这个家长嘛 是这个小共同体的代表 是吧 因此 这个权利应该归父母 是吧 如果父母说应该拔 是吧 比如说父母让你 尽忠报国 那你当然就要拔 是吧 那么如果父母说 我还是需要你养老的 是吧 那当然 那就是为父绝君 不为君绝父了 是吧 就是就是 我不能为了皇上 是吧 把父母不管 是吧 那么我 我现在想问问大家 是吧 我为 我以利天下为理 为理由 把你的一毛 合适不合适呢 是吧 这应该不应该允许呢 是吧 如果能允许 理由是什么 是吧 理由就是一毛很小 天下还是主要的 是吧 假如你以这个理由 那我就不知 只能把你一毛了 是吧 我可以把你的胳膊都折了 我可以把你的脑袋都砍了 是吧 因为你的脑袋 只不过是一个脑袋嘛 是吧 天下有六十亿个脑袋呢 是吧 为了六十亿个脑袋 我就可以砍了你的脑袋 是吧 按照同样的道理 我还可以砍掉 一百万个人的脑袋 因为一百万 比六十亿还是少嘛 是吧 如果按照这个道理 我一直可以推到 是吧 为了六十亿中的 三十亿 我可以砍掉二十九亿人的脑袋 是吧 因为二十九亿还是少于三十亿嘛 能这样来吗 是吧 如果这样这个世界 将变成什么样的世界呢 是吧 所以啊 这里我要讲 是吧 这个我们固然要讨论 人们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但是人们更要确定 人们可以做什么 是吧 你有权利做什么 是吧 如果一件事情是好事 但是你没有权利做的 你就不应该去做 你如果做了就不是好事 是吧 比如说 如果你要可怜一个 那个 比如说 一个穷人 是吧 或者说一个残疾人 是吧 你要给他捐肾 捐 那个 那个脚膜 那非常好 大家都佩服你 可是假如你不是捐你自己的 而是私自就是去割别人的 那你不成了杀人犯了吗 是吧 你怎么还能是好人呢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 是吧 我们中国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 是吧 就是不讲人们可以做什么 只讲人们应该做什么 是吧 那么这个应该做什么就变成一种强制 这个强制往往是不尊重人们的权利的 只要这个事情变成强制 它就会变成坏事了 是吧 所以西方有一句话 我觉得这个话其实应该是普世性的 是吧 那就是这个 这个right高于good 是吧 所谓的right就是权力 实际上就是震荡 是吧 就是 就是 你可以做什么 是吧 要比你应该做什么 更优先 是吧 因为你只有明确了你可以做什么 你才能判断这个事情该不该做 是吧 如果这个事情根本就是你没有权利做的 是吧 比如说把张三的东西给李氏 哪怕张三的东西给李氏是有好处的 这个决定也应该由张三来做 不能由你来做 是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可以由你来做的话 是吧 那你不就康他人之楷吗 你本身有什么优越呢 是吧 而且你可以康他人之楷 你用这个权力 你就可以自私 是吧 你可以剥夺张三 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李氏 实际上你剥夺了张三 自己装在自己口袋里了 是吧 有没有这个可能 当然有 是吧 所以这里我要讲啊 所谓的保护私有产权 是说 一个人的私有产权 别人不能随便 是吧 剥夺 那么我们看到 在中国古代这场争论中 是吧 这些人没有用权力这个词 但是实际上讲的 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 这个我的一毛 到底是谁的 是吧 这个孟子的意思是 身体法夫受制父母 不敢毁伤 是吧 你的一毛属于小共同体 是吧 属于父母 是吧 因此应该由父母做主 是吧 这个就是 他是在权力意义上 讲这个事的 是吧 那么阳朱啊 那么可能他就是比较观点 比较超前 是吧 他认为 这个这个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 是吧 我的一毛 应该由我自己做主 那么莫迪就认为 你有什么权利啊 是吧 国家比你大 天下比你大 是吧 只要天下需要 你就应该献出来 是吧 那么 孟子的立场是 认为阳朱和莫迪都不对 大家可能知道 什么叫权力呢 我这里讲的权力是right 是吧 不是那个power 是那个那个利益的利益 不是力量的利 是吧 什么叫做权力呢 当一件事情 你可以做 也可以不做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权力 是吧 比如说 你投票 是你的权力 这就意味着 你可以投 也可以不投 是吧 你可以投给张三 也可以投给李四 当投票是你的自由的时候 投票就是你的权力 但是假如不是这样 你必须投 而且你必须投给我 是吧 你不投给我 我就把你杀了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投票 对于你来讲 就不是权力了 而是什么呢 而是义务了 是吧 就像纳税 是吧 纳税你是不能不纳的 所以纳税是你的义务 但是慈善是你的权利 是吧 因为慈善是你可以不做的 是吧 但是你做了 大家就很佩服 是吧 认为你真的是个好人 你做了该做的事 是吧 这个是确切地讲 这叫做正确地 行使了自己的权利 当然这个权利 也有好像不那么正确的 是吧 比如说 你是用了你自己的权利 但是这个权利 是吧 好像是不太 动机不太善 是吧 什么什么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只是为了你牟利 是吧 那个比如说 你在公共场所抽烟 假定 假定这个 这个国家没有公共场所的禁烟令 是吧 那么没有禁烟令 也就意味着你抽烟是可以的 是吧 因为你是 你这个权利没有被剥夺 是吧 可是你是不是该抽烟呢 是吧 那当然你就不应该 是吧 因为你抽烟影响了别人 是吧 假如 假如这个 有禁烟令了 那你根本就没有抽烟的权利 是吧 但是这一切 都是首先在你的权利 清楚的情况下 才能做下一步的判断的 为什么孟子对莫迪和杨朱都很讨厌呢 那就是因为这两个人都威胁了小共同体本位 是吧 按照孟子的说法 是吧 这本来这应该这些权利应该是归小共同体的 或者说是归父母的 或者说是归家的 是吧 结果一个人说 那就该归我 另外一个人说 那是该归天下 是吧 那个 所以莫迪都 孟子都认为是很糟糕 可是 尽管孟子做了这个批判 但是后来的发展呢 其实出乎他的预料 后来得势的 既不是莫迪 也不是杨朱 是吧 相反杨朱莫迪 这两支学问呢 当初好像是显学 是吧 天下之人 不归阳则归末 好像如果按照孟子的说法 那个时候 好像天下就只有 莫迪和杨朱这两派了 是吧 大家都是其中之一 可是很有意思 到了后来 这两家不仅消失 不仅衰落了 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消失了 是吧 这个杨朱的著作 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 根本就没有 是吧 莫迪呢 我们现在有一本莫经 可是这个莫经啊 说实在的 和我们一般理解的莫迪的思想 一点没有关系 是吧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莫经 基本上讲的是一些技术性的东西 是吧 所以有人把它归为科技史的著作 是吧 而且里头还有一些 讲怎么推断的 就是那个所谓的莫辩逻辑 是吧 它有一些关于逻辑的知识 但是它关于社会的观点 关于那个诸子北家中的那些争论 是吧 关于它的政治社会 这些立场 完全看不到 是吧 所谓的摩顶放纵 立天下而为之 这些话也不见于现在的莫经 是吧 也就是说莫子的这些思想 实际上也已经阴没了 但是虽然这两制阴没了 可是对小共同体的破坏 从这两个方面的破坏 是吧 从内部鼓吹六亲不认 从外部鼓吹国家的强制 是吧 这两种东西 不但没有随着杨莫两家的消除而消除 反而是吧 搞得越来越厉害 最终就瓦解了周治 是吧 使得这个社会走向了秦治 那么为这一套做论证的就是法家 法家其实是阳莫这两家的一个结合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它是鼓吹六亲不认的 可是鼓吹六亲不认 是吧 它不是基于尊重你每一个人的权利 是吧 鼓吹六亲不认 实际上是想 瓦解小共同体 以便于皇上的集权 是吧 那么同时它又是鼓吹天下的 是吧 为了天下 它可以剥夺你的一切 可是它讲的这个天下 又不是孟子讲的 是吧 弱者的 或者说是老百姓的天下 它讲的天下是什么天下 就是皇上的天下 是吧 讲得简单点 为天下剥夺你 实际上在法家看来 就是为皇上剥夺你 是吧 因此啊 这个后来我们看到的 既不是阳珠 也不是墨迪 但是周治 的确是 的确是没落了 是吧 那么没落了以后 出现的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就是法家 那么法家我前面讲过 它的那个先驱 就是什么管子 资产 这里我要讲啊 管子这部著作啊 很多人说是代表了 法家的思想的 其中有一句话 就是直接批评孟子的 是吧 就是孟子那句话 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 则天下平 是吧 然后管子就骂了一句 说这样怎么行呢 亲亲则别 爱事则显 民众以别显 唯物则民乱 是吧 就是说不能够 各亲其亲 各长其长 是吧 可是管子这本书的作者 是有争议的 是吧 一般人们 一般 大家现在都不认为是 春秋的那个管仲写的 是吧 因为这个管子这本书 提到的很多人 很多事都是后来的 是吧 管仲不可能写这本书 有的人说 他成熟于战国 有的人甚至说 他成熟于西汉 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是一部 带有法家倾向的书 是吧 那么到了以后 有所谓的商鞅 有所谓的申不汉 圣道等等 然后到了战国晚年 是吧 出了一件事 就是由于法家的势力越来越大 导致儒家产生了分化 是吧 就叫做儒分为八 是吧 其中这个儒家分成八派 其中这个八派中啊 有一支是仍然坚持 维护周治 强烈反对秦治的 那就是孟子这一派 是吧 通常叫做师孟学派 是吧 鼓吹什么民为贵 设计赤子 君为亲 是吧 鼓吹民本 反对 那个那个那个 军权 是吧 那么还有一支相反的 就是寻子 是吧 那么寻子这个人呢 现在是有争议的 有人说他是儒家 有人说他是法家 是吧 其实照我看很简单 他其实就是办儒办法 是吧 他是代表着 当时法家的大势所趋 是吧 然后儒家 看样子 这个周治也维护不住了 是吧 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人 时时务者 为俊杰 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立场 是吧 那么这些人 但是他们虽然调整了自己的立场 还是有带有一点儒家的色彩 是吧 那么这些人呢 一个典型就是寻子 是吧 寻子本身是办法办儒的 但是他的两个学最有名的学生 都是很极端的法家 是吧 一个是 秦始皇的宰相李施 是吧 一个是秦始皇最器重的理论家 韩非 那么这两个人 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法家了 是吧 但是这两个人的老师是寻子 寻子很多人又认为 是在有 是儒家这条线上的 所以现在也有些人说 其实儒法没有太大的区别 是吧 儒法本来是一家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是吧 因为假如你说 寻子是韩非理事的老师 是吧 其实 寻子本身 他就已经不是 纯粹的儒家了 而且 而且儒家的根源 儒家的 那个 开创者 也不是寻子 是吧 寻子只不过就是 词诗物者 为俊杰 是吧 向法家 靠拢了而已 是吧 那比寻子更 比寻子更早的 纯粹的法家 那还有好多 是吧 包括商鞅啊 这些人都是 是吧 所以法家是 他有他的单独的源流的 那么我们现在 不管他的源流吧 我们只想讲 法家是做什么 法家是 是吧 法家是 他的主张是什么呢 这里我要讲 我刚才给大家讲了 很多关于儒家的主张 只要把这些主张 颠倒过来 几乎就是 法家的主张 是吧 所以 儒法之间的距离 非常之大 我觉得这是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是吧 比如说 儒家基于 小共同体 本位的 一种条件 是吧 他是主张性善论的 是吧 既然我们大家都 生活在一个 亲人社会里 是吧 那么我们都是 互相为 我们都是 会考虑别人的 是吧 不是利己的 是利他的 是吧 那个 所谓的 母爱是 无私的 是吧 所谓的 虎毒不食指 但是 韩非就 截然相反 韩非说 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 就是 互相算计的 是吧 性恶论 是吧 韩非 不但是 性恶论者 而且我认为 韩非是我所看到的 古今中外的 思想资料中 最极端的 性恶论者 是吧 比所谓的 西方的 性恶论 那可是 极端的 多了 是吧 我们现在知道 西方的 性恶论呢 最经典的 一句话 就是 霍布斯的 那句话 是吧 霍布斯说 人类一早期 就是个丛林社会 是吧 弱肉强食 是吧 人对于人是狼 是吧 这是 霍布斯的一句名言 他认为 人与人之间 就是互相算计的 是吧 可是 霍布斯这句话 其实在西方 是有人反驳的 是吧 比如说洛克 他就是 基本上被认为 是性恶论者 他是反驳 那个霍布斯的 是吧 我们且不说 这个 我们就说霍布斯 霍布斯 人对于人是狼 这个说法 很极端 是吧 的确是性恶论 可是有两点 那就是 第一霍布斯 讲的人对于人是狼 基本上讲的是 陌生人 是吧 就是 普通的两个人 没有关系的两个人 那他们肯定是 各自都是自利的 是吧 霍布斯 就没有 把这个人对于人是狼 延伸到 熟人社会 亲人社会 甚至至亲骨肉之中 是吧 在霍布斯的著作中 曾经有人提过这个问题 你说人是 人对于人是狼 那父母对孩子 是不是狼呢 是吧 那个霍布斯 其实他对这个问题 是很纠结的 是吧 他曾经前后有过 不一样的回答 是吧 一开始他说 他说好像父母 应该也是为自己考虑的 因为他养儿 是为了讲大 给他 讲的简单点 就是养儿防老 是吧 所以他说 这个父母还是 其实还是自私的 是吧 但是后来又有人说 那有些 比如说 那个残疾的孩子 什么什么 父母也仍然是很爱他 是吧 那又怎么解释呢 后来他 其实这个霍布斯 他最后还是承认 是吧 这个亲人之间的爱 有些是不那么功利的 是吧 也就是说 不能说只是为了自己的 可是 韩非就不是这样 是吧 韩非是我看到的 唯一的一个 把这个 这个人对于人是狼 这个逻辑 延伸到自亲骨肉之中 而且他认为是没有例外的 是吧 那么他曾经讲过 是吧 他说这个 夫以妻之近 及子之亲 而由不可信 则其余无可信 则矣 是吧 他说老婆孩子 都是不可信的 都要算计你 是吧 他说 父子自亲也 而或桥或愿者 皆邪自为心也 是吧 说这个父子 大家都认为是最亲的了吧 说是 但是实际上父子 都是勾心斗甲的 是吧 都是各想各的 那是肯定是 不会真正的 一心的 是吧 那么他为了证明这一点 他还讲了很多例子 举了很多故事 是吧 这里我要讲 我们中国文化 有一个特点 很有意思 就古代的那些 朱子北加 他们为了说服别人 他们说实在的 都不是很枯燥的 那个板着脸讯人 他们经常都是讲很多故事 是吧 所以那个子书啊 朱子北加的书中啊 有的时候读起来蛮生动的 是吧 一个故事套着 一个故事 一个故事套着 一个故事 其实都是要证明他讲的 那个道理 那么韩非 大家知道 韩非的这个学问 是为谁做的呢 就是为皇帝做的 是吧 韩非子这本书 本来他就不想给老百姓看 是吧 他就是想给 那个皇上看 让皇上 那个器重他 是吧 所以他讲的那些 都是为皇上想的 是吧 他就讲 他里头有一段话提到 他说啊 比如说你这个皇上 你有很多妃子 是吧 然后你就 你有很多老婆 然后你特别器重 特别爱其中的一个老婆 你给了他很多东西 是吧 把他扶植到一个 很高的位置上 是吧 然后 这个这个 让他的孩子 当了太子 说 这个 你最爱的这个老婆 是不是就会爱你呢 是吧 韩非的回答说 不是的 往往最希望你快点死掉的 就是这个老婆 是吧 为什么呢 他说啊 这个韩非很有意思 他说啊 这个这个女人到了三十岁 就不漂亮了 男人到了五十岁 还有性欲 是吧 因此如果你不早点死 你就会看上别的这个女人 是吧 那他已经得到的一切 就可能会失去 是吧 所以他的 他的打算就是 是吧 趁你现在宠爱他 他所想希望得到的一切 都得到了 然后你就赶快死 是吧 如果你不死 那么他就会觉得有威胁 最希望你找死的 就是你最爱的这个老婆 是吧 然后他说 儿子也是这样 是吧 他说你有一大堆儿子 那么你最爱其中的一个 是吧 那你就立他为太子 是吧 那这个人就会因为 你爱他 他就爱你吗 所以如果你这样想就错了 是吧 最希望你找死的 也是他 是吧 因为 又也是这种逻辑 是吧 就是说如果你 那个 如果你不早点死 很可能你的 就会改变心意 是吧 就会立了别的 是吧 那现在既然你立了他 是吧 趁你 趁你还没改变主意之前 你赶快死掉 是吧 所以 那个 所以你不要相信任何人 包括老婆孩子 包括你最爱的老婆 和最爱的孩子 是吧 这个不仅自亲骨肉之间 是互相算计的 而且自亲中的自亲 是吧 也就是说 所有的老婆中 你最宠的一个 所有的孩子中 你最宠的一个 还是对你不怀好意的 他把这个新恶论 讲得那么透 是吧 说实在的 我没有见过其他的人 这么讲的 是吧 然后他说 他说连这些骨肉之情 都是靠不住的 其他人能靠得住吗 所以他说 你不要相信其他人 说他怎么忠于你 他怎么爱你 是吧 他怎么 对你有多深的感情 这全是胡说 感情再深 能比得上老婆孩子吗 老婆孩子都要算计你 你还能相信谁呢 是吧 他说 其实很简单 那些大臣 愿意为你卖命 那就是为了得到高官厚禄 是吧 他举了个例子 他说有一个长工 很卖力地给主人 干活 是吧 这是爱主人吗 不是的 那是因为他干得多 他的收入就会高 他其实是为了自己 是吧 我觉得韩非 至少他讲的一件事 就是他认为 这个你的大臣 能够为你卖命 其实不是为了你好 就是为了高官厚禄 是吧 讲得简单一点 他是受你雇的 是吧 他从你那里 他为你效劳 就是为了得到回报 是吧 这个不是为了别的 那么为什么 他不违背你的意志呢 是吧 这个韩非说啊 这个 他不违背你的意志 也不是他不想违背 是吧 他和你又没有骨肉之心 骨肉之情 他有什么理由 为你着想啊 他不愿违背你 其实原因只有一个 他怕你杀他的头 是吧 那个那个 还有第二个 就是他没有党羽 是吧 所以他说啊 一个君主 如果能够要治理好 其实你就掌握两条 一条是 重赏 一条是 重罚 是吧 这些人为你 干活 都是图赏 是吧 所以 不管他爱不爱你 你只要重赏 重赏之下 就必有勇夫 是吧 那么这些人 不敢背叛你 都是怕罚 是吧 所以你也不用管他 爱不爱你 是吧 你只要严行俊法 大家就不敢违背你的意志 是吧 所以他说什么道德 什么什么传是假的 是吧 只有赏罚是真的 是吧 只要赏罚分明 是吧 我的这个政治 我的这个 就可以维护下去 而且他说啊 对任何人来讲 都是无例外的 是吧 自清骨肉 也是一样 是吧 所以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啊 他说法家听起来 好像也很美 因为他是主张 法不阿贵 是吧 就是对 所谓的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是吧 就对所有的人 都是同样看待 这里我要讲 法家的确是 对所有的人 都同样看待 但是所谓的 对所有的人 都同样看待 并不是认为 所有的人 都有同样的权利 是吧 都是用于 同样的 正义标准 是吧 法家为什么 把所有的人 都同样看待呢 那是因为 他认为 所有的人 都有可能 是你的敌人 是吧 连至亲骨肉 在内 是吧 你对谁 都不要心软 是吧 你对谁 都不要 抱着一种 是吧 好像他是我的 那个 亲戚 是吧 他就 好像对我就有一种 那种爱戴 是吧 你不要讲这些东西 是吧 你要相信一点 你要把所有的人 都看作 是吧 如果他们为你 如果他们为你办事 那就是要赏的 是吧 那就是土赏的 如果他们 你想让他们不违背你 那就是要用杀头来威胁 是吧 所以他说啊 在你的意志面前 他们是平等的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法家的人人平等 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法家杀宰相 和杀一个乞丐 应该是一样的 是吧 没有什么你特别尊贵 我就要给你面子 这个说法 但是 这个平等 严格的说 不是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而是在皇帝的意志面前 人人平等 讲的简单一点 法家的意思是说 皇上要杀谁 就可以杀谁 是吧 不管是 是吧 什么老婆孩子 是吧 什么宰相 是吧 什么贵族 是吧 我要赏谁 就赏谁 要罚谁 就罚谁 要宰了谁 就宰了谁 要提拔谁 就提拔谁 是吧 只要我高兴 我可以把一个乞丐 提拔为宰相 是吧 那么只要我一不高兴 我就可以把一个宰相 传家都杀光 是吧 这个没有什么区别 他不承认有什么贵贱之分 是吧 可是 这是不是就表明 这个法家很重视正义呢 是吧 不是的 所以啊 到了汉代啊 有一个现象非常有意思 大家知道 秦朝的这个制度啊 到了汉代 还是延续的 是吧 而且现在有人专门考证了 汉代虽然是 好像是独尊如数 但是汉代的法律体系 一直是秦代的法律体系 一直原用的 是吧 到了三国的时候 中国的法律体系 才发生了变化 是吧 成群刘少修律 是吧 实行所谓的 法律的儒家化 是吧 那么在 在这之前呢 两汉的法律 仍然是法家的法律 是吧 那么当时 汉代的大臣啊 如果按照 汉代的那些官员啊 如果按照司马迁的说法 有两种官员 一种官员叫 循立 是吧 什么叫循立呢 就是这些人比较 群规蹈矩 是吧 比较 做事有自己的分寸 是吧 他们都是相信儒家的 是吧 他们有 经常考虑道德的 那个那个约束 是吧 他们对自己要求很严 他们也经常对老百姓 进行教化 是吧 都希望把大家给搞成 善良的 是吧 中教化 不中刑罚 这就是 群立 是吧 据说群立 主要是受到儒家的影响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官员 叫做库立 是吧 这个库立是什么意思呢 库立是根本不讲教化的 是吧 库立认为人 是吧 如果用一句 现在的说法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法学家 是吧 汉代的很多法律 就是他们 编写的 是吧 可是后来有人就发现一个现象 说这些库立啊 恰恰是 是吧 真的要用到法律的时候 恰恰是他们 非常喜欢 所谓的五文弄法 什么叫做五文弄法呢 就是对法律进行任意的解释 这个法律是他们自己定的 但是他们往往 是吧 有非常大的自由材料权 什么自由材料权呢 其实就是看上面的颜色 是吧 比如说 这个人明明没有罪的 但是上面认为 要杀掉 那你就 罗子罪名 把他给杀了 是吧 哪怕他无辜的 也要杀 是吧 那么上面认为这个人是 应该放的 哪怕这个人明明是犯了很大的罪 是吧 但是他 是吧 上面喜欢这个人 是吧 要留这个人 是吧 那不管怎么样 是吧 你也就 取法 就是 是吧 就就就 也要放 是吧 用当时的说法叫做 不循三次法 专以 人主义子为誉 是吧 就是说实际上 他根本就不按照法律的条文 而是按照什么呢 而是按照上师的 眼色 是吧 上师喜欢的人 那么 他犯了罪 我也要把他弄成没罪的 上师反感的人 哪怕他没罪 我也要 把他给整死 是吧 所爱者 老法活之 所证者 取法灭之 为了迎合人主 什么老法 取法 玩法 汪法的事情 都可以干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酷吏 酷吏是不讲道德的 但是他是不是就讲法治呢 是吧 好像也不怎么讲 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平等呢 他的确也很平等 所谓的平等 就是在上头的意志面前 人人平等 是吧 也就是说上面要杀谁 就杀谁 他没有区别对待 在这一点上 他是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的 是吧 也就是说 只要皇上想杀你 不管你是我的爹 我的妈 什么什么都可以杀 是吧 只要皇上 想保你 是吧 哪怕你就是个流氓 我也可以保 是吧 在这一点上 的确是 人人平等 但是 说实在的 这不是在正义面前 人人平等 是吧 不是在 公民基本权力 面前 人人平等 这只是在皇帝的意志面前 人人平等 为什么人人平等 原因就是我讲的 皇上不相信任何人 是吧 不相信 包括老婆孩子 是吧 他认为任何人都可能 那个那个 危害他 是吧 因此对任何人 都不能心持手软 那么这些学者啊 他们 认为啊 实际上你从历史上看 恰恰是所谓的 巡历 是吧 就是受儒家影响的那些人 他们平时宗教化 是吧 他们平时相信道德的力量 是吧 他们自己也比较 严于律己 但是如果真正的要 涉及到刑事案件 倒是他们 比较遵守法律的规定 是吧 就是法律该杀的就杀 法律该放的就放 是吧 不能够让上级的 不看上级的眼色办事 是吧 就是按照法律 为什么呢 是吧 因为是吧 如果从法治的角度讲 他们要维护法律的权威 但是更重要的是 是吧 他们有道德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 那个荀子有一句话吗 当然荀子后来是 违背了这个话的 叫做 从道不从君 是吧 也就是说 在那个道德道统 是吧 和皇帝的意志 发生矛盾的时候 我要服从道统 我不能服从皇上 是吧 所以导师这些人 这些人是主张德制的 但是这些人 其实并不妨碍法治 是吧 而反而是法家 是吧 他们不讲道德的 他们不讲德制的 但是实际上 他们自己也并不那么真正的忠于法律 包括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 是吧 其实他们真正重视的是上头的意志 是吧 或者说是皇上的意志 是吧 当时就有人指责他们 无视三尺之法 那个古代的 没有纸 那个文字都是写在组简上的 古代的组简专门有一种固定的规格 就是法律的组简必须是长三尺的 是吧 然后那个五经 就是四十五经的五经 必须用多大的尺寸 是吧 然后那个解经的 那些一般的著作 必须用多大的纸径 那个长度 是吧 当时的法律都是用三尺长的组简写的 所以叫三尺之法 是吧 那么有人说他们无视三尺之法 是吧 这个张汤 是吧 这些枯利公然就说 三尺安出齋 前主所住是为律 后主所书是为令 当时为是和谷之法 是吧 他说你说让我们按法律办事 法律是怎么来的呀 法律不就是皇上的意志吗 是吧 按皇上的意志办 那就是法律 是吧 皇上的意志是经常变的 怎么办呢 是吧 我们就按现在的皇上怎么说的 是吧 那个以前他说过的 他现在变了 那就变了 是吧 皇上说这个人 他以前说这个人不该杀 现在他说该杀 那就杀了 先帝喜欢这个人 是吧 但是经上讨厌这个人 是吧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按照经上的 是吧 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 皇帝的意志 我们也看最近的 是吧 那个以前的都可以不管 那么三尺之法 当然就更无所谓了 我们在皇帝的意志面前 人人人平等 那就行了 是吧 所以啊 这里我要讲 我们以前的一种说法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我们老讲 中国的问题是所谓的 德制与法制的毛病 的对立 是吧 这个我们现在要推行法制 就要排斥德制 是吧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是吧 从我刚才讲的故事看 是吧 其实啊 中国古代真的导致 那个 银食 舞弊 是吧 真的导致 汪法的 是吧 其实不是什么道德 是吧 不是因为人们过于重视道德 所以就不严格按法律的办事 是吧 恰恰不严格按法律办事 都是因为 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道德观念 是吧 而这个群力反而是不是这样的 我上次讲这个法家的这个性恶论啊 它的确是人类历史上很罕见的一种非常彻底的性恶论 实际上法家的所谓的这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应该说是王子得罪了皇上与庶民同罪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法家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杀 是吧 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危害皇上 是吧 包括皇上的自情骨肉 是吧 所以皇上对任何人都不可以不讲情面 也没什么道德啊 什么什么这方面的那个顾忌 你想杀你就可以杀任何人 是吧 你想重赏 你也可以重赏任何人 是吧 皇上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办任何事 可以把一个乞丐提拔成宰相 也可以把宰相杀掉传家 是吧 但是这和什么正义啊 什么人们的平等权利啊 毫无关系 是吧 所以那个张汤那句话嘛 就是这个这个所谓的杀人 是吧 人家说你怎么不按法律呢 他说这个法律算个鬼啊 是吧 法律不就是皇帝的意志吗 皇帝怎么想的什么就是法律 皇帝想要杀这个人 是吧 他是宰相也可以杀 他没罪的也可以杀 那么皇上如果要保这个人 这个人是乞丐也可以保 是吧 这个人是罪犯 也同样也同样可以保 是吧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啊 其实我们固然不能说 那个所谓的寻吏 是吧 或者说所谓的儒家 他就是主张法治的 是吧 当然那个时代 儒家也谈不上什么 现在的法治 是吧 可是如果真的要把这个所谓的三尺之法当做一种不以皇帝的意志 或者说不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标准的话 是吧 当然法治的意义不仅仅是有客观标准 是吧 还有别的 实际上现代法治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平等的公民权 是吧 但是我们即使不考虑这个 我们即使把这个所谓的法治按照最简单的说法 就是有一个客观标准 那么真正能够尊重这个客观标准的 也是当时的所谓的寻吏 而不是酷吏 是吧 或者说是儒家而不是法家 讲的简单一点 在道德可以起作用的情况下 儒家是讲道德的 但是如果真的需要用法律 那么也恰恰是这些有道德的人 是吧 而比较能够捐持法律 是吧 不看上面的眼色办事 而这个所谓的法家 哪怕他们很熟悉法律 哪怕法律就是他们自己定的 实际上他们也不当一回事的 因为他们真正是吧 看中的其实就是上面的眼色 既不是道德 也不是什么法律 法家的这个极端的性恶论 导致他们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敌人 是吧 那么当然也就造成了这个 这个所谓的 就是不讲情面了 是吧 法家的确是不讲情面 是吧 这个不讲情面不见得就是公平的 是吧 不讲情面 但是要讲权力 是吧 但是要讲上面的眼色 这个维护皇帝的意志 可以不讲情面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 那么这种新恶论的确是 非常之极端 它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 我们知道的主要的法家人物 大多数都不得善终 是吧 从商鞅一直到韩非 李斯 这些人几乎都是死于非命的 是吧 为什么会死于非命呢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 你本身你就教皇上 任何人都可能是你的敌人 任何人你都不能相信 是吧 那个你最宠爱的妃子 你也不能相信 你最宠爱的太子 你也不能相信 连你爹都不能相信 凭什么你就要相信我呢 是吧 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可能是坏人 为什么我就不可能成为坏人呢 是吧 而且我还特别聪明 是吧 像什么商鞅啊 韩非啊 你读他们的书给人的一个感觉 就是这些人把什么都看透了 这些人绝顶聪明 是吧 绝顶聪明 你又不能保证他 不然坏心 是吧 那像这样的人 我们怎么能信得过啊 是吧 所以这个法家的 法家讲的这一套 皇帝是听在耳朵里了 但是法家的这些人 皇上是不会 是不会放心的 是吧 你既然那么绝顶聪明 你既然把什么都看透了 是吧 那将来你一旦跟我作对 那还得了吗 是吧 谁能保证你不跟我作对啊 是吧 所以这些人都是要不得的 是吧 这些人都被杀掉了 法家性恶论的 第二个极端的之处 就在于 所有其他人的性恶论 都只是作为一种 事实判断的性恶论 这种性恶论 就不是事实判断的性恶论 而是一种价值判断的性恶论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性恶比性善好 是吧 像这样讲这样话的人 其实是非常之少的 但是法家他就是这么主张的 是吧 因为法家从他刚才的逻辑中 他就推出一条 是吧 他说这个皇上治理国家 你靠仁义道德 靠亲情 是吧 那是行不通的 没有一个人会对你真的好的 是吧 聪明的皇上 不需要相信别人 表达对你的 那个什么忠诚啊 什么 什么什么 这些 这些都是假的 是吧 在法家看来 那哪怕就是最 表示效忠你的 你的人 也是一些 是吧 什么什么 就是我们后来讲的 什么万岁不离口 语路不离手 当面说好话 背后下毒手的人 是吧 法家帝王 从来没相信过任何人 包括他的亲密战友也好 谁谁谁也好 是吧 那他不能寄希望于 大家对你的忠诚 那么他能寄希望于什么呢 他就寄希望于 你的徒利之心 和怕死之心 是吧 讲得简单一点 他已经讲了 你能够为我之用 是因为你徒我的赏 你不敢违背我 是因为你害怕我的惩罚 是吧 讲得简单一点 这个韩非就讲 是吧 君之于臣 无骨肉之亲也 是吧 所以不敢盼者 辅于事也 是吧 讲得简单一点 就是 是吧 你又不是我的骨肉 其实说实在的 在法家看来 连骨肉都靠不住 何况这些人又不是骨肉 是吧 那他为什么不违背我呢 就是怕我杀头 是吧 他为什么为我干事呢 就是图我的高官厚禄 是吧 所以假如一旦有一天 人们既不怕他杀 又不图他的高官厚禄 法家就觉得非常危险 是吧 这个天下怎么能治理啊 是吧 我罚 人家也不怕 我赏 人家也不图 那还得了吗 是吧 所以这个法家最怕的就是这 是吧 所以法家历来就喜欢大家 既图赏 又怕死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那个儒家有一些言论 在法家看来那就是完全是傻乎乎的怪论 是吧 比如那个儒家历代都有这么一种说法 是吧 说那个治理天下要靠道德 什么叫道德呢 具体的说就是所谓的文官不爱钱 武官不怕死 什么于谦啊 什么赵谱啊 后来的很多人都讲过这个话 实际上啊 韩非子里头就专门有一句话说 是吧 说这个 如果这个官既不爱钱 又不怕死 那他很可能就是最危险的人 是吧 我绝对要把它清除掉的 韩非说 若此臣者 不畏众诛 不利众赏 不可以罚敬也 不可以赏死也 此为之无义之臣也 无所少而去则也 是吧 也就是说这样的大臣 是吧 我怎么能放心呢 是吧 我怎么敢用呢 像这样的人 不畏众诛 我杀他他也不怕 我赏他他也不图 是吧 不可以罚敬也 不可以赏死也 是吧 他要干什么东西 我也不能用惩罚 他也不怕我的惩罚 也不图我的赏赐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这些人是无义之臣也 对我没好处的 是吧 有一两个还可以 如果多了那还得了吗 是吧 所以无所少而去则也 是吧 这些人我要消除 我觉得有一个说法 我们现在就值得反思 是吧 以前在批儒的时候啊 很多人都给儒家扣了一顶帽子 叫做虚伪 是吧 说那个儒家讲的那个道德 诚意很高 但是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是吧 就是那个 所以儒家的道德往往是一种高调 是吧 那么这个和人们的内心世界 有很大的距离 是吧 那么有一句很挖苦的话嘛 就是所谓的伪道学 是吧 还有一个说法就更尖锐了 说这叫做满嘴的人意道德 一肚子男道女仓 是吧 那个五四的时候 这些话是特别多的 是吧 这里我要讲啊 这个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虚伪啊 它实际上讲的是两种东西 是吧 一种是 你心里想的 和你嘴上说的不一致 是吧 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心口不一 是吧 还有一种讲的 就是还有一种所谓的虚伪 也是指你嘴上讲的和你实际做的不一致 就是所谓的言行不一 这两种虚伪 其实它的那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 你心里讲的 脑里想的 是不是都能变成你嘴里说的和纸上写的呢 是吧 嘴里说的纸上写的是让大家看见的 是吧 但是你心里想的是不是都希望大家知道呢 是吧 说实在的 在这个方面啊 我觉得和学派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是吧 人们能不能做到心口如一 是吧 能不能做到心口如一 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你是儒家 是法家 还是马克思主义者 还是什么别的主义者吗 是吧 大家想想取决于什么 是吧 在什么条件下 人们愿意把自己心里的话讲出来 没有危险的时候 对 这个虚伪不虚伪 不取决于什么学派 第一 取决于有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 是吧 这是第一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下 大家讲的都是假话 假如完全言论自由了 当然就可以减少虚伪 是吧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言论自由条件下 是不是就可以完全做到 是吧 人们心里讲的都希望别人知道呢 是吧 当然也不是 是吧 因为即使在言论最自由的情况下 人们还是有隐私的 隐私不仅是难免的 而且隐私 甚至还是人们的一项合理的权利 人们就是有权利 有些东西不让别人知道的 是吧 而且不但人 甚至动物都是这样 是吧 这个人要化妆 是吧 要美容 动物也有 是吧 用什么美丽的羽毛来装饰 自己的这种习惯 怎么避免好事 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呢 其实还是得靠制度的约束 是吧 可是有人又进一步分析说 其实 最糟糕的情况都还不是这种 是吧 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呢 最糟糕的情况是 伪恶 是吧 什么叫做伪恶呢 就是说 有一种条件使得你 哪怕你心里并不恶 哪怕你 是吧 其实是个比较高尚 不是那么邪恶的人 但是这个条件使得你 不得不做坏事 而不能做好事 是吧 你捏着鼻子也要做坏事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就叫做伪恶 是吧 也就是说你心里并不是那么恶 但是你也不得不做恶事 是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我们像经常讲的伪心 做了那个坏事 是吧 我们像提到文革的时候 经常讲某某人 在文革中 伪心做了一些什么什么事 是吧 所谓伪心做了一些什么事 意思就是说 这个坏事他本来是不想做的 是吧 但是这个环境所迫 他还是不得不做 是吧 哪怕是要装一个坏人 你都得装 是吧 当然装坏人不是只是说说而已 而是你真的就要做坏事 你不做坏事 你就待不住 是吧 那么这种恶 那真的就是最糟糕的了 因为如果一旦社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 那说实在的 那就不但坏人可以做坏事 那好人都要被迫做坏事 那好人就会变坏了 这些学者提出啊 说正如伪善和真善之间 没有鸿沟一样 伪恶和真恶之间 也是没有鸿沟的 是吧 你原来做坏事 你是违心的 是吧 你本来不想做的 是吧 你还是有良心的 但是做着做着你就习惯了 是吧 做着做着你的良心就泯灭了 是吧 到了一定程度 你就真的成了个大坏蛋了 是吧 那么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是吧 那么如果我们用虚伪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是吧 那么如果有人指责说儒家有伪善的东西 是吧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 我是可以接受的 是吧 的确儒家唱的调子是比较高 是吧 而且老师说儒家唱的那个调子 我前面已经讲过 是吧 在小共同体本位条件下 可以实现的那个程度就比较高 但是在大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 在情字条件下 那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是吧 但是你心里有这个想法 当然也不是坏事 很多人呢 他也认为法家讲的那个话很难听 赤裸裸的与老百姓为敌的 是吧 赤裸裸的反对仁义道德的 是吧 这些话讲的很难听 但是这些人有一个为法家辩护的说法 说法家讲的话虽然难听 但是他们坦率 是吧 他们那个不虚伪 是吧 他们那个 那个是讲真话的人 是吧 那么法家果然是讲真话的人吗 法家果然不虚伪吗 是吧 其实啊 用我刚才讲的逻辑讲 是吧 法家当然也是虚伪的 他的虚伪就在于 法家制造了一种 伪恶的氛围 是吧 也就是说如果说儒家 是吧 你可以对儒家批评 是吧 说儒家伪善 那么法家就不是伪善的问题 而是伪恶 是吧 因为如果按照我刚才韩非 对人性的这种判断 以及他刚才讲的那种价值的定位 是吧 也就是说人是应该性恶的 作为一个皇上 我希望我的 那个手下的官都是 既怕死又爱钱 是吧 那爱钱 他就可以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为我办事 是吧 怕死 他就不敢造反 是吧 如果他 那个 既不爱钱 又不怕死 那他就 很有可能 就是 就是我要把他清除 是吧 那如果你是这样想 那就难怪在秦治下 是吧 我们大量看到的是所谓的伪恶的故事 像这样的事 我们可以举出一大堆 这样的现象是怎么会产生的呢 是吧 当然就是和法家的这个体制是有关的 是吧 因为法家这个体制 它就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 是吧 你不性恶 他不放心 古代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这个故事当然是汉代人写的一个预言 是吧 他讲的是那个燕英 是吧 就是那个齐国的燕子 这个人大家可能也知道 很有名 什么燕子石楚啊 什么之类的 那么 这个故事是说 有一次那个齐王让燕英去治理东俄 是吧 就是现在出俄交的那个地方 是吧 然后那个燕英治理东俄三年 据说是政绩井然 是吧 说那个 像老百姓征收的付税很少 而且很清廉 是吧 而且为老百姓办了很多事 是吧 老百姓都非常歌颂他 他的威望很高 是吧 结果后来 三年过后 他回到朝廷汇报 那个齐王板着脸说 哎 我听说很多人都讲 说你在下面搞得很不好 是吧 你整天为了收买民心 是吧 搞了很多 那个 那个违反中央政策的事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你要警惕 然后燕英说 哎呀 皇上我真的是做错了 你再给我三年时间 我一定改过 给你看 是吧 然后那个皇上说 那行 你试试吧 是吧 然后他又去干了三年 是吧 然后在这三年 他就把老百姓 那个压榨的 验声载道 是吧 做了很多的坏事 是吧 然后那个 那个自己捞了很多钱 是吧 然后到了 过了三年 又跑到皇上那里去汇报了 然后皇上说 说哎呦 这个大家都反映 你干得真是不错 这个符合 这个这个 我们现在的 大家都很满意 是吧 然后燕英就说 说我原来 这个连接奉公 勤勤恳恳的干了三年 结果你说我不行 是吧 结果我现在实际上是干的 乱七八糟 是吧 结果你反而说我干得很好 这个官看来我没法做了 于是他就辞职了 是吧 这个故事当然不是真的有的 是吧 那个是汉代的人编出来的 但是这个故事 其实也说明了一点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伪恶 那么你理解这个 法家的这种 对人性的这种判断了 你也可以理解法家的 这些君主的一些心理 是吧 比如说 他既然是持这样一种性恶论 那么他当然 他把他的统治的稳固 是吧 寄托于所谓的赏罚 是吧 所谓的 就是讲的简单点 就是权术 是吧 那么他是无论如何 不能把那个希望寄托于 就是别人对他的真心的拥护和爱戴上的 是吧 所以这个 整个这个韩非子这本书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他的 那个主题思想 是吧 我觉得 有一个人 他不一定看过韩非子这本书 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 是吧 但是他讲的这个话 我觉得就是韩非子这本书的核心思想 孔车沃别墅有斯大林的藏书 是吧 那么这个藏书当时也开放了 那些学者凭着证明就可以去看 斯大林的藏书有个特点 它上面有很多媒批 是吧 那么其中有一本书上 一些学者就公布了 斯大林的两段那个首集 是吧 连照片都登出来了 是吧 这两句话非常有意思 一句话是 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 是吧 这是一句话 另一句话是 一 懦弱 二 愚蠢 三 懒惰 除三者以外 一切皆美德 是吧 就是说 作为一个君主 你真正要提防的是三个东西 第一 你不能懦弱 所谓懦弱就是你不能心持手软 是吧 你一定要心狠手辣 是吧 第二 你不能愚蠢 是吧 也就是说 你不能被别人玩了 你一定要玩过别人 你一定要比别人更有心计 是吧 第三 你不能懒惰 是吧 也就是说你不能把什么事情都让别人去干 你要把那个权力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是吧 你一定要干事 是吧 你不要相信别人 是吧 把这些事情都委托给别人 是吧 第一 不要懒惰 第二 不要懒弱 第三 不要愚蠢 除此以外 一切皆美德 也就是说 你只要做到了这三点 你怎么心狠手辣 怎么样都是可以的 是吧 除此以外 你不必顾计其他的事 这两句话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 是吧 如果假如大家看过君王论也看过韩非子的话 我相信大家还会认为韩非子更胜一筹 是吧 讲那个性恶论 讲那个全书 要比马基亚维里讲的 讲的更透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啊 的确是非常有用的 是吧 北戴都行情政制 而这个情制啊 它当然就是法家的这一套 是吧 那么这一套有一些什么特点呢 其实总的特点讲 我觉得就是把原来周治或者儒家主张的小共同体的那一套彻底颠覆 是吧 变成是大共同体本位的 而要做到大共同体本位 实际上是需要解构小共同体的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在小共同体内部 那个制造离心倾向 是吧 希望大家六亲不认 因此啊 这个 这个情制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 就是反中法 在周治下 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 人们属于成千上万个小家长 是吧 天子虽然有大中敌派总家长之名 毕竟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不可能越过各级家长直接控制成名 是吧 同时各级家长与家属之间的关系 都是伦理性的长幼尊卑关系 而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 更不是雇佣式的主仆关系 是吧 如果我们打个比方 儿子有孝敬父亲的义务 但是父亲也承担了某种责任 是吧 他是不能随便解雇儿子的 是吧 这和老板解雇工人是不一样的 是吧 那么法家改革的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要改变这个东西 是吧 大家知道儒家的这一套东西 如果我们讲个 我前面提到过 讲简单一点可以说 这是一种长者政治 是吧 就是把 就是按照一个家庭的逻辑 是吧 这个长者和这个家庭成员 是吧 之间存在着一种 虽然有上下之分 但是又是温情默默的 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如果维持不下去了 当然就会有两种选择 这个长者和家属的关系 如果出现矛盾 是吧 那么大家可以想到 有两种解决方式 一种解决方式 即使家长不能说了算 那么我们就大家说了算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 从长者政治变成 是吧 众人政治 其实古希腊就是这样走的 是吧 像雅典城邦 他原来也是贵族统治 所谓的贵族就是家长 是吧 雅典城邦也是个小共同体 但是后来贵族说了不算了 贵族说了不算 就变成是平民 是吧 就变成是大家说了算 是吧 但是这种例子很少 更多的例子 我觉得不光是中国 是吧 世界上很多的例子都是 长者政治行不通 那就来强者政治 是吧 这个靠亲情不行了 那就靠暴力 是吧 强者为王 强杆子里面出政权 有强便是草头王 那么这个法家改革的重要内容 就是把长者政治变成强者政治 也就是儒家最反对的 用霸道来取代王道 那么这个过程需要采取一系列 非常极端的反中法措施 大家知道商鞅变法 它的一个核心措施 就是强制解散大家庭 规定民有二男以上 不分一者被其父 父子兄弟同时内习者为敬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强制分家 有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长大了就必须分家 不准搞那种什么三代同堂 四代同堂 那种大家庭 那种大家庭搞得很大 凝聚力很强 你想干啥呀 人人都听爹的 谁听我的呀 那他就不能容忍 所以要解散大家庭 民有二强制分意 其次在家庭之上 也要切断家族纽带 以强制手段迁徙拆散 所谓的强中大姓 是吧 这个在秦制下 强中大姓是一个强烈的贬义词 是吧 那么对于强中大姓 从秦到汉都有一个政策 就是不准足居 是吧 不得足居 是吧 就是对这种 这种大家族要强行拆散 是吧 那个史料中有很多具体操作的例子 是吧 比如说那个郑宏 是吧 据说这个人呢 他的祖父 是齐国人 是吧 然后这个人 有一个比较大的家族 是吧 到武帝时期 是吧 武帝时期就 齐强中大姓 不得足居 将三子一居 三婴 是吧 婴随加烟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你这个家族很厉害 国家就规定 你的几个子女 必须分散到各个省 是吧 从那个齐国 把一个 把他的一个儿子弄到浙江 一个儿子弄到四川 是吧 总而言之 不准你们住在一块 所谓强中大姓 不得足居 这个说法 在秦汉两代 尤其是西汉 是吧 到了东汉 当然情况就有些变化 是吧 那个是实行的 那这当然就是为了 瓦解小共同体 是吧 要皇权 要一杆子插到底 不能有所谓的 什么我的主人的主人 不是我的主人 不能有这种现象 那么第二就是所谓的 阳中异孝 鼓励所谓的大义灭亲 是吧 大家知道 儒家是讲 这个亲亲高于尊尊的 我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例子 是吧 为父绝君 不为君绝父 是吧 孝比忠更重要 当然 这个忠是指后世的那个含义 其实在先秦时代 忠本身就不是 只是针对君而言的 是吧 后世一讲忠 就是对皇上而言 是吧 这个先秦的文献中 忠其实就是 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这就叫忠 是吧 不一定是对皇上 是吧 但是后世 如果说忠只是对皇上的话 那么在先秦的儒家中 这并不是重要的 是吧 这个为父绝君 可以 为君绝父 是不行的 是吧 可是法家截然相反 是吧 韩非就明确的讲 是吧 这个孝是要不得的 是吧 我们只能提倡忠 我们后世经常讲一句话 叫做忠孝不能两全 是吧 可是韩非的逻辑 要比这个极端的多 他讲的就不是这两者 很难两全 他讲的是这两者绝对不能并立 是吧 也就是说 你要忠于君 你就必须有杀爹杀妈的那种勇气 是吧 你如果要笑 那你就很有可能会造反 是吧 他把这个对立说到这种地步 大家知道后世叫做如表伐理吧 是吧 这个话很难听 大家都不愿说的 是吧 但是韩非他是可以说得出来 大家可以听听他讲 君之之臣 父之报之也 父之孝子 君之辈臣也 是吧 他就认为这两者是对立的 你如果是父亲的孝子 那你就是我的叛逆 是吧 所谓的辈臣 是吧 那么如果你是我的忠臣 那你对父亲就是报子 你就得造父亲的反 因此他是鼓励 所谓的大义灭亲的 但是大家知道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法家其实是性恶论者 是吧 他是不相信什么道义的 那么既然你不相信道义 怎么会有大义灭亲的事呢 是吧 所以法家讲的大义灭亲呢 其实实际操作中 是大义灭亲 讲的简单点 就是用威胁利诱的办法 是吧 让你去检举父母 是吧 检举老师 是吧 检举反正总而言之吧 是吧 就是那个离善小共同体的凝聚力 是吧 在小共同体内制造一种 是吧 就是那个六亲不认的 这样一种氛围 法家的这个制度 实际上是用现实利害 来促使人们 虚焉复事 是吧 法家 在法律上 是提倡告亲 禁止容饮 并且用威胁利诱 来促使这一点 是吧 比如说 情侣中就明确有这样的规定 是吧 说这个妻子犯了罪 如果丈夫告发 告发妻子 那是有奖励的 什么奖励呢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妻子的财产 可以用来奖励丈夫 是吧 那么如果丈夫犯了罪 妻子告发 丈夫 也是有奖励的 什么奖励呢 就是 妻子的财产 可以保留 不被 没收 大家想想 是吧 这个说法 如果要能够操作 首先你就要搞清楚 两口子的财产中 什么是 老婆的财产 什么是老公的财产 说实在的 现在我们要搞清楚 都不是很容易的事 是吧 何况当时 是吧 所以我看了这个 看了这条材料以后 我就想 难道秦朝当时 已经有了婚前财产公正了吗 是吧 怎么能够讲得清楚 是吧 哪个财产是你的 哪个财产是我的呢 我都觉得很奇怪 是吧 可是你会发现 秦在有些方面 的确是非常现代化 是吧 在鼓励大家六亲不认方面 那的确是个性解放 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 那个程度 是吧 你在秦制中 你在秦虑中啊 你的一个感觉就是 国家可以垄断一切 在国家面前 任何人的产权 都得不到保证 是吧 但是在一个家内 每一个人的产权 似乎是得到了 高度的保证 是吧 也就是说 你说秦搞的是私有制 还是国有制呢 他在一个家内 他是搞私有制的 按照秦虑中的家庭 那个财产观念 是吧 那个一个家庭内 老婆有自己的财产 老公有自己的财产 父子之间 也是各有自己的财产 是吧 甚至秦虑中 有很多这种规定 是吧 父到子 如何如何 子到父 如何如何 假父到假子 又如何如何 如果你乍一看 你还以为是我们现在的民法典呢 是吧 这个财产关系 能落实到个人的 是吧 可是 法家真的是主张个人独立吗 法家真的是主张 我们现在讲的个性解放吗 法家真的是要捍卫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权吗 当然不是的 是吧 法家讲的这种灭亲 讲的这种六亲不认 讲的这种家庭内 所有的人 是吧 都可以独立 当然 主要就是要把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 变成皇上的工具 是吧 不是说要把这些人解放出来 变成真正的独立公民 是吧 实际上 如果不考虑大小共同体之间的矛盾 那么实际上 法家也是同样要强调 君权和父权的单向性的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儿子服从父亲 臣民服从皇上 如果这两者不发生冲突 法家同样是要维护 而且维护的比儒家还要彻底 是吧 大家知道 董忠书讲的三纲 就是君为臣刚 父为子刚 父为七刚 实际上先秦的儒家从来没有一个人讲过 是吧 这句话不是儒家的主张 而是法家的主张 是吧 韩非就明确讲 是吧 陈是君 子是父 七是父 三者顺者天下智 三者逆者天下乱 而且韩非还专门补充了一句 是吧 他说这三者是无条件的 不以君主的好坏为转移 人主虽不孝 臣不敢亲也 是吧 也就是说 哪怕是暴君 你也不能反 法家和秦代的经济政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吧 关于这一点呢 有一两种很相反的说法 其中一种 我们以前曾经历史教科书中曾经讲过 说西周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 是吧 所谓的景田制 到了商鞅 就坏景田 开签莫 明德买卖 实现了土地私有制 是吧 据说这个土地私有制 一直就延续到土改前 是吧 可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商君书 真的看韩非子 就会发现 韩非子商君书主要的经济思想最突出的 就是讲国家垄断 是吧 什么都是国家的 老百姓 基本上什么权力都没有 我讲的是针对国家而言 是吧 比如韩非就专门讲 是吧 儒家说 这个北姓族君俗与不足 是吧 大家知道儒家有一个观点 就是国家不要和老百姓争利 是吧 官不与民争利 是吧 这个老百姓应该 他可以自己为自己谋利益 是吧 如果老百姓富裕了 国家 韩仇 不富裕吗 是吧 要偿富于民 是吧 这个 北姓族 君俗与不足 是吧 如果老百姓都富裕 皇上 韩仇什么呢 是吧 可是 韩非就讲过一句恰恰相反的话 是吧 他说 族民何可以为治 是吧 老百姓如果满足了 国家怎么能治理啊 是吧 我们让老百姓听话 就是要用国家的赏赐来作为引诱 可是老百姓如果要重视国家的赏赐 第一 老百姓得自私 是吧 如果他不 他对这个利益无所谓 他就不会重视 但是更重要的 老百姓得穷 是吧 如果老百姓不穷 谁会在乎国家的赏赐呢 是吧 比方说这以前 是吧 你只有得宠了 给你当了个大官 你才能有汽车座 是吧 官当的大的有红旗牌座 官当的小的有吉普座 是吧 否则你就不可能有的 现在好了 某个人是企业家了 他还可以做大奔的 是吧 那他还在乎红旗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国家 怎么能管理好呢 是吧 所以韩非说 善自国者 一定要把老百姓搞得很穷 是吧 当然 不能穷的让老百姓饿死 饿死我也没有死患的了 是吧 老百姓要留下口粮 除了口粮以外 一切全部都交给国家 是吧 这是韩非的一个主张 这个 民家不及属 上常业 是吧 老百姓家里头不能有余粮 是吧 整个国家 凡是盈利的东西 都得由国家控制起来 叫做利出一孔 是吧 如果国家有很多商人 那就不好 是吧 这叫做利出百孔 是吧 这个资源就不能集中了 是吧 那国家就会弱 是吧 所以一定要严厉打击商人 是吧 你从这些语言看 这个商鞅韩非 完全是主张高度的国家垄断 是吧 利出一孔 就是所有的利益 都必须由国家垄断 可是他为什么又主张 所谓的 坏景田开签莫名的买卖呢 是吧 为什么又有所谓的商鞅 提出土地私有制之说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们讲私有 讲个人的权利 都有一个针对什么而言 是吧 如果你针对爹妈闹独立 如果你针对爹妈私有 法家是极力鼓励的 是吧 巴不得你不私有的 是吧 但是你千万不能跟国家讲这些 但是你要跟爹妈 这个划情界限 是吧 他是鼓励的 是吧 因为只有这样小共同体 才能够被打破 是吧 所以啊 这里我要讲啊 这个西周时代 说是土地国有制 那是非常荒唐的 西周时代 怎么可能有国有制呢 是吧 大家知道这个周天子 是吧 天下的土地 他能管理吗 他根本是管理不了的 是吧 天下的土地都是诸侯的 其实诸侯也管理不了 是层层分封的 西周时代 真正的土地 实际上是小共同体 也就是族群 血缘团体来经营的 有两点 我们可以承认 西周 私有制是不发达的 是吧 当时因为生产本身就不发达 那个时候的工具 还是木器石器 在木器石器时代啊 个人的生成能力是很差的 是吧 所以那个时代 人们基本上是 以小共同体的方式生存 是吧 我们一个族群 是吧 一个血缘团体 我们一起 比如说开荒 砍树 是吧 这都需要合作 是吧 所以那个时代 是没有什么个体经济的 是吧 那么到了周勤之际 是吧 生产力开始发展了 是吧 有了铁器牛耕 是吧 那么这个个人经济开始出现了 是吧 那么因此啊 上央坏景田开迁 它其实破坏的不是土地国有制 我们在那个四川西部很偏僻的地方 那个青川县呢 汶川大地震以前没什么人知道 但是汶川大地震以前几十年 考古界的人都知道 因为这个地方出土了 那个秦代的田律 是吧 就是怎么管制土地的一个法令 对这个土地的管制非常之规定的非常之详细 里头规定这个土地要长多少 宽多少 为一丘 是吧 一亩有两丘 是吧 然后这个多宽的地面 修一条小路 多宽的地面 修一条大路 是吧 然后规定老百姓 每年几月要为田耿除草 几月要去维修田间的小路 到了哪一个月份 要维修田间的大路 是吧 然后到了哪一个月份 就去维修什么桥梁 是吧 整个的规定的非常之详细 西州时代的政府对土地能控制到这个地步吗 当然是不行的 是吧 所以如果要说土地国有制 不是西州有 秦汉才是土地国有制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秦汉时代的确又有私有制 是吧 商鞅坏景田开签莫名的买卖 也不是没有这件事 是吧 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呢 是吧 像我刚才讲的 你看秦律的规定 连一个家里头 是吧 父子夫妻都是 可以各有其才的 是吧 也就是说 在秦治条件下 真正被破坏了的 就是小共同体的财产 是吧 这个小共同体的财产被破坏了 是吧 小共同体内搞得好像是六亲不认 是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 但是 国家可以把你们都捅起来 是吧 那么我们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会知道 是吧 比方说 1949年前后 我们又搞了一次土改 是吧 这次土改 当然我们知道 主要的对象是针对 大土地私有制 也就是地主制 是吧 可是大家了解一下就知道 中国在1949年以前 很多地方 大土地私有制并不发达 是吧 那么很多地方 这个竹庙公产 也就是传统的社区家族学区 是吧 的那种传统的小共同体的公有地 其实是相当多的 尤其是东南远海 是吧 这个竹庙公产比较发达 很多地方甚至超过一半 土改 在这些地方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对竹庙公产进行私有化 是吧 这些竹庙公产都被认为是 那个封建地产 是吧 土改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分光 是吧 因此土改以后啊 中国就出现了 北分之北的小农私有制的这个状态 是吧 商鞅变法把这个竹庙公产给消除了大半 然后土改把剩下的这些部分也给消除了 是吧 做到了最彻底的私有制 是吧 但是这个私有制是指的什么呢 是针对竹庙公产而言的私有制 是吧 实际上土改以后形成的产权 对国家而言是根本不足道的 所以这个法家 你看他在产权上也是这样 是吧 他在小共同体内鼓励私有制 但是这个小共同体内的私有制 是吧 那个私有权 对国家而言是根本就不受任何尊重的 在周秦之际的这个北家争鸣 或者说周治和秦治的斗争中 那么秦治显然是胜出的 胜出的原因并不是他在道德上多崇高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不择手段 是吧 那么因此显然他要比那个比较高调的 那个儒家那一套东西 要实用的多 是吧 那么这个秦治的确 在这个兼并战争中 是吧 发挥了他的非常大的优越性 其实整个周秦之际的 尤其是到了战国阶段 法家化已经是个普遍趋势 是吧 那么大家比赛的就是谁化的彻底 是吧 谁能够尽可能的消除王道 那么秦在这方面做的最过分 最彻底 他当然就可以赢 他的确不仅在战争中创造了奇迹 就在他那短短的15年内 也创造了奇迹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兵马俑 都是他的奇迹的象征 是吧 那么我们就不用说 什么长城啊 直道啊 什么这些 这些东西 这个法家当然是 他的存在 当然有他的历史的合理性 是吧 说实在的 除了这一套东西以外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能够在技术手段很原始的状态下 把一个如此大的国家高度的整合起来 的确是我们很难想象 是吧 倒不是说 在那个传统时代就没有大的帝国 是吧 大的帝国通常是 要么就是盛行于一时 很快就解体了像像蒙古的 那个蒙古帝国一样 要么实际上所谓的大的帝国 它只是一种内部整合程度比较低的 是吧 就是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一些 是吧 比如说查理大帝帝国 那个俄图一世的神圣罗马帝国 说起来都是帝国 是吧 他们的那个统治者都是号称皇帝 凌驾于各个king之上 但是大家知道 这些帝国其实有点像西州 基本上是中央集权的程度是很低的 如果就这个问题而言 那法家占优势也是很自然的 其实在秦的15年内 他做的很多事情 比如说修迟道 比如说所谓的车同轨书同文 当然现在的人们都知道 所谓的车同轨书同文 秦的作用被夸大了 是吧 因为实际上早在尹洲之际 中国的文字基本上就是差别不大的 从那个西州甲骨和那个尹商甲骨 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是吧 他总是做了一些事 当然他的暴政也是非常有名的 是吧 那么今天呢 由于种种原因 有一些人在肯定秦的实力的基础上 总是想给他赋予一种道德上的光环 是吧 比如说我们最近影响很大的那个大秦帝国 就把这个秦呢 是吧 描写着 哎呀 非常之得到人民拥护 是吧 人民在秦的统治下都欢欣鼓舞 扬眉吐气 是吧 那个那个大家都很拥护秦制 这都是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 说实在的 是吧 完全就是胡扯 是吧 其中这个大秦帝国有一段呢 我觉得完全莫名其妙到了基点 他说秦治理得很好 老百姓道德都提高了 所以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秦国没有罪犯 整个大秦帝国 传国只有一所监狱 被这个作者称之为 叫做云阳国狱 这个云阳国狱 我不知道所出何点 在历史上连影子都没有 是吧 他说除了这个监狱以外 整个秦国是没有罪犯的 可是大家知道 大家明明白白的知道 不管是黎山牧也好 厄旁公也好 长城也好 修这些东西的是谁呀 主要的力量就是行徒 是吧 什么叫行徒呢 那不就是劳改犯吗 是吧 整个这个秦的经济 就是个古拉格经济 我们今天还可以在 临同的黎山这一带 看到大量的成片成片的 那个行徒墓地 是吧 就是在那里服苦欲 那个从事那种劳改工程 是吧 那么被折磨死在当地的 这个是有实物的 是吧 你公然就说秦国是没有罪犯的 这个荒齿的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关于秦的这个统治啊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写东西是有他的偏见的 我们评价法家 评价情治理的那一套东西 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我们不用秦的反对者的材料 我们只是看秦的主旋律是怎么说的 秦的官方是怎么说的 你也不用看多 是吧 在座的各位只要看看商君书和韩非子就知道了 是吧 这个商君书韩非子的这个思想体系 毫无疑问是秦代的官方意识形态 这个意识形态是怎么说的呢 是吧 大家知道商君书 它的篇幕中赫然就列有一章叫做弱民 是吧 什么叫做弱民呢 这一篇的主题思想就是 有民强 民弱则国强 民强则国弱 有道之国物在弱民 是吧 讲得简单一点 国和民就是敌人 是吧 那个国要强大就必须把民踩在脚下 是吧 民强了国家就要弱 是吧 国强了老百姓就要跪着 是吧 而且这个法家还明确的主张 如果你要征服敌国 你首先就要征服自己的人民 连你自己的人民你都搞不定 你怎么能够打败敌国呢 是吧 所谓的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 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 这是法家明确讲的 这个战胜人民 这是法家思想的一个主题 是吧 法家是人类历史上赤裸裸的宣布 要与人民为敌的 因此统治者绝不能让人民占了上风 而必须把人民踩在脚下 是吧 用商鞅的说法叫做 民胜其政国弱 正胜其民兵强 是吧 这个如果老百姓能够胜过政府 国家一定会弱 政府能够打败老百姓 那么国家就会强大 法家有一个说法 叫做自主无忠诚 慈父无孝子 儿子要孝 是父亲打出来的 慈父是不会有孝子的 当爹的越把孩子打得厉害 孩子就越孝 因为小孩都是不吃好歹的 这个统治者越对老百姓好 老百姓越是嚣张 统治者就是要狠狠地打老百姓 是吧 就像那个当爹的大儿子 是吧 慈父无孝子 自主无忠诚 那么为了战胜老百姓 这个统治者要做到几件事 第一 绝不能让老百姓聪明起来 他们的原话是 民不贵学则愚 愚农不知 不好学问则物济农 老百姓最好什么都不要知道 是吧 老百姓越傻越好 老百姓啥都不知道 他们就只能干苦力 是吧 我们需要他们干苦力 是吧 而且老百姓都傻 我不傻 那我就可以当王了 是吧 民渝则只可以亡 是吧 这是第一条 你要战胜老百姓 必须要搞渔民政策 是吧 让老百姓渔 是吧 第二条 为了弱民 绝不能让农有渔食 则薄艳于税 说这个农民如果有渔粮啊 他们就会游手好闲 是吧 你只有让他们除了吃的 别的什么都没有 是吧 那个你必须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洗 善治国者 就要使民家不积属 上场也 那个你不能让他们富裕 同时你还要以十五连作 言行俊法来禁锢他们 是吧 呃 我们这套户籍管理制度 是吧 我们这套强制收容制度 其实都是来源于商鞅的 那么商鞅就说了 是吧 要是 要 让那些 想摆脱 自顾的人 一定要让他们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是吧 用商鞅的说法叫 行间无所逃 迁徙无所入 行间之治 连以武 便以章 俗之与令 着无所处 罢无所生 是吧 讲的简单点就是啊 你如果要啊 要想逃 你要想当盲流 是吧 那就啊 我要让你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 你即使不被抓 你也活不下去 是吧 这个是这个社会没有你的活路 是吧 什么都给我管死了 是吧 大家知道这个 商鞅本人呢 后来就栽在他自己的这个政策的手里 支持他的秦孝公死了 是吧 那么新上来的这个 秦王 就要抓他 是吧 那么他就逃跑了 跑到一个旅馆 他想住 旅馆的人员说 那个旅馆的老板说 你有证明吗 那个 他说怎么 住旅馆还要证明吗 那个老板说 你不知道啊 这是商君之法 是吧 这是商鞅同志规定的 是吧 你没有这个 国家的证明 我是不敢收留你的 是吧 于是这个商鞅 长叹一声说 真是 做法自毙啊 是吧 就是自己搞的这个 把自己结果他就没有办法逃 很快就给抓回来 车裂了 是吧 这个下场很惨 是吧 不过说实在的 我一点都不同情他 是吧 他就该有这种下场 那么 整个这一套制度 就是他设计的 是吧 总而言之啊 这个在法家看来 老百姓都是些贱骨头 是吧 随了他们的愿望 他们就会弄奸耍华 让他们富起来 他们就会不知道天高地厚 只有穷仇潦倒 他们才会卖力 是吧 这个话的原话就是 任民之所善 故奸多 是吧 民贫则利 民富则因 法家还有一个说法叫 民辱则贵决 弱则尊官 贫则重赏 是吧 说老百姓 你要屈辱 这样你才能够知道大人的尊贵 你必须卑贱 这样你才懂得当官的厉害 老百姓不穷的叮当响 他怎么会在乎我的赏赐呢 是吧 因此要富国强兵 就必须让老百姓沉沦在辱若贫鱼之中 是吧 那么这个商量大人还公然说 为政者就是要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 而绝不做让老百姓高兴的事情 这样国家才会强大 反之国家就会衰落 越是顺从老百姓 国家就会越弱 越是压迫老百姓 国家就会越强大 他的原话叫做 正作民之所物 民弱 正作民之所乐 民强 是吧 民弱国强 民强国弱 民强而强之兵从弱 民弱而弱之兵从强 是吧 也就是说 你把老百姓压得越来越弱 你就越来越强大 是吧 相反你如果老做老百姓喜欢的事 不敢做老百姓不喜欢的事 那老百姓就越来越嚣张 而你就会越来越弱 看了这些东西以后 说实在的 你给人一种什么印象呢 是吧 我经常讲 古今中外的专制者 这样想的恐怕不少 但是赤裸裸的这样说的 商鞅 韩非这些人 大概就是出类拔萃 最肆无忌惮的了 是吧 那些人能够把话讲到这个地步 的确是登峰造极啊 是吧 这个不过想想 我也是能理解 因为韩非子这样的书 本来就不打算是给老百姓看的 是吧 所以他那个话讲得很透 也是可以理解的 是吧 那个 但是我们想想 在这样的条件下 秦国可能会强大 但是老百姓的日子好得了吗 那么关于暴秦 磕正的史料 我们就不用去讲了 可以说车载斗梁 是吧 不胜没举 是吧 我们只需要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 统治者如果宣称 他要使老百姓富裕 使老百姓幸福 他实际上能不能做到 确实还很难说 是吧 我们恐怕要听其言观其行 但是如果统治者 连这种话都不愿说 他公然说 他就是要把老百姓搞得 辱 若 贫 愚 他就是要正做民之所物 是吧 专门做老百姓讨厌的东西 是吧 那么老百姓的苦难 还用得着怀疑吗 是吧 所以我觉得 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秦的这个统一啊 是非常之厉害的 但是秦的垮台可以说也是 也是让人瞠目结舌 是吧 仅仅15年 这么一个大帝国 就土崩瓦解了 大家知道秦亡了以后 实际上出现的是一个 类似于那个战国的局面 是吧 当时的那个诸侯国都起来了 是吧 什么什么战国的那七个国家 什么什么赵国啊 魏国啊 齐国啊 纷纷都复国了 是吧 那么 实际上反秦战争啊 是以各诸侯的联盟的方式进行的 是吧 联盟的盟主 当然就是项羽 但是他也没有想当秦始皇 他的意思是说 他是霸主 然后其他的诸侯都 都听他的指挥 但是并不受他的直接的 那个管理 是吧 还是一种诸侯制 可是 这个当时天下 已经没有人在信这一套 是吧 所以 只要他一回到彭城 马上 那些诸侯就都起兵了 是吧 然后最后 诸侯中的刘邦 是吧 就是汉王 就打败了项羽 那么汉王打败项羽以后 大家知道 最初搞的也是分封诸侯 是吧 一开始有异性诸侯 有同性诸侯 是吧 后来在那个刘邦和旅后期间 把这个异性诸侯都搞掉了 是吧 什么韩信啊 什么什么英部啊 什么鲁丸啊 什么陈锡啊 是吧 这些人都搞掉了 是吧 但是同性的诸侯还是很有力量的 是吧 那么到了这个汉初啊 这个同性诸侯又逐渐逐渐给削弱 一开始是那个吴楚七国之乱 是吧 把当时最厉害的吴王楚王都给弄掉了 是吧 然后就是那个汉武帝时代 所谓的重见诸侯以分歧力 是吧 把一个诸侯国 他给他拆成十几二十个 是吧 把那个诸侯国搞得都很小 而且也剥夺了诸侯国的 逐渐削弱了诸侯国的实际权力 可以说 从秦王一直到汉武帝 是吧 整个这个过程 实际上是人们曾经一度推翻了秦 那么推翻秦到底怎么办呢 是吧 恢复周治可不可能呢 是吧 那么人们也试过 但是后来发现不行 是吧 这个秦王了以后 曾经经历过一段 类似于春秋战国那样的局面 但是最后还是又回归大一统了 到了汉武帝以后啊 可以说基本上又恢复了秦制 是吧 这就是人们讲的汉秦秦制 是吧 也就是毛泽东讲的北代皆行秦政制 可是汉秦秦制是可以 如果我们汉代的皇上也这样说 那就说实在的 那是大家都觉得说不出口 因为你当年反秦就是 就是以反暴政为理由的嘛 是吧 现在你说我就是专门要残暴 我就是专门做坏人 不做好人 是吧 像这样的话 你说了你的合法性的确会受影响 是吧 那么因此这个汉秦秦制以后 是吧 他们的这个符号系统 是吧 怎么建立 是吧 他们的那个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是吧 到底该怎么弄 这就成了个问题 这里我要讲 从秦代的法家话语 到汉武帝以后的独尊儒术之间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吧 就是那个汉文帝汉景帝 是吧 什么旅后 这一段时间 实际上主流的话语 不是儒家 也不是法家 而是所谓的皇老之学 也就是道家 是吧 为什么会是道家呢 当然一个基本的原因 就是道家 很多人认为带有楚文化的特点 是吧 大家可能知道 这个秦的灭亡啊 后世基本上被认为是 楚人把它灭掉的 是吧 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说法 叫做 楚虽三户 王秦必楚 是吧 这个秦在统一的时候 他最大的敌人就是楚 是吧 那么楚国也是唯一曾经打败过秦的 是吧 那么楚灭亡以后 楚地的反抗也是很厉害 大家知道 陈胜 吴广 刘邦 项羽都是楚人 是吧 那么 等于是 这个秦就是被楚人所灭亡的 那么 楚人掌了权 那当然楚地的文化 就会受到褒奖 而我们知道 老子 庄子 都是楚人 是吧 这个道家 在楚地的影响 是很深的 是吧 那么因此这个道家黄老这一套东西 作为一个楚文化 那么这个统治者比较习惯 是吧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大家知道所谓的清静无为 顺其自然 是吧 这是道家的一个最基本的理念 那么清静无为 顺其自然 是吧 就被认为是 针对 秦制的那种 过分的折腾 是吧 用我们现在的话讲 就是把老百姓折腾的受不了了 是吧 那么这个 到了汉初 就说我们少折腾点 是吧 清静无为 顺其自然 国家少搞点那种雄心壮志的事 是吧 让老百姓休息 是吧 清谣伯父 与民休息 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我觉得 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 是吧 因为 秦代的这个有为啊 是吧 或者说是过于折腾老百姓的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 当时是人们的共识 是吧 清谣伯父是有争议的 是吧 比如说 汉初说是十五岁一 后来又说是三十岁一 但是很多人指出 这个所谓的三十岁一 十五岁一指的只是田租 是吧 就是那个土地上的税 但是秦汉两代主要的负担 都不是土地税 而是什么呢 而是利益 是吧 就是抓老百姓干苦力 是吧 就是那个什么修长城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是吧 那么如果你不干苦力 你叫交钱来贷税 是吧 这个都是人头税 是吧 或者是户口税 是吧 口付算付 这些东西 其实汉代人就讲过 其实并不轻 是吧 甚至也不比秦 轻多少 是吧 那么有人说啊 汉代的清姚伯父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可以研究的 我们纪史书说 汉代真的是清姚伯父 那清姚伯父 为什么就只能和道家挂钩呢 是吧 大家知道儒家也是主张清姚伯父的 是吧 儒家主张 是吧 所谓的行人证 听起来也很好听 是吧 为什么你就不直接讲儒家呢 其实啊 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是吧 大家知道在诸子北家中啊 这个儒道两家 应该是最早的 是吧 这个什么法家啊 什么什么 这都是后来才有 最早的时候 那个 孔子和老子 基本上是同时代人 两个人 讲得很不同 是吧 孔子是讲有为的 因为孔子要积极入室 要干预现实 是吧 要捍卫周治 抵制秦治 但是老子是主张无为的 是吧 但是 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时候 这个儒家和道家 关系是比较好的 是吧 他们并没有互相攻击 是吧 他们并没有互相敌对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吧 其实大家要注意一点 在孔子生活的这个春秋时代啊 虽然周治已经处在危机之中 是吧 礼崩越坏 是吧 但是周治的影响毕竟还是很大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捍卫周治 你就可以从两个方向去做这个工作 一个就是你可以积极的捍卫周治 你把周治理想化 是吧 积极的起来 所谓的新灭国 季爵士 举玉民 是吧 力挽狂澜 是吧 这个阻止 周情之变 是吧 把那个已经被破坏的周治 再恢复起来 是吧 孔子就是这种想法 是吧 这是一种所谓的理想主义 一种强烈进取的 是吧 我要挽狂澜于祭祷 是吧 我要有所作为 是吧 我要积极的去恢复周治的那一套 但是你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 是吧 因为当时这个秦治是方心未爱 但是他又没有完全取代周治 那么当然有些人就会说 是吧 哎呀 其实原来那一套本来就不错 你何必多事呢 是吧 我们原来像周那样就可以了 是吧 你们现在这些人多事 要搞什么强大的国家 是吧 要称霸 是吧 要那个富国强兵 要到处作战 是吧 那么多的雄心壮志 何必呢 是吧 这个一动不如一进 是吧 我们少搞点这些幺蛾子不好吗 是吧 那么这种用无为的方式来 捍卫周治 当时也是有基础的 大家知道 老子设想的那个理想世界 就是小国寡民 邻国相望 鸡犬之身相闻 明治老死不相往来 最好是其政闷闷 其民存存 其政查查 其民缺缺 是吧 这个统治者不要多事 我们就维持原来的那种状况 那不挺好吗 因此 这个时候 虽然孔子主张有为 而老子主张无为 但是这两个人好像没有什么矛盾 因为有为是为了周治 无为也是为了周治 如果要讲如道互补 我觉得孔子和老子时代真的是有这种现象的 是吧 但是到了战国年间 这种现象就逐渐消失了 我们知道庄周生活的时代已经是战国了 而且还是战国后期 到了战国后期 根本就没有小国寡民了 是吧 战国后期 法家那一套 秦治那一套 已经占了优势 是吧 那么你所谓的顺其自然 那就不是顺的周治了 讲的简单点 就是上面的人横 哎呀 你就随着他横去 是吧 不要去胳膊 一定要拧得过大腿 是吧 反正你们要知道 这个这个 时时务者为俊杰 跟着潮流走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这个不要 试图要去 要去阻挡这个事 庄子这本书里头就没有这个说法 是吧 什么小国寡民 邻国相望啊 什么什么这些都没有了 是吧 那么顺其自然 就日益变成顺从秦治 不讲是非的一种犬儒主义 这里我要讲啊 我们对任何话语 包括哪一家都好 如果你只从字面上来抽象讲 是没有意义的 是吧 你只要摆在一个具体的场景里讲 比如说你对皇上讲无为 那很可能的意味着 让皇上就不要折腾老百姓 是吧 可是如果你对老百姓讲无为 那很可能你的意思是说 让老百姓不要得罪皇上 是吧 就是随便皇上怎么折腾 我们就逆来顺受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么到了战国晚期啊 实际上 儒和道之间的那个差别 已经越来越大 而且在很多地方已经发生对立 是吧 最明显的一个对立就是在楚国境内 是吧 一个强大的秦国随时要吞并你 是吧 那么当时楚国啊 内部就有斗争 是吧 有一部分人是所谓的理想主义者 是所谓的亲齐派 或者又叫做抗秦派 因为齐国是当时战国齐雄中 仅次于秦楚两家的 是吧 那么你 楚国联合齐国就是为了对抗秦国 是吧 那么还有一派就是亲秦派 是吧 主张对秦屈服 顺从秦的要求 是吧 反正秦的强大那是大势所趋了 是吧 那是自然了 是吧 那个 我们不能跟这个大势所趋作对 是吧 那么我们就干脆是无为了 那么当时在楚国啊 亲秦 亲秦两派的斗争 是吧 现在一些学者说 这里头背后有明显的 儒道对立的背景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当时楚国有一些 主张积极抗秦的人 那么这些人 都是姓儒家的 是吧 有些人说屈原 就是他们的代表 甚至有些人 言之绰绰的说 我觉得这个说法 可能不一定成立 是吧 言之绰绰的说 郭殿除简 出土那个六德篇 这些儒家典籍的 那个楚国贵族 就是屈原那一派的 十四的贵族 是吧 大家知道最后他们是 被排挤了 被打压了 是吧 那么另外的 就是那个 亲秦的 那就是那个 就是和屈原对立的 那一伙人 是吧 他们当然后来是占了主流 是吧 那么后来 楚国的灭亡 也和他们是有关的 是吧 可是到了汉代 这个背景啊 就对这个黄老之学 在汉初的流行 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是吧 因为在我刚才讲的 这个背景下 是吧 大家可以看出 道家那一套 比较适应于秦制 是吧 因为他不主张反抗 是吧 他不主张有为 是吧 他主张顺其自然 那个时候顺其自然 其实就是顺秦制了 不是顺周制了 是吧 而在处地原有的道儒两家中 道家本来势力就很大 而且更适应汉诚秦制的需要 是吧 因为儒家那一套 是直接跟秦制对着来的 是吧 那么 但是你讲法家呢 又很难听 是吧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讲一个 清静无为 顺其自然 是吧 大家都看透了一切 是吧 别追究什么 那个什么真理 这没有什么必要 是吧 我们都获得逍遥一点 我们讨论这个道家也好 讨论什么思想家也好 是吧 这个我们其实关键 还是要看它 一种思想流行的背后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是吧 庄周嘛 你可以说 它也没有生活在秦始皇时代 是吧 你也不能 就是说 它就是有意识的 要为秦始皇服务 或者是要为谁谁谁服务 是吧 但是 它这个思想在当时很流行 这是很自然的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秦制造成的一种 很严酷的环境啊 就是 要使得大家 不能太较真的 是吧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 秦的那个故事嘛 所谓的子路为马 是吧 那么这个 赵高签了一批 那个路 问大家说 你说这是 说这就是马 你们说是不是 法家子路为马 是吧 儒家说这个不是马 那你就要被坑 是吧 坑儒嘛 是吧 如果你说这是马 好像就不是儒家的立场了 可是庄子说啊 是吧 马也就是路 路也就是马 是吧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那这么一来 大家就想通了 是吧 子路为路的 那是儒家 子路为马的 那更是儒家 是大儒家 为什么呢 是他因为他已经 超越了是非之俗见 他已经成了 真人智人了 是吧 那么如果是这样 是吧 当然我们可以说啊 庄子这本书充满了智慧 是吧 他是一个辩证法的大师 是吧 他可以把悲哀的事 变成快乐的事 是吧 把好事变成坏事 是吧 大家都知道 那个关于庄子的一些故事嘛 是吧 他的老婆死了 是吧 很多人去追悼 然后就发现他骨盆而割 是吧 然后 为什么呢 这个庄子是不是已经有了小三了 巴不得黄脸婆早点死呢 是吧 好像也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据说是因为庄子把这些都看透了 是吧 生和死 在他看来是差不多的 你要是钻牛角尖 你就傻了 是吧 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超脱 他讲超脱也不见得就是为了讨好 谁谁谁 是吧 因为庄子生活的时代也没有秦始皇也没有汉武帝 是吧 但是后世的人懂得这一套东西以后啊 当然你就是吧 就增加了你的适应能力 是吧 所以啊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说法是 在上者指路为马 在下者难得糊涂 是吧 这就是法家和道家在当时的一种互补 是吧 我认为到了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儒道互补了 但是的确有法道互补 那就是专制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互补 道家和儒家对秦制的这个关系 有一件事我觉得是表现得最突出的 是吧 这个汉景帝时代出现了一场争论 叫做元皇之争 是吧 那个汉景帝时代还是实行皇老之学的 但是儒家当然已经有很多影响 是吧 当时有一个儒生叫做元故生 是吧 他是专门研究诗经的 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儒家 那么还有一个人是姓黄老之学的 叫黄生 是吧 那么这两个人呢 有一天在汉景帝面前就讨论开了 是吧 那个黄生说啊 汤武非寿命乃是也 是吧 说这个儒家讲那个 成汤周武王很伟大 因为他们讨伐暴君 是吧 大家知道成汤伐夏节 周武伐周王 是吧 这都是那个很有名的故事 可是这个黄生说啊 这两个人都是反贼 是吧 都是坏蛋 他们是弑君的犯上作乱者 这个元故生是一个儒家 他就很不高兴 他说怎么呢 他说怎么能这样说呢 说当时那个节奏是暴君 是吧 那个大家 天下都已经非常讨厌他们 是吧 然后天下人心归汤武 是吧 那个 大家要求汤武来领导他们 推翻暴君 是吧 汤武顺应人心 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事 怎么能说是犯上作乱呢 是吧 然后黄生就说 不对 不能这样说 是吧 他说我们要讲顺其自然 是吧 顺其自然 那就是所有的事 都有他的自然规律的 是吧 他说啊 比如说帽子 是吧 这个帽子 新的帽子 你要戴在头上 这个帽子变破了 你还得戴在头上 你不能因为帽子破了 你就把它当鞋 穿在脚下 是吧 他说那个鞋也一样 这个鞋就是再新 你也不能戴在头上 是吧 这个鞋子再新 你也只能踩在脚下 他说这就像君臣一样 这个皇上即使是暴君 他也是皇上 是吧 你是不能反的 是吧 臣子 你即使在高上 你也是臣子 就像那个鞋子再新 也要踩在脚下一样 是吧 你也是不能倦业的 这个唐武 是吧 他们就不懂得这个道理 是吧 他们那个 秩序是好像有什么道德 是吧 他们就想讨伐暴君 这个不是胡作非为吗 是吧 这不是反动吗 是吧 这不是那个犯上作乱吗 这个时候 元故生讲了一句话 是吧 就让这个汉井帝啊 就感到那个非常之尴尬 是吧 那个元故生说 假如按照你这个说法 那我们刘邦同志干的算啥事呢 是吧 我们刘邦当年不就是反秦革命的吗 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 他也是反贼咯 是吧 这下这个汉井帝有点 感到坐不住 是吧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 他讲是也不行 讲不是也不行 是吧 他如果说反对暴君是对的 那人家来反他怎么办呢 是吧 他已经是执政的了嘛 是吧 那意味着就是别人也可以反他了 但是他如果说反暴君是不对的 那你首先你这个汉代的建立就没有合法性啊 你本来就是革命打下来的天下啊 是吧 只准你革命 不准别人革命 这是什么道理啊 那怎么办呢 后来他跑出来说啊 他说这个问题太敏感 是吧 我们就别谈了 是吧 他说那个天底下好吃的东西很多 是吧 你不一定非要去吃马肝 是吧 你不吃马肝 人家也不会说你不是美食家 是吧 这个天底下可以做的学问也很多 是吧 你不做那么敏感的学问 人家也不会说你就不应该凭教授 是吧 这个天底下的学问很多嘛 是吧 这个你干嘛要做这种学问呢 是吧 他说 景帝曰 食肉不食马肝 不为不知味 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 不为鱼 谁罢 是吧 于是大家就再也不争论了 汉代的儒家 最早得势的一个人 是吧 是刘邦时代的苏生通 是吧 这个人呢 司马迁说 他是汉之儒宗 是吧 就是汉代儒家的宗师 是吧 是他为儒家在汉代争得了地位 是吧 那么这个苏生通的故事 本来就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是吧 据说这个苏生通 他本来是一个秦代的儒生 是吧 那么秦大家知道 后来焚书坑儒 这个很多儒生就被镇压了 但是这个苏生通在坑儒的这个镇压之下 他还是能够幸存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特别会来事 是吧 特别会顺着杆子往上爬 是吧 那么有一次 那个陈胜吾广 这个造反的这个消息传到咸阳 是吧 秦厄士就很担心 然后召集大家商量 这到底出了啥事 是吧 然后有一些人就说 哎呀 说皇上 这个现在情况真的是很严峻 我们很多政策老百姓都非常反感 是吧 现在天下都很讨厌我们 是吧 这个搞不好就成蔓延之势了 是吧 这个皇上你真的是得认真对待 然后还有一些人就说 哪有这回事 说我们这个政策 老百姓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大家都很热爱我们秦 造反 那不过就是些蜀妾狗盗而已 是吧 那不过陈胜吾广什么人呢 那就是些小偷嘛 是吧 那就是些基民狗盗之徒 是吧 不足为律 派几个城管 就把他们收拾住了 是吧 这个皇上你放心吧 大家都拥护你 是吧 然后这个苏生通啊 他就是主张陈胜吾广 只不过就是小偷的 是吧 他说 哎呀 现在啊我们大秦是非常之伟大的 是吧 他说你们讲那个天下都对我们不满 那都是反动言论 是吧 对这些人要镇压 是吧 他说 现在天下何为一家 民主在其上 法令拒于下 人人奉执 四方福臭 安敢有反者 是吧 说现在天下形势一片大好 大家都很拥护我们 哪有什么造反的 是吧 他说这些都是群道蜀窃狗道尔何足智之此牙间 君守未令普认何足忧 是吧 说皇上你就放心好了 是吧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个秦厄师一听很高兴说 哎呀 你真是政治正确 但是后来大家知道秦就乱了 乱了以后 他就逃走了 逃走以后 他在秦汉之际的大乱中啊 连转投奔了很多人 是吧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叫 所是且始祖皆面于以得轻贵 是吧 他投奔了差不多十个主人 每一次都是靠吹牛拍马 得到地位的 是吧 这个所谓的面于以得轻贵 是吧 然后最后他就投到了刘邦的门下 是吧 刘邦大家知道本来是不喜欢儒家的 是吧 刘邦是草莽豪杰 他的手下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 像那个樊快是一个杀狗的 是吧 当然除了张良以外 张良好像是一个红二代 是吧 其他的都是些不怎么样的人 是吧 那个陈平 曹生 那是那个县政府里头的那些 超写员 是吧 也不是什么官 是吧 基本上都是这些人 当时的说法叫做群道壮士 是吧 就是那些好勇斗狠 但是没有什么水平的人 是吧 那么刘邦就喜欢这些人 这个苏生通投奔刘邦的时候 老是对刘邦说 哎呀 还是壮士管用 还是群道管用 是吧 你就用那个杀狗的 是吧 你就用那个什么什么 这些人是英雄 这些人是豪杰 是吧 这些人当打仗 那苏生根本就是没用的 是吧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苏生通就发现这个刘邦 闷闷不乐 为什么呢 因为刘邦当时当了皇帝 但是他下面的人 还是把他当大哥 是吧 不懂得尊重他 是吧 经常跟他一起喝酒 喝醉了 就拍他的肩膀 哎呀 大哥我们再喝一杯啊 是吧 什么什么等等 搞得他很难受 是吧 就很烦 是吧 然后这个苏生通就跟他说了 说 说陛下 我有一个办法 能够让他们服服帖帖的 刘邦一听 说哎呀 你还有这个能耐 说那你试一下吧 是吧 我给你配一个班子 你去琢磨一个 治理这些大臣的办法 是吧 然后他就 苏生通就跑去组班子去了 是吧 然后他就找了一些人 把那个秦代的那些 下人的那些东西都找来 是吧 然后一样化葫芦 制定了一个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 大抵皆袭秦故 是吧 所谓大抵皆袭秦故 就基本上是 抄的 琴的 那一套东西 是吧 但是用儒家的话语 做了包装 是吧 那么为了包装 他还要找一些专家 于是他就跑到鲁地 是吧 就是儒家的大本营 找了几个 那个儒生 是吧 来给他做 那个 那个写作班子 是吧 鲁地有两个儒生 就对他的那一套 就非常反感 是吧 按照那个 司马迁的说法 那几个人就说 是吧 他说这个 武不忍公所为 公所为不合谷 武不行 公王以 无无我 是吧 说我见不得你这种样子 你这种做法 根本就不是我们儒家的做法 是吧 我不能跟你去 你赶快走 你不要侮辱我 是吧 那个公王以 无无我 这个 苏生通就笑说 哎呀 你们这些人 真是书呆子 是吧 不通十遍 若真笔辱也 不通十遍 然后 他就带领 跟他的一帮人 然后就制定了 这么一番东西 是吧 然后就 在那个朝廷周围 布置了那个 什么金瓜利士 是吧 就是杀气腾腾的 五大三出的 拿着那个 那个什么东西 是吧 然后就训练大家 那个 要三跪九寇 是吧 每一步都要 按照那个 秦代的那个要求 是吧 如果你 不符合这个标准 那就要受到惩罚 是吧 然后经过再三训练 到了 这个高地七年 这个长乐宫修成了 是吧 然后大家去祝贺 是吧 然后这个 苏生通就按照他的那个 方式 是吧 进行了布置 那到了那一天 大家都循规道具 是吧 一个个按照那个 关节的大小 依次走上来 三跪九寇 三呼万岁 是吧 然后 大家就坐下来 吃饭喝酒 一直到喝醉 大家没有一个人敢吭一声 是吧 整整齐齐 鸦雀无声 有一些人跪拜的那个方式 不太符合标准 马上旁边的那个 警卫人员就把他们拧 像做小鸡一样拧到外面去 乱棍打一顿 是吧 把大家吓得都 个个都浑身发抖 是吧 按照那个史书上的说法 是吧 敬朝至久 无感欢华 失礼者 是吧 然后汉高帝一看 哎呀 真是龙心大悦 说我这才知道当皇帝的高贵了 是吧 然后就很高兴 就说这个 哎呀 看样子儒家还是真有点本事 是吧 那么这么个人 后来这个 司马迁说 他为什么能够成为汉家如中呢 就是因为他善变 是吧 那个 司马迁说 秦有天下 习内六国礼仪 虽不合圣志 其尊君一臣 朝廷记记 高祖光有四海 苏孙通 婆有所争议减损 大抵皆袭秦故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秦稿的那一套 在司马迁看来 是不合圣志 是吧 也就是说和儒家那一套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是吧 不合圣志 虽不合圣志 但是他可以做到一点 尊君一臣 是吧 就是可以凸显皇上的高贵 凸显那个臣民的渺小 是吧 所以这个苏孙通啊 他就把这一套接过去了 是吧 有所争议减损 但是大抵皆袭秦故 他搞的那套 基本上就是秦的那套 是吧 只不过涂了一点儒家的油彩 是吧 这就是典型的 叫做儒表法理 是吧 那个那个表面上有点儒家的东西 但是背地里就是秦的东西 但是苏生通就是靠这个 成了汉家的儒宗 是吧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那个时候最实行的还是黄老 那么到了汉武帝 他又想有为 他就不愿再讲清净无为了 是吧 但是法家的那套又很难听 是吧 那怎么办呢 那他就觉得儒家是不是可以呢 是吧 于是这个 这个董宗书就出现了 是吧 那么这个所谓的 霸处北家 独尊儒术 是从董宗书开始的 是吧 可是董宗书在思想史上 人们一般把它叫做新儒家 是吧 什么叫做新儒家呢 那就是他跟传统的 孔孟时代的儒家 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是吧 这个区别主要就是 是吧 你要和秦制兼容 是吧 你不能反对秦制 是吧 你不能像原来的那个儒家那样 原始儒家的特点是 从周仇情 是吧 崇拜周智仇恨秦制 是吧 你这样是不行的 是吧 那么他要与秦制兼容 是吧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 董宗书就完全放弃了儒家的这些东西 是吧 他还是想保留一些儒家的东西 是吧 所以在我看来 董宗书这个新儒家 最大的特征 就是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董宗书的新儒学和孔孟最大的不同 就是树立了所谓的三纲 是吧 三纲五常 五常是孔孟时代就有的 三纲可是从董宗书开始才进入儒学的 是吧 而这个三纲其实它不是儒家的东西 是法家的东西 它最早讲这一套的是韩非 是吧 就是那个 臣是君 子是父 七是父 是吧 三者顺者天下志 三者逆者天下乱 是吧 故君虽不孝 臣子不敢背也 是吧 就是对暴君 你也不能反 是吧 绝对的 是吧 你必须 臣就是要听君的 是吧 这一套叫做三纲 这一套东西本来是韩非的东西 但是到了那个董宗书就纳入进去了 但是董宗书作为儒家 是吧 他实际上也还是想对皇权有所制约的 是吧 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那革命你不能讲了怎么办呢 是吧 那么董宗书就想起一招 这是董宗书学问的另外一个特点 他大量引进了所谓的秤伟之学 是吧 就是这个图秤伟书 这个东西啊 老实说也不是儒家的东西 是吧 孔孟是从来没讲过这个东西的 是吧 而且孔子不与怪力乱神 他也是不讲这个 什么叫图秤呢 图秤就是从战国时期的阴阳家 那里兴起的一种学问 是吧 这个不是儒家的 是阴阳家的 是吧 那么阴阳家就特别强调所谓的天人感应 但是董宗书讲的天人感应 其实是讲的什么呢 其实是讲的人间的这个善恶 自乱 上天是会有感觉的 上天有感觉 就会通过一些 一些象征符号来体现出来 比如天下掉下来一块石头啦 比如那个河里头浮上来一块什么东西啦 是吧 比如那个某一家的 那个马生了一匹 那个五条腿的马啦 是吧 总而言之 这个上天如果他有高兴的 或者说不高兴的 他会有一些象征 而这些象征 有的是那个图形 是吧 就是图秤 是吧 有的是那个 一些让人不知所以然的文字 是吧 就所谓的尾书 这些东西啊 里面有很深的学问 一般的人是看不懂的 谁能看得懂呢 我们如生可以看得懂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啊 我们就可以用来解释 这个现代种种的 这些这些事情 是吧 比如说有一些事情 我们觉得这些事都是坏事 是吧 那么我们就告诉皇帝说 不得了了 上天不高兴了 是吧 比如某个地方掉下来一块石头 讲一下啥啥啥 是吧 这个皇上你要注意 是吧 你不注意这个是上天要发怒了 是吧 某些事情 如果你做的好的 也是一样 是吧 那么上天会有某种征兆 比如某个地方出现一只灵芝 是吧 某个地方又出现个啥 是吧 反正他的解释是 可以把它解释成那个样子 是吧 然后他就用这一套神秘主义的这一套东西 是吧 试图对君主能够有所制约 那么这个所谓的霸处北家独尊儒素 是从董宗书开始的 是吧 可是董宗书在思想史上 人们一般把它叫做心儒家 是吧 什么叫做心儒家呢 这个区别主要就是 是吧 你要和秦制兼容 是吧 你不能反对秦制 是吧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 董宗书就完全放弃了儒家的这些东西 他实际上也还是想对皇权有所制约的 是吧 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那革命你不能讲了怎么办呢 是吧 那么董宗书就想起一招 他大量引进了所谓的秤伟之学 是吧 就是这个图秤伟书 什么叫图秤呢 图秤就是从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那里兴起的一种学问 是吧 那么阴阳家就特别强调所谓的天人感应 但是董宗书讲的天人感应其实是讲的什么呢 其实是讲的 人间的这个善恶 自乱 上天是会有感觉的 上天有感觉就会通过一些 一些象征符号来体现出来 而这些象征有的是那个图形 是吧 就是图秤 是吧 有的是那个一些让人不知所以然的文字 是吧 就所谓的尾书 这些东西啊 里面有很深的学问 一般的人是看不懂的 谁能看得懂呢 我们如生可以看得懂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啊 我们就可以用来解释 这个种种的 这些 这些事情 是吧 比如说有一些事情 我们觉得 这些事都是坏事 是吧 那么我们就告诉皇帝说 不得了了 上天不高兴了 是吧 比如某个地方掉下来一块石头 讲一下啥啥啥 是吧 这个皇上你要注意 是吧 你不注意这个是上天要发怒了 是吧 某些事情 如果你做得好的 也是一样 是吧 那么上天会有某种征兆 比如某个地方出现一只灵芝 是吧 他就用这一套神秘主义的这一套东西 是吧 试图对君主能够有所制约 可是这个制约有没有效呢 实际证明是没有什么效的 是吧 秤伟之学在两汉曾经盛行一时 但是到了东汉 统治者就已经对秤伟很不满意 因为这个装神弄鬼这一套啊 你是可以是吧 为统治者提供一些依据 是吧 什么东西该做 什么东西不该做 但是这些东西容易变成 那个老百姓造反的一些工具 像黄金起义 是吧 那个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 睡在甲子 天下大吉 那就是典型的秤伟语言 是吧 而且甚至连黄金大起义的联络符号 都是从这个 从这里头传 透露出来的 睡在甲子 天下大吉 是吧 有人做过研究 说这几句话 除了山洞变天以外 里头隐藏着一个符号 就是中平元年的 某月某日 然后那一天果然是黄金 道徒是三十六方同日而起 是吧 表现出非常高度的那个一致性 可是黄金起义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那就是全国的黄金基本上是各自为战 没有任何统一的组织 现在的历史证明三十六方同日而起 不是形容词 真的就是在同一天 是吧 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就使得这个统治者感到是一个问题 是吧 我想大家不用看很多书 大家如果读《三国演义》就会知道 那个里头提到那个 那个孙策和淤吉的那个 那个故事 是吧 孙策杀淤吉 其实就是镇压秤伟 是吧 那么到了后来 近代北朝 一直到隋初 多次发生 那个统治者严禁秤伟 那个焚烧 涂秤伟书 是吧 那个那个 杀那个秤伟之士 是吧 这样的事 有人甚至认为 这个北魏和隋初的那两次啊 规模之大 超过焚书坑儒 是吧 以至于涂秤伟书 到了现在 基本上就被灭绝了 是吧 今天我们 已经见不到这个东西 是吧 那个晚禁的一些学者 要研究涂秤伟书 是吧 他们基本上是找不到材料 那么也就是说啊 这个皇上啊 你用这套东西来吓唬他 其实是吓不住的 所以在 这个以后啊 这个儒家要变成 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资助啊 也是需要进行改造的 是吧 比方说 那个儒家的理这个概念 在汉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是吧 我前面给大家讲过 儒家是讲小共同体本位的 他这个理啊 是一方面强调长幼尊卑 是吧 另一方面 他强调温情默默 而且大家知道 传统儒家有一个说法 叫做 礼乐 礼乐 是礼求义 乐求同 是吧 什么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乐 就是我们在祭祀的时候 大家都唱一样的歌 是吧 强调的是我们的认同 那么礼呢 礼是区别贵贱的 是吧 是区别上下的 所以礼一定要强调不同 可是这个上下尊卑 第一 它是在小共同体内的上下尊卑 笼罩在一层温情默默的面纱之下 是吧 因此这个上下尊卑 给人的感觉 好像更多的是一种保护 是吧 所以啊 在传统的 那个儒家的那个话语系统中啊 礼被认为是礼欲 礼待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对你的一种礼貌 是吧 那么如果那个皇上对你好 是吧 这就叫做礼欲 这就叫做礼贤下士 是吧 这就叫做待之以礼 当时很少有人用礼这个东西 来描述一种威慑 是吧 来描述一种那种 让人恐惧的一种东西 是吧 但是从战国年间开始 这个礼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 是吧 首先就是 这个军队内部的一些 那个非常严厉的军法 被叫做礼 是吧 大家知道战国年间有一部很有名的兵书 叫做司马法 是吧 那么这个司马法 在战国年间呢 就被叫做礼 是吧 汉书一文字里头 也把它列为礼类 叫做君礼司马法 那么这个礼本来是一种温情默默之礼 但是到了君礼司马法里头 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杀气腾腾的法 是吧 这个礼本来是一种知欲之礼 但是到了君礼中就变成了一种恐吓之法 但是这个东西能叫礼吗 是吧 你吓得发抖就是对你的礼欲吗 是吧 就是礼贤下士吗 是吧 当然不是这么一回事的 是吧 其实啊 我们要理解礼的这个含义 我们就会知道 那个礼记讲的那个 是吧 就是行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 是吧 这是什么意思 是吧 就是这个礼啊 它是小共同体内的 所以这个我的主人的主人 不是我的主人 是吧 它不能跨城的 是吧 那么这句话是对诸侯讲的 对诸侯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诸侯 你对亲大夫 是吧 你要礼欲 是吧 怎么礼欲呢 就是即使他有过错 你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 是吧 你要尊敬他 尊敬的结果就是 你不要对他动刑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行不上大夫 实际上是礼欲的意思 但是庶人跟你隔着好几层 是吧 庶人如果说应当得到礼欲 那也是庶人自己的主人的行为 是吧 每一个人都有主人的 是吧 庶人也有 那最直接的主人 最简单的主人 就是自己的父亲 是吧 就是那个家长 是吧 那么会有别人给你礼欲 但是我就用不着给你礼欲 礼欲的原文前面讲的就是 祖孙的关系不同于父子的关系 是吧 然后他又讲天子和诸侯之间有一种这个礼的关系 是吧 诸侯和秦太夫也有礼的关系 秦太夫和氏也有礼的关系 是吧 但是这里头是不能跃及的 是吧 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礼 它本来是一种小共同体内部温情默默的上下之别 可是到了战国年间 它已经变成陌生人社会中 是吧 一种带有军事色彩的 挺吓人的一种事了 是吧 那么到了那个 那个苏生通那里 那当然更是这样 尤其是到了西汉晚年 出现了一个很戏剧性的事 是吧 大家知道西汉晚年 那个据说是和奸王刘德 从民间访到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周关》 是吧 这个周关后来就到了汉末 西汉末就受到两个人的重视 是吧 刘相刘心 这两个人是西汉末年到王军 被认为是那个意识形态的专家 这两个人很重视 他们就认为这个周关 应该叫做周礼 是吧 而且把这个周礼列入官学 甚至列入到了 原来人们认为的礼的前面 是吧 就是所谓的三礼 大家知道后来讲的三礼 就是礼记 以礼和周礼 是吧 这三礼中周礼又是放在第一位的 是吧 大家知道周礼本来就不叫周礼 叫周关 这一本书其实讲的和那个小共同体内的温情默默的上下秩序 毫无关系 他是以周的名义 说这个朝廷设有六个部门 叫做天地春夏秋冬 是吧 天关地关春关秋关 夏关东关 这个六关 就相当于后世朝廷的六部 是吧 立护礼兵行宫 那个天关就相当于立部 地关就相当于户部 地关师徒 有俗关七十八 春关中白 就是后面的礼部 是吧 有俗关七十 下关司马 就是后来的兵部 是吧 等等等等 那么按照整个周关这本书 总共中央六部 有三百六十多个市局级单位 每一个职关都有不少熟员 合计有数万人之多 是吧 整个这本书就是讲 什么关 什么衙门 干什么事 那么像这样的一本书 和儒家讲的理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西周时代 能够有这样庞大的中央机构吗 所以很多人呢 都认为周理这本书 来源是可疑的 是吧 而且你会发现 关于周理的争论 实际上是我们 那个汉以后思想史争论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凡是主张中央集权的 凡是主张偏向法家的那一套的 比如王安石 是吧 都是高度评价周理的 是吧 认为周理不仅是儒家的正宗 而且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典籍 是吧 那个王安石变法 他搞那个理论基础 就是周关心意 是吧 那么凡是反对这一套的 凡是对法家那套有反感的 是吧 从二成 一直到晚清的康有为 都认为周理是尾书 是吧 甚至有人说 周理干脆就是流向流星父子 造出来的书 是吧 说他们为了王莽篡权 是吧 编了这么一本书 作为王莽篡权的 那个理论根据 是吧 其实照我看 说这本书是流向流星父子 全部凭空虚构的 可能是有问题的 是吧 因为古代的书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假定 就算是你后面编的 你基本上也用了前人的素材 是吧 这个凭空捏造 是不太可能的 是吧 周理这本书的很多材料 经人已经指出 在那个汉以前 在春秋战国时代 是吧 是有人提过的 是吧 那么我们不能说 它是一个凭空虚构的东西 可是我是相信 整个州官描述的 这样一个中央政权体系 那肯定是造出来的 是吧 西州时代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 而且我们要知道 中央机构分成六部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吧 根据现在我们看到的材料 秦始皇时代是没有六部的 秦始皇时代只有左右朝朱立 汉武帝是上书台 本来是分成四朝 也就是后来的四部 到了汉成帝时代 变成五朝 我们知道 到了东汉光武帝 就变成了六朝上书 所谓六朝上书 就是后世的六部上书 是吧 可是东汉的光武帝 是不是最早搞六朝的呢 其实也未见得 我有一种猜想 而且我觉得这个设想 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王莽时代 大概就已经有了六朝 是吧 而王莽这个六朝 就是彼赴周礼的六关的 是吧 那么这个刘相刘心 他搞了周礼这么一本书 列了个六关 然后王莽就搞了 这个六部 或者说是六朝 到了东汉 他继承了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所谓的周礼的礼 和儒家原来讲的那个礼 已经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他强调的是中央集权 是吧 这个东西已经完全是秦制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周制的东西了 我们上次讲到啊 这个判代以后 在那个秦制的基础上 要用儒家的话语 要经过一些改造 是吧 就是这个儒表 必须适应于法理 那么到了宋以后啊 这个改造 非常成功 一个表现就是科举制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 在秦汉时代啊 这个儒和利的矛盾 是非常突突的 是吧 所谓利就是国家的 雇员 就是为国家办事的 是吧 他们的责任就是 不分青红皂白 把那个皇上的意志 能够贯彻 而儒呢 儒是所谓的从道不从军 是专门讲道理的 就类似于 什么公共知识分子之类 是吧 那么就是专门批评现实的 那个所谓的 横言君之恶者为之中啊 是吧 所以这个儒和利啊 是关系很微妙的 秦始皇时代是根本就 没有儒生存的空间 是吧 只有利 大家知道法家就说是 以利为师嘛 是吧 那个 但是到了汉武帝 他就倡导儒了 可是实际上 尽管汉武帝 号称是独尊儒术 一直到东汉末年 人们仍然认为 这个儒的实际地位 是很低的 是吧 那个 东汉末年的 王冲和王福 其实都讨论过 这个儒利的关系问题 是吧 那个王福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叫儒利论 是吧 他不断地讲 说大家不要看不起儒 不要太看重利 是吧 所谓的儒有所长 利有所短 是吧 那意思就是说 其实利不是万能的 儒也不是什么都不能的 到东汉末谈这么讲 可见那个时候儒的地位 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是吧 如果儒的地位真的很高 他就应该讲利也是可以的 是吧 但是后来这个问题就逐渐解决了 解决的途径 其实主要就是靠科举制 就是通过科举 把儒变成利 是吧 但是通过科举 把儒变成利 到底是利被儒化了 还是儒被利化了呢 是吧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科举制整个这一套说法 都是儒家的 而且到了月到后期 科举制的考试题库 也是来自儒家 具体的讲就是来自朱熹 标准答案也是儒家的 但是它的整套设计制度 是完全法家化的 是吧 大家知道 科举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完全不考虑得望人员 它的前提 就是每一个人都单独 直接面对朝廷的考试 由皇帝来挑人 而皇帝挑人 不是挑什么贤人 善人 道德高尚的人 是吧 甚至也不是挑什么 治国的专家 唐太宗的话说得很到位 天下英雄入伍构终 他既没有说天下善人 是吧 贤良 入伍构终 他甚至也没有说天下的专家 入伍构终 是吧 大家知道 所谓英雄 多字为英 有胆为雄 英雄就是 既聪明又大胆的人 是吧 这个词在古汉语中 是没有道德褒义的 甚至略有一点道德贬义 聪明大胆 但是不顾道德的人 类似于我们今天讲的枭雄 那么这个所谓天下英雄入伍构终 其实就是国家通过一场自力测验 把那些聪明的人都网罗在中间 就是傻瓜是通不过科举的 是吧 这个能够做好拔骨文的人 都是相当聪明的人 那么科举他最初是不中拔骨的 最初是中策论 是吧 这个策论呢 还有点修其自评的味道 是吧 要讲究治理天下的 那个真实的才学 是吧 治国平天下 是吧 但是策论不可能有标准答案 评价传看考官 而考官就像现在的左右一样 会有很多流派 从法家的角度看 这就会形成小圈子 是吧 形成所谓的棚挡 是吧 因为考官总是要赏识 提拔和自己正见相同的人 因此与其考策论 不如考没有用的文章 而且要聪明人才能写的 没有用的文章 是吧 没有用就可以用客观标准来衡量 有用的话 到底对谁有用 反而就很难控制了 是吧 科举考试就要尽可能的切断 相举离选造成的人际关系 这显然是法家的追求 虽然朱熹的世书极著 到了明清 成了科举的标准答案 但是科举的最早批评者之一 就是朱熹 是吧 他说科举不如九品中正 九品中正又不如查举真批 查举真批当然更不如周代的相举离选 是吧 那反正总是一代不如一代 科举是最坏的 是吧 那么他还说你宋代你要想光复中原 你除非五十年不搞科举 是吧 否则你是没有指望的 那么为什么朱熹讨厌科举字呢 他说德行至于人大义 是吧 说挑人就是要挑有德行的人 是吧 他说故古之教者莫不以事为先 至于成州而法使大辈 故其人才之胜 风俗之美 后世莫能及之 是吧 他说西州时代搞的那个相举离选 那是最好的 人才积极 而且风俗 很纯美 他说汉史之初尚有仪法 其选举之目 必以进掌上顺香礼 俗正教 出入不被所闻为称首 未尽以来 虽不及古 然其九品中正之法 尤为尽之 即至随堂 随专以文词取释 而上德之举不服建议 是吧 他说这个科举 最糟糕的就是 上德之举不服建议 是吧 自从有了科举以后 大家读书 就是为了做官了 而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 从唐到现在就更坏了 是吧 极至于今 留弊已极 其事不可以不变 是吧 到了现在这个事情 这个制度已经坏到极点 是吧 不改变是不行的 是吧 其实晚清废科举的时候 有人就引了这段话 是吧 因此你说这个晚清废科举 仅仅是西化 是吧 仅仅是什么激进主义 恐怕也很难说 是吧 像这种反科举的这种论断 其实已经很早就有 那么现在我们有一种说法 说科举是很进步的 是吧 甚至说西方的 那个文官考试 公务员制度 都是学了科举的 有一个人就说了一句 非常挖苦的话 他说那个潜艇的原理 借鉴了那个鱼的 那个鱼标 是不是可以说 潜艇的发明者是一条鱼呢 是吧 这当然不能这样说的 现代的这个政治制度 它其实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 是吧 只能来源于老百姓受益 另外一个就是行政 行政工作的专业性 是吧 就是这个具体办事情 那要专家 所以现代这个政治制度 它一定要有 这个政务官和公务员 是吧 所谓的政务官 那就是体现了权力的来源 这些官肯定是选举产生的 但是你 这个办事能力是需要积累的 于是需要有一批职业官僚 是吧 这些职业官僚就是所谓的公务员 那么这些公务员是不能选举的 是吧 因为如果你一选举就会任期很短 是吧 而且选举它会有党派倾向 是吧 你这些具体办事的人 你不能有党派倾向的 是吧 你不能说我管财政的 我就给左派多博款 给右派我就不博款 是吧 这怎么能行呢 是吧 所以这个具体办事的人 他要讲才干 是吧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靠考试 是吧 所以这个公务员考试就是这么来的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政务官靠选举 是吧 掌权的是选出来的 是吧 办事的是考出来的 是吧 事务官靠考试 可是我们这个科举考试啊 其实恰恰和这个原则是对立的 大家想想这个科举考出来的官 都是现代政治制度中认为应该选出来的官 是吧 比如那个州长 县长 是吧 那个那个什么各部的部长 是吧 这些官都是政务官 是吧 这个这个所谓的上书啊 士郎啊 是吧 知县啊 知府啊 知州啊 巡府啊 基本都是科举出身的 是吧 因此政务官 在法家的体制上 是不选举的 是吧 只要考试 为什么呢 因为道理很简单 在专制体制下 就根本无所谓政务官 所有的政务官 在皇上看来 都是替他办事的 是吧 就是都是他的那个狗腿子 是吧 那无所谓政务不政务官 是吧 但是具体到办事的人呢 是吧 我们一直到晚清一个最搞笑的现象就是 最具体办事的人反而不是考试的 传统的衙门事物无非就是两项嘛 一项就是乾粮 一项就是行民 这两项事情 一般的人都不懂呢 不懂怎么办呢 靠立 是吧 自从有了科举制度以后 就有所谓的官立之别 官是考试出来的 立是怎么产生的呢 立的产生 在中国这个传统社会的后期啊 就变得非常之杂了 这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 是吧 这个立可以说国家就没有任何正式规定 是吧 那就是靠你那个当官的自己去找人的 有的找朋友 是吧 有的掏钱雇什么什么社会上的人 还有一些地方专门出这些人 是吧 什么绍兴师爷 是吧 甚至明代还专门有这样的规定 说立是一种很下贱的这个事儿 只能给那些比较蠢的人来做 如果你连续十次参加科举考试都考不上 证明你是个不可造就的人 是吧 那就不让你考试了 你去做立 是吧 就让你去那个做那个办事的人 尤其是下级办事的人 在这个随唐前后的一段时间 甚至被认为是一种 那个衙门中的 那个下沉的衙役 是吧 这些人甚至是需要世袭的 这些人被认为是一种比较下贱的户口 是吧 那个魏晋时期啊 这个立是专门的一种户籍 叫做叫做立户 这个立户你是不能逃逃避的 是吧 这个这个 从东汉开始就有所谓的那个立逃亡的记载 是吧 所以我觉得啊 虽然西方的公务员考试显然是一个很成功的制度 而且这个制度不能排除 它就真的是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那个启示 是吧 但是中国的科举制度 甚至包括我们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制度 和这个和西方的文官制度 和现在的文官制度 是吧 我觉得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是吧 儒学发展到宋明 就出现了所谓的宋明理学 这个理学啊 其实大家都知道有两大支 就是那个成诸理学和路亡心学 是吧 这个以前那个批判儒家的时候 人们说 这个成诸是客观为新主义者 是吧 为什么呢 他们老是强调有一种那个道 是吧 或者说有一种规矩 这种规矩是天理 是吧 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所有的人的行为都要符合天理 不能乱来 是吧 那么路亡心学恰恰相反 是吧 那个很多 以前给他扣了一顶帽子 叫做主观为新主义者 是吧 那就是路亡这一支啊 是很强调主观能动性的 是吧 确实他们是认为 人们有自由发挥的合理性 是吧 人们想的一切都是有根据的 是吧 北信日用即是理 是吧 理并不是什么悬而又悬的东西 是吧 老百姓一时住行 就是理 是吧 满街都是圣人 是吧 人人皆为顺遥 理不是掌握在 你们一两个人的手里的 是吧 这个理其实就是 在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一种自由思想 那么好了 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两支主张呢 是吧 显然当时的社会啊 的确有非常严重的弊病 一方面 有些人不守规矩 为所欲为 是吧 蛮不讲理 随便乱来 是吧 那个那个造成很多问题 另一方面 又有老百姓又被 属服得很厉害 是吧 举手投足 动辄得咎 是吧 那个很多事情 都不准他们做 是吧 那么这两种 意见 当然是冲着这两种东西来的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 其实你说人要多一点 自由也好 人要多一点管束也好 这就跟我前面讲的 道家的有为无为 而一样 就看你是跟谁而言 是吧 其实我们都很容易理解 在情治下 最大的问题 就是统治者太自由 是吧 他的权力不受制约 可以为所欲为 而老百姓太不自由 是吧 他们被那个管束的 是吧 无所措手足 是吧 就是那个被属服得很厉害 从朱西 从王学的这些人 看来啊 实际上他们讲这些话 其实心里是有所指的 可是大家知道 如果你仅仅是从 形而上的角度讲这个东西 而没有在制度层面 解决一个老百姓的权利 是吧 老百姓的right 是吧 和对统治者的power的限制 是吧 那么你最终这些说法 都会走向反面 是吧 讲的简单点 你要大家守规矩 结果你限制不住皇上 但是你可以限制住老百姓 是吧 结果你说 要给大家自由 结果老百姓得到自由很困难 而当官的为所欲为 却很容易 是吧 结果这个陆王之学 成诸之学也好 陆王之学也好 其实它实际的效果 都是走向了反面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 一讲成诸 大家想起来的就是什么 恶死是小 时劫是大 是吧 就什么什么 成天理灭人欲 成天理灭人欲 这句话也不是不能说 是吧 皇上的人欲 我觉得就该灭 是吧 但是你能灭吗 是吧 要灭就灭老百姓的人欲 这个皇上 无论是怎么从舍及欲 都是天理 老百姓那个 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成了人欲 这个就变成这样 而这个阳明呢 大家知道阳明讲那种 百姓日用即是礼 是吧 其实百姓日用没有多少自由 但是贪官污吏从这里头 得到了启发 是吧 我们大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 是吧 什么礼啊 什么什么这些 我们可以不管 是吧 所以有人说 这个阳明之学 对明代后期的官场腐败 起了很坏的作用 是吧 那就是这个 这个当官的喜欢阳明之学 因为阳明之学给了他们更多自由 当官的也喜欢 成诸之学 因为成诸之学把老百姓的手脚管得更死 是吧 但是他们其实本意是这样的吗 可能本意并不是这样的 但是实际效果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经常讲啊 这种体制下 它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谈论那个经济问题的时候 讲的叫做 叫做此祸效应 是吧 就是说 这个政策一下左 一下右 所谓左就是 管得很紧 是吧 所谓右 就是放得很开 是吧 那么这个一收一放 就相当于那个 那个自然界有一种虫 叫做此祸 是吧 这个虫啊 就是一伸一缩 一伸一缩 是吧 但是它的一伸一缩 都是朝着一个方向的 是吧 不是取平衡的 是吧 也就是说 一伸一缩 都是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我们的政策 放开也是有利于上层的 不利于下层的 这个收紧也是有利于上层 不利于下层的 是吧 这个中国历史上 在经济思想中啊 也经常有这种左右的争论 像那个西汉年间的盐铁会议 是吧 就有两大派 是吧 以那个贤良文学代表的 就那一派 就主张 那个政策要放开 是吧 不能国家什么都 那个那个管得太死 以桑洪阳为代表的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被捧得很厉害的 号称是法家 是吧 那桑洪阳就认为 国家要管死 是吧 最重要的一个政策 就是盐铁官营 是吧 实际上不光是盐铁了 凡是当时赚钱的 是几乎都是国家垄断的 可是你后来你会发现 这个盐铁官营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是吧 大家知道在今天的西方 也有左派 也主张国家要 要管很多事情 是要给老百姓提供社会保障 是吧 要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 是吧 可是桑洪阳已经讲了 是吧 我们搞这个东西 根本就不是为老百姓的 是吧 按照他的说法 是吧 这个当时的穷人 不是懒汉 就是罪鬼 是吧 饿死活该 国家根本就不该救济他们 是吧 什么贫穷者非赤及堕也 是吧 救济穷人就是夺利俭 而予赤堕 是吧 这是法家的原话 是吧 也就是说 这个救济穷人 帮助弱势者 那是最傻的事 是吧 这些人本来就是不该存在的 那么当然 他们搞国家管制 搞国家垄断 绝不是给老百姓提供社会保障 是吧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讲到很简单 就是为政府 为皇上 是吧 就是要强化国家机器 是吧 强化皇上的权利 是吧 那么反过来当时的另外一波人 是吧 就是贤良文学 贤良文学主张 中央不应该搞这种 那么多的垄断 是吧 应该让下面自己去搞 是吧 可是你想 这些人是主张市场自由吗 这些人是主张发展民营企业吗 这些人是主张自由竞争吗 其实也不是 你看看当时的贤良文学的那些主张 其实他们讲的反对盐铁观银 主要是指 要回到汉武帝以前 盐铁主要是由诸侯王经营的 那个制度 就是让这些 那个那个有权有势的人 去搞这些东西 国家不要搞 是吧 老百姓能不能搞呢 贤良文学说 老百姓也不能搞的 是吧 他们说 老百姓就应该 世世代代的做一件事情 是吧 公之子横为公 农之子横为农 是吧 你是农民 你就只能种田 是吧 你是打工的 你就永远打工 那你可见 像这样的这个争论 左派强化国家权力 但是他们并不想搞福利国家 右派要放纵 是吧 这些人 但是他们并不想放纵老百姓 是吧 所以这个事情呢 说实在的 你也不能说当时的 这些人的思想 到底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时的制度 的确就是这样子 到了明末 后来就有了 就出来一些人 无论对陆王 还是对成诸 都提出批评 是吧 他们就直截了当的说 今天的问题 就是皇帝制度 就是秦制造成的 是吧 那么这些人的代表 就是明末的黄中西 是吧 那么黄中西在明一代访路中 就提出很多 惊世骇俗的观点 是吧 大家经常引的一句话 就是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 皇帝是天下最大的祸害 最主要的危害 是剥夺了老百姓的个人权利 是吧 在这一点上 黄中西是不仅他讲得非常之深刻 而且超过了以往的儒家的一些说法 他说三代 老百姓呢 都是人人得而自私也 人人得而自利也 有圣人焉 是吧 他说那个时代呀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为自己考虑的 是吧 但是有一个人 他不为自己考虑 那就是圣人 所以这些人就把他选为君 是吧 就把他推上台去 那么他就出以公心 为大家办事 这个时候就叫做公天下 他说到了秦以后就反过来了 是吧 这个皇上靠武力上了台 然后他就不准老百姓自私 是吧 他说是使天下人不得自私 不得自利 而以我之大师为天下之大功 是吧 这句话讲得非常精彩 是吧 他说你们所有的人都不能为自己考虑 不能为自己打算 是吧 你们只能为国家考虑 只能为国家打算 而国家是谁呢 国家就是我的 是吧 所以所谓的你们为国家打算 其实就是为我打算 打着大功的名义 实际上是在搞大师 是吧 就是以我之大师为天下之大功 是吧 所以他说是这是一种最自私的最糟糕的制度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家统治了两千年以后 是吧 社会一直有很大的不满 而且这个不满是吧 实际上就是来源于那个两千多年以前的这场变动中的失败者 是吧 就是儒家 当然我们可以说 对现实不满的人不能说都是儒家 也不能说儒家就是对现实不满的 是吧 但是 的确对于法家这个体制而言 在我国晚清以前的历史上 主要的批判资源 还是来自儒家的 是吧 因为在诸子北家中 是吧 他主要的分歧就是周情的对立 我称之为叫做从周酬情情绪 是吧 当然主要是一种儒家的情绪 是吧 但是在从秦到晚清的这个两千多年的历史上 儒家虽然不满 但实际上是没有真正能够行得通的解决办法的 只有到了晚清才有了现实的可操作性 是吧 才有了那个真正对这个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世界历史上 这个有古老文明的民族 接受外来影响 接受到这个程度的 我觉得晚清应该是个非常罕见的例外 是吧 比如说很多人都讲印度 那么印度接受了西方的影响 接受了什么呢 是吧 宪政民主他们是接受了 当然机器也接受了 但是现在的印度人其实和以前的印度人 其实还是差不多 中国现在有几个人穿糖装的 是吧 但是印度满街的人穿的都是那个玩意儿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没有几个人穿西装的 是吧 印度人吃的饭也是原来的 信的教也是原来的 甚至连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都是原来的 是吧 连种姓制现在的遗留都还有 那个生活习惯 衣食住行 是吧 行而上世界 是吧 等等等等 是吧 但是他们就是 接受了西方的技术 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是吧 但是中国呢 除了政治制度以外 其他还有什么没有接受的吗 我们有几个人现在还 还会写毛笔字的 说实在的 我们现在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传统大概就是 秦制 是吧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别的能够保留下来的呢 是吧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要问 中国人为什么会对西方接受的 是吧 那么中国人本来也是一个对自己的文明有很强自负的 是吧 那么为什么会对西方产生那么强的 那个向往呢 对所谓的 向西方学习产生那么强的 向往呢 是吧 以前呢 我们有一种传统的解释 是吧 说这个中国对西方的 向往啊 对西化的 对学习西方的那个认识啊 是经历过一些阶段的 比如一开始 就是我们被他们打败了 是吧 打败以后我们就认识到船间泡利很了得 是吧 于是就开始学习西方的器物 是吧 具体表现就是洋务运动 搞军火工业 是吧 那么后来我们有了军 洋枪洋炮 结果发现还是不行 是吧 中法战争 中日战争 都是在我们有了洋枪洋炮以后 结果又 吃了败仗 是吧 然后这些人就说 哎呀 看来除了器物以外 制度也不行 是吧 于是就有了学习西方的制度 是吧 不管是戊序的改良 还是辛亥的革命 总而言之是要解决制度问题 是吧 那么辛亥革命以后建立了共和 可是我们好像还是不行 那搞什么呢 就是要搞心灵 是吧 或者说要搞国民性 也要西化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新文化运动 所谓的改造国民性的运动 像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啊 如果你看看官方允许的主流变化 那的确是可以说这个说法是对的 这种三段论 最近这些年 受到挑战 是吧 为什么呢 这个挑战其实是从西方先开始出现的 比如说以前我们说 中国传统经济很落后 是吧 尤其是明代以后是长期停滞 那么现在有一些美国学者 所谓的加州学派 就说不是那么回事 是吧 说是那个中国民情一直是很发达的 是吧 甚至到了鸦片战争前夕 中国的 有一些人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 说中国的GDP在1820年 也就是鸦片战争前夕 还要占到全球GDP的36% 是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就非常之吃惊了 是吧 美国的GDP现在占全世界 也不过只有20%几 那意思就是说 鸦片战争以前大家都认为 最不行的中国 比现在的美国都牛 而且还牛得不止一点点 是吧 这个东西 假如大家接受这个说法 那中国的经济还有什么缺点呢 是吧 那么政治 以前都说中国专制 是吧 那么也是从西方开始出现一种说法 说中国以前的那个专制 不能叫专制的 是吧 说那个韦伯开始说 是吧 说那个中国以前的那个 皇帝的官僚制只管到县以上 县以下就是自治的乡村 其实是非常自由的 是吧 国家基本上是不管的 是吧 这个说法现在很流行 其实啊 韦伯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时候 他不是想恭维中国 是吧 他其实是想贬低中国的 是吧 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 在西方历史上 这个官僚制取代贵族制 是很晚近的事 所谓的官僚制就是文官制度 大家知道韦伯在韦伯的政治学理论中 认为政治理性化就是官僚化 是吧 官僚制取代 那个贵族制就是 就是政治的理性化 或者说政治的现代化 是吧 那么可是韦伯又认为 只有新教伦理 才能实现现代化 新教伦理以外的东西 甚至包括天主教都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儒教就更不行 是吧 韦伯专门写过一本书 叫做儒学与道教 就专门说儒学道教 都和现代化是绝缘的 是吧 可是大家又明明白白的知道 中国自秦以后 就不是贵族制 而是官僚制 那么如果官僚制 就是现代化 那中国不就早就现代化了吗 比西方还早是2000年了 是吧 那么韦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他创造了一个中国 有限官僚制的概念 是吧 也就是说 他说中国虽然秦以后就有了官僚制 但那个官僚制不太管用 只管到现以上 现以下 其实还是什么家族啊 宗法啊 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是吧 所以他说中国还是很落后的 而且似乎还是永远不能够现代的 这个话本来是用来 是用来贬低我们的 是吧 但是到了后来 这个自治 是吧 这个自由这些概念 成为一个正面的价值以后 这些话就被人从正面理解了 那么到了晚进 当然就更浪漫了 有些人说 中国的皇帝其实也不专制 是吧 中国的皇帝其实就像父亲一样 这是一种父爱式的管理 是吧 不能叫专制的 那不能叫专制叫什么呢 那个武士的时候说 这是封建 是吧 后来有人已经澄清了 说这个专制和封建是两回事 是吧 中国从秦以后就没有封建了 总而言之吧 按照这些人的说法 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多大的问题 那么经济比美国都还发达 政治又是很完善的 没什么问题 伦理道德呢 那更不得了了 那中国当然是天下第一 是吧 以前有一种说法叫西方是物质文明 中国是精神文明 是吧 那么西方本来就只有物质 只有中国才有精神 是吧 那中国本来你说物质不如人 现在人家说物质也比人家好 是吧 那个鸦片战争以前 中国的经济就是世界第一 而且还说 中国那个时候是世界工厂 是吧 全世界都需要中国的东西 但是中国不需要世界的任何东西 是吧 以至于这个 以至于西方 要花大量的白银来买中国的东西 这些说法盛行了以后啊 就使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既然中国那个经济 政治 伦理 道德 所有的方面都比西方强 为什么晚清时代的中国人 莫名其妙的就产生那么强的 对西方的 学习西方的冲动呢 那么这些人说啊 其实晚清时代的中国人傻了 是吧 西方没有任何地方比中国好的 只有一点比中国好 西方人比中国人野蛮 能打仗 中国什么都比西方好 就是打不过西方 是吧 打不过西方 中国人就产生了错觉 认为落后就要挨打 挨打证明落后 所以我们就对打我们的人特别佩服 是吧 于是就去学着打我们的人 这是中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 这个说法能成立吗 是吧 我觉得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是吧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 我们的这个中国 当然了 什么叫中国有一个定义的问题 是吧 现在有人说 什么什么 金啊 女真啊 是吧 什么险卑啊 从来都是中国 连匈奴也是中国 是吧 那如果是这样 那中国当然从来就没有被打败过 是吧 那陈吉思汉把南宋灭掉了 也不叫做被打败 那只是叫统一而已 是吧 那如果这种逻辑能够成立 那文天祥岳飞算啥呢 是吧 他们还能不能叫爱国呢 是吧 还是他们在提倡分裂呢 是吧 他们在搞难读呢 是吧 我觉得如果把话讲到这一步 就完全是胡说八道了 是吧 当然我们实事求是的讲 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 就是汉族的中原王朝 是吧 除此以外的 遗敌 那就是敌国 是吧 你只有这样你才能说 岳飞闻天祥是爱国的 我们中国的汉族王朝 被遗敌打败 难道只有晚清这一次吗 是吧 而且大家知道 是吧 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汉族王朝 被遗敌打败 败的之惨 那完全是晚清 不能相比的 是吧 大家知道 西晋北宋 都是皇帝给他们抓走了的 而且抓走不止一个 是吧 那个西晋的淮帝 敏帝 是吧 北宋的那个清宗 灰宗 是吧 都是被抓走以后 死在遗敌手里的 是吧 结果那个剩下来的那些人 跑到南方 苟且一方 是吧 到了最后 大家知道 是吧 南宋南明 那就更不用说了 是吧 扶朝之下 吴玩卵 是吧 船玩玩了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 败到如此的地步 他就没有想到要学习 这个所谓的先进者呢 是吧 打败了我们的就是先进的 那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人不学习 是吧 不学习显卑 是吧 不学习女真 是吧 不学习满族 反而后来都是他们汉化了呢 满清所谓被打败了 无非就是丢了一些边疆 是吧 有一些国家原来是像我们纳贡的 那个是我们的番薯 是吧 现在不承认我们是我们的番薯了 如此而已嘛 是吧 当然最后是很厉害丢了一个台湾岛 那是汉族人住的地方 是吧 但是汉族居住的主体 仍然是保留的 大清朝也一直是保留的 是吧 大清朝最后也是被自己人推翻的 也不是被什么 那么中国始终没有成为印度 是吧 那么这个这怎么能叫被打败呢 而且中国人也从来没有服气过 中国人始终是想复活强兵的 始终是想对外抵抗的 而且后来也实际上也就胜利了 是吧 到了抗战 那也就是熬出头了 是吧 中国人也就是成功的实现了反侵略的 这个胜利 是吧 因此 如果就被打败 以及因为被打败而丧失 军事上的信心而言 那晚清其实算不了啥 是吧 中国在历史上被打败 以至于败到一败涂地 是吧 甚至连在军事上抵抗的信心都没有了 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多次的发生过 是吧 但是文化的信心 从来就没有动摇过 是吧 不管是东晋 南朝 不管是隋唐 不管是被女真蒙古满洲打败了的 宋以后 明以后 是吧 这个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道统 是吧 对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 从来没有产生怀疑的 是吧 黄中西这样的人 在南明彻底拜王以后 他写的那个明以待访录 讲来讲去 说明朝的失败 原因很惨痛 是吧 用明不清楚的那样的说法 叫做天崩地邪 那么总结的经验 总结来总结去 还是说 我们没有遵守孔梦之道 是吧 这个秦始皇搞的那套不行 孔梦之道最好 是吧 他讲的那些都还是说 我们的道统是很好的 只是我们没有照样做 是吧 那么到了晚清 你丢了一些边疆 你就对西方的那套那么向往 到底是为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 你仅仅说这个事情是被打败了 那肯定是说不过去的 中国人在晚清要学习西方 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用中国人第一个驻外的大使 郭松涛的话讲 是吧 那个时候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西方 最深的感触 其实还不是什么船间泡利 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 郭松涛 美炭线西洋国正民风之美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他们的制度比我们正义 是吧 他们比我们仁义 是吧 这个西洋比我大清更仁义 而且这个仁义是在儒家的价值观的尺度讲的 不是是吧 从什么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什么西方文明的角度讲的 当然我这里讲 所谓西方比我们更仁义 这里指的不是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弱肉强食 郭松涛在这个问题上一点都不含糊 但是如果你要讲到内政 是吧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人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 是吧 这个西方的那些国家对自己的老百姓 那真是比我们国家要好得太多了 是吧 我们国家的草民那是什么啊 那连人都不是 是吧 那他们的那些人才真的是活得像个人的样子 是吧 他们的那个老百姓过得比我们好 是吧 他们的经济比我们发达 他们说这些国家的政治 那真是天下围攻啊 是吧 那真是老百姓参与的 是吧 那真是那个皇上不把天下当做自己的 那么他们的那个法律 那是讲道理的 是吧 那他们的那个立志要比我们清明得多 等等等等 是吧 这些话辩见于当时和西方 用那个时候的说法 叫做了解疑情的人 那么总的来讲 这些人呢 他们对中国的现实有很深的不满 而对中国现实的不满 集中就表现为对秦制的不满 我把这些人叫反法之儒 是吧 就是对法家那一套反感的 带有古如理想色彩的那些人 是吧 那些人是当时中国 是吧 这个向西方学习这个运动的最初的推动者 而且可以说一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前 他们也仍然是推动者 那么他们的这种 在学习西方上 是吧 他们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 那就是他们学习西方 其实主要是基于一种道德理想 这个道德理想是带有 古如三代色彩的理想 他们总是拿中国现实和西方的现实 用所谓的三代的那个观念去套 是吧 一套 他们就觉得西方比中国更像三代 这是他们学习西方的主要动力 而所谓的富国强兵 是吧 也就是功利主义的那个目标 反而是次要的 或者是顺带的 甚至有些人就公然就说 是吧 如果能够强兵 但是这个强兵 是在秦制基础上强的 他们认为还不如不强 是吧 甚至有些最极端的人说 是吧 中国吃了败仗是有好处的 是吧 因为那个中国的军队太强了 会扩张君主之祸 是吧 那么其二 他们的主张其实是一种 隐惜就如的思路 是吧 说这个儒学这一套啊 我们孔孟这一套啊 在今天的中国 那是受到很大的压力 那被秦制 被法家已经搞得不行了 是吧 我们现在如果要真正复兴 儒学 真正要复兴 孔孟的理想 那就得向西方学习 是吧 这个就是引进西方的制度 来摆脱儒家的困境 第三 与以上两点相应 那个时候很多 主张学西方的人 都很强调要学习所谓的 西体 西本 是吧 大家知道 张之洞那个时代有一句话 叫做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是吧 可是比张之洞更早的一些人 他们反而很强调 学习西方就要学体 是吧 用是吃药的 或者说用本末这个概念 学习西方要学本末是吃药的 什么叫做用呢 用当然就是羊枪羊炮 什么叫做末呢 末就是西方人会做生意 其实会战前是非常重要的 是吧 所谓的不很重要 显然是基于那个儒家的 所谓的众议亲历了 而西洋的所谓政教 是吧 所谓的军民一体 上下一心推举之法 天下围攻之类 也就是根据古儒的三代观念 封建观念 民本观念 所理解的西方共和民主制 才是他们认为最需要学的本和体 讲的简单一点 是吧 他们认为西方的民主共和 是吧 非常符合他们的理想 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围攻 那么他们在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 他们在中国拿什么本土资源来跟西方接轨呢 主要就是儒学 而且主要是儒学中最反对秦制的师梦学派 是吧 他们对法家批评的很厉害 对儒家向法家看齐的那些人 比如荀子 骂的也是很厉害 那么 还有第五点 就是这个时期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 这些热心学习的人 他们都不太注意 西方文化对个人权利的重视 是吧 如果你跟他们讲西方的文明是个性自由 是吧 是个性解放 是吧 是个人权利 那他们是不会喜欢的 是吧 但是他们对民主共和就特别喜欢 是吧 认为那是天下围攻 最后导致辛亥革命的 主要就是这样一种 天下围攻 对家天下的冲突 是吧 但是那个辛亥革命的时期 中国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个性解放 是吧 出现大家都逃婚 是吧 出现就像那种 什么什么什么摆脱包办婚姻 是吧 纷纷都离家出走 当什么那拉 是吧 像这样的现象是 那个时代没有的 是吧 是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才有的 我们今天经常把新文化运动 叫做中国的启蒙运动 可是如果我们只把新文化运动 叫做启蒙运动 那就会造成一个很难理解的现象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通常这个启蒙带来的思想解放 是政治上变革的那个前提 是吧 比如说在西方 它是18世纪先有了启蒙运动 才有所谓的革命 或者改革的 是吧 像法国是先有了 卢梭 那个孟德斯鳩 是吧 然后才有了法国大革命 可是在中国就好像很奇怪 先有了一个辛亥革命 才有了所谓的启蒙 是吧 那这个事情如果先没有启蒙 怎么会有辛亥革命呢 是吧 其实啊 严格的说 中国真正的启蒙应该是两次 是吧 第一次启蒙 其实是辛亥以前的 是吧 辛亥以前的启蒙的特点 是反对法理 但是并不反对儒表 不仅不反对儒表 恰恰是很多古儒 是吧 很多怀有古儒心态的人 看到西方以后 那个古儒的 从舟酬勤的情绪 就被激发出来 因此这个儒表 不仅没有成为启蒙的 那个障碍 反而成了启蒙的 很强大的动力 因此这一场启蒙啊 其实是 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的多 没有这样的启蒙 你就很难设想 有辛亥那样的事发生 那个像郭松涛啊 他在那个伦敦与巴黎日记中 有一段很有名的话 他说三代以前 读中国有教化耳 自汉以来 中国教化日益微灭 而政教风俗 欧洲各国乃独善其胜 其是中国 亦由三代圣时之事宜敌 是吧 他说我们中华文明 是非常伟大的 是吧 在三代的时候 我们中国确实是 全世界最文明的地方 但是秦汉以后就不行了 就礼崩跃坏了 是吧 他说三代的文明 就转移到欧洲去了 是吧 他说欧洲人呢 现在看我们中国 就像三代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看遗迪是一样的 是吧 我们现在成遗迪了 他们成三代了 是吧 这个文明都在他们那里 从鸦片战争以后 一直到戊序 是吧 这些先进的儒者 痛恨秦以来的法家化过程 他们追求西学 恰恰是希望 以所谓的西儒来消除法家化 复兴古儒的道德理想 按照谭词龙的说法 就是两千年来之学 寻学也 皆相怨也 什么叫做相怨呢 那就是墙头草 两面倒 虚言富士 是吧 谁掌权就听谁的 是吧 有乃便是娘 没有自己的任何原则 群士万万之相怨以为国 圣教安得不亡 那么好了 相怨是很糟糕的 相怨的反义词是什么呢 是吧 在古儒的话语中 相怨的反义词叫做相生 就是相举离选 产生的小共同体代表 坚持儒家道德立场的人 相生的一个特点 就是所谓从道不从君 是吧 就是我不是为权力服务的 我要捍卫道统的 是吧 如果这个皇上讲的不符合道统 我是要反对他的 是吧 可是这些人在中国现在已经没有了 中国只是相怨了 是吧 那么相生跑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一看说 哇 西方的相生很多 是吧 大家知道这个议会 这个词 在中国最早被翻译成什么吗 就被翻译成相生房 他们说啊 那个鸦片真正刚刚打过 徐继瑜就说 是吧 据相生于工会 欧罗巴诸国皆从同 是吧 说这欧洲各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把相生都集合在一起 是吧 在一个地方啊 就专门就是这些相生都不听皇上的 只是替天行道 为民请命 是吧 在那里呱啦呱啦的 是吧 然后那个皇上对他们都很尊敬 是吧 都奈何他们不得 是吧 你看这叫什么 这就叫三代的盛事 是吧 这就叫天下为公 哪像我们这样相生都没有了 只剩下一帮相怨 那么像这样的这些痛感 是吧 像这样的不满 说实在的也不只是晚清才有 像黄中西啊什么等等 他们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 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的理想 要么就寄托于遥远的乌托邦的三代 是吧 要么就设想一个桃花园 是吧 要么就设想一个所谓的一门之家 是吧 在现实中你是找不到支点的 但是到了晚清就不一样了 晚清的儒者 找到了一个仁义的一个支点 那就是西方 在1870年代到西方去的中国 第一个驻外大使就是郭松涛 郭松涛不但在日记中 对西方的各种制度评价都很高 而且他回国以后啊 逢人就在那里讲 是吧 讲什么呢 美探陷西洋国政民风之美 说西洋的那个政治体制 那个人民的风气都很美 那么他这讲了以后 有些没有到过西方的人 就半信半疑 当时的薛福城 后来也是一个洋务派 是吧 但是当时他还是个年轻人 也没有出国 是吧 接受的都是中国的传统教育 就有点不相信 是吧 觉得这个人 觉得这个郭松涛 有点过甚其词吧 西洋真的那么好吗 然后他就问了 其他几个去过西方的人 是吧 以寻之 陈立秋忠臣 离存灾观察 皆为其说不悟 这些去过西方的人 都说的确是这样 是吧 郭松涛讲的没错 就是国政民风之美 是吧 那么他问的这几个人是谁呢 离存灾观察 我们知道 是中国第一个派到日本去的使节 离树昌 是吧 他自存灾 还有一个叫 陈立秋忠臣 忠臣是什么人呢 忠臣就是唐代的忠臣 就是清代的巡抚 他说这个 陈立秋忠臣 是吧 也说 郭松涛说的很对 这个陈立秋忠臣是谁呢 你一看那个有关的工具书 你就知道 在清代 智叫立秋的 那个姓陈的 叫陈南斌 是吧 智立秋 可是一讲到陈南斌 大家就犯嘀咕了 因为在历史上 陈南斌最有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破坏了中国最早的留学生赴美 这件事 当时的这个朝廷 他开始向外面派使节 他往往派正使 还有一个赴使 这个正使赴使很有意思 他是专门找两个关系不太好的人去干 实际上我想这也是法家的智慧 就是让这两个人互相打小报告 当时派到美国去的正使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陈南斌 是吧 傅使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 而且是名校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荣宏 也是洋务运动时期的著名的思想家 他在美国读大学 他是作为华人去读的 不是政府派他去读的 他就是算是中国第一个海归了 是吧 然后就就回国校立 而且他真的是希望中国 向西方学习以后强大起来 是吧 于是他就极力推荐 说中国派留学生到美国去 而且他自己也联系什么 哥伦比亚大学他的母校啊什么 要接收中国的留学生 那么曾格藩 曾格藩呢 这个李鸿章这些人 其实都挺支持他 因为那时候洋务嘛 是吧 那么就派了留学生到美国 那批留学生呢 因为当时中国人也没有西学基础 所以建议派的都是年纪小的 叫做留美学童 都是些小孩 实际上他们在美国的头一段时间 都是住在美国人的家里 主要是学英语 那这个时候 这个荣宏跟那个正史 陈南宾关系就搞得非常之坏 陈南宾就不断地打小报告 说这个荣宏这样干啊 是严重的崇洋媚外 是吧 说这个美国社会乱七八糟 这个中国孩子一到那里就学坏了 是吧 受到那个精神污染 说他这种做法严重的违背 什么原则 是吧 那个那个严重的自由化 结果这么高的结果就最终 其实 其实曾国藩呢 是支持荣宏的 但是在这个压力之下 后来皇上也觉得 也相信陈南宾的话 是吧 那么最后就把这个 刘美又童事业给 夭折了 其实这个事情挺可惜的 因为后来清政府 把这帮人召回来的时候啊 这帮人其实刚刚进入大学 开始学专业 因为原来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学英语 因为他们懂英语 当然有的也起了很多作用 但是在专业上 有成就的人不多 包括那个詹天佑 包括民国时期当过总理的唐绍仪 都是这一批人 但是那个科学家啊什么的 除了詹天佑算是一个 那个著名的工程师以外 其他的就没怎么产生 因为他们也没有怎么读过 这事情被破坏 荣宏是非常气愤的 荣宏在他的那个西学东建计里头 骂陈兵骂得非常厉害 说这个人就是一个极端守旧的 金凶很狭窄 是吧 说这个人呢 经常在朝堂上 宣传鲁秀 要打倒新政 是吧 就是表现出那个极端保守的 那个样子 那么你看了这个以后 你再看看那个薛福成讲的 是吧 薛福成说 郭松涛说 哎呀 西方国正民风之美 然后这个薛福成觉得半信半疑 然后就私下去问了几个出过羊的人 是吧 这个黎树昌 所谓的陈立秋 是吧 结果他们都说 哎 的确就是这样 那看了以后 我就不敢相信这个陈立秋 就是陈南宾 是吧 因为这两者反差太大 陈立秋忠诚 是吧 是跟郭松涛是一样的 对西方的观感很好 可是我们在朝堂上 是吧 那个陈南宾讲的话 完全是相反的话 大家知道 那个驻美国的 正史陈南宾 给人的印象是很保守的 父史荣宏 给人的印象是很开明的 而派驻欧洲的使节正好相反 派驻欧洲的使节 正史就是郭松涛 是吧 那个人是 那个极口赞扬 西方的国政民风 但是他的父史 也是一个跟他 那个私人关系很糟糕的人 叫做刘西洪 这个人就 整天打郭松涛的小报告 说郭松涛 哎呀 在国外发表了很多 那个从洋媚外的言论 是吧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很严重 违背了某某原则 这个很糟糕 说郭松涛有一次去参观一个 那个军舰 结果正好下了大雨 是吧 然后洋人递给他一件雨衣 他就穿了 啊 那个刘西洪说 这是严重的从洋卖国啊 是吧 你中国人怎么能穿洋人的雨衣呢 你就是临死都不应该穿的 还有一次 郭松涛跟他一起去看 看音乐会 那个洋人给他递了一本 那个节目单 是吧 就是那个音乐会的节目单 郭松涛翻了几页 其实郭松涛也不懂音语 那这个事情又给他告了状 说这个本来听音乐就已经是很勉强的事 你竟敢还看他们的节目单 可见你从洋媚外 严重的那个那个败坏风俗 是吧 那个那个违反礼教 正是因为刘西洪不断的告状 是吧 所以后来最终朝廷就处分了郭松涛 是吧 把郭松涛调回来 而且就罢官了 甚至那个湖南有一些乡省 韩联名请愿说 郭松涛是汉奸 是吧 要要要要宠办他 是吧 那么这个事情的起源 其实就是刘西洪的告状 可是刘西洪自己是怎么 实际上是怎么想的呢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刘西洪的日记被拿来出版了 刘西洪的日记叫做《英条诗记》 那么人们一看这个刘西洪的日记 就会发现 刘西洪在日记里头讲的比郭松涛还要过分 里头经常提到 说这个以前到 没有到英国之前 认为英国是外移 是吧 就跟那个匈奴差不多 结果到了以后 是吧 他才发现 说这个英国这个国家 是上下同心 以礼自处 顾全国事 如此 是吧 他记下了很多事情 是吧 他说啊 有一次他在到英国的船上 就已经受了一次感动 同船有一个客人 是吧 是个洋人 对这个中国人很不礼貌 是吧 那么当时他们这些 中国使团呢 都不与他们计较 但是那个洋船长就勃然大怒 说你这个人竟敢对客人无礼 是吧 船到了亚丁 就是那个中途港 船长就要把这个人赶下船 你这种无礼的这种人不准上我们的船 结果还是中国人跑去说河 说这个人 哎呀 我们不与他一般计较 然后他就讲了好多这事 是吧 他还说啊 他说这个洋人啊 这个其实是很讲礼貌 而且也很讲孝道的 是吧 比如说他去了 某一个那个洋人的家里头 是一个当然是一个贵族了 那个贵族老太太请他吃饭 然后那个贵族本人就束手站在旁边 一直是毕恭毕敬都不做 是吧 他说哎呀 看样子洋人是很孝敬的 然后他还注意到 这个洋人啊 对皇上 其实就是英国国王 也很尊敬 当然我们现在都不稀奇了 是吧 什么英国王室 都生个孩子了 什么结婚了 都好像都是传民的节日 大家都尊敬的不得了 是吧 他就说 他说哎呦 英国人很懂得尊君的 是吧 而且他说英国人的尊君是真尊君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的皇帝实在 英国的国王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利 是吧 既不能给你什么好处 也不能把你拿来杀头 是吧 但是就这样 老百姓还是很尊敬他 是吧 这是什么 这就是真的尊君了 是吧 我们的皇帝 是吧 你尊敬他是因为你不听他的 他会杀你 你听了他的 他会给你高官厚禄 是吧 这你才尊 是吧 只要他没有权利 谁尊他呀 是吧 他没有权利 他就强导众人推 是吧 从来没有人 会把他当做一回事的 然后又有一次 洋人请他们去参观英国的监狱 和养老院和学校 是吧 然后他就想了 他说 这个洋人请我们去参观 肯定是形象工程 是吧 这些事情他们可能都布置好了 他就说不去 是吧 那不去 但是他悄悄地在这个通知上 那个那个 记下了几个地址 是吧 然后有一天 他就带领一帮人上街去买东西 什么什么 走到 走到那个地方 忽然间就说 我要进去看看 是吧 然后那个 这个事前 这个政府也没有这个安排 是吧 然后他硬要去 是吧 然后那个英国借代的通知的某些方面 是吧 然后那些人说 你可以就让他去吧 他反正也已经走到门口了 是吧 然后他就看 哦 看了以后果然是 那个那个 大吃一惊 是吧 说这个监狱啊 毕竟皆民 陈后拒绝 卫生条件很好 说对这个囚犯很人道 是吧 这个饮食是肉食必聚 可以洗澡 家属可以探监 而且据说是 调教有方 是吧 犯人不仅 莫不体胖舌华 而且学到了技术 出狱以后 可以忍性 可以效功 可以耐劳 不服为斗殴盗贼之行 甚至奄然变成了 肃贤礼教者 哎呦 说这个监狱真是办得不错 是吧 然后他又说 养老院也是这样 他说看样子 这英国人 真是不只是富强而已 我们以前老说 他只是富强 看样子 这真是个礼仪之邦 是吧 我们不能用回鹤 匈奴看之业 是吧 这个英国不是回鹤 不是匈奴 后来他在日记里头也讲 他说 他说这个英国 这个国家 其实老实说 要满足也很容易满足 因为这些人 他就是想通商 是吧 说我们其实就是 跟他们做买卖 是吧 就是做买卖 公买公卖 就行了 其实他们也没有说 要灭掉我大清 如何如何 是吧 那么最搞笑的是 有一次 有一个日本使节 就到中国使馆来做客 是吧 然后就谈起 说那个 哎呀 我们这两个国家 那个财政都很紧张 是吧 老百姓不愿交税 是吧 我们向老百姓征税 很困难 说这英国咋就那么多钱呢 他们征税好像就很容易 大家也愿意交 是吧 哎 这时候 刘锡红在旁边插话说 那当然 说他们那个 征税和我们不一样啊 他们征税 都是老百姓 在议会中讨论过的 办这些事 国家家收一些钱 是吧 那老百姓知道 这个收这些钱 是为自己办事的 是吧 所以当然是很愿意了 是吧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所谓的无代表不纳税 是吧 他说 那我们中国不是这样 你们日本也不是这样 是吧 你们没有这种制度吗 我们都没有这种制度吗 那老百姓交税 老是认为是给当官的花的 是吧 那老百姓当然就不愿交税了 是吧 他这番话讲的头头是道 连郭松涛都很佩服 没想到刘锡红还有这种见识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 他也讲 他说这个制度虽然好啊 但是我们中国是 是吧 我们中国是不太能够搞的 他说这个事情呢 要天下为公才行 是吧 他说 但是我们国家不是 他说中国天下为家 已更数千载 正令统于一尊 财富归诸一人 是吧 他说竹墨之人 何得望参国事 所以一笛之道 未可施诸中国 所以你看这个刘锡红 他明明白白的知道 我们是天下为家 是吧 他们是天下为公 那么他们这个东西很好 但是我们搞不了 搞不了不是因为文化不能接受 而是既得利益不能接受 是吧 搞了这套我们 去干啥去啊 是吧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这些人 是吧 其实他心里想的 和嘴上说的 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当时晚清的官吏中 还有一批人是出自 李鸿章 一系的 是吧 那么这一系的 最有代表性的 是吧 其实就是李鸿章的副手 这个叫张树生 张树生这个人呢 用我们今天的话讲 他都是在改革开放的 前缘地带当官的 是吧 他先后当过 那个江苏巡抚 是吧 当时上海就是 所归江苏馆的 当过两广总督 是吧 这些地方都是 那个洋务很活跃的 而且他的幕僚中 也有一些像 像薛富城 就是他的幕僚 是吧 那么他其实对 所谓的疑情 或者说对洋务 其实是相当了解的 但是这个人呢 从来就没有讲过什么 违背某某原则的话 是吧 他一直就是说 这个西方 没什么了不起的 论中国声明文物 高出万国之上 自强之道 除练兵造船 简弃数端外 不逼一一笑发西人 是吧 说这个 中国什么都比外国好 是吧 尤其是文明 洋人有什么 中国之中我们学习的呢 无非就是残奸泡利而已 是吧 但是到了1884年 张树生得了重病 是吧 那么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然后就给皇上写了一封遗则 是吧 就是他最后的话了 这个遗则传到北京要二十多天 传到北京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既然也知道自己死了 是吧 那么他就讲了几句真话 是吧 这个他说啊 西人遇才于学校 论政于意愿 军民一体 上下一心 此其体业 是吧 他说西方最值得学习的是 他们的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 是吧 他说轮船大炮水雷铁路 此其用也 是吧 他说中国现在是 以其体而求其用 无论接绝不屈 常不相及 就令铁剑成行 铁路四达 果足四鱼 是吧 他说啊 你如果抛开最根本的东西不学 你专学那些鸡毛蒜皮 第一 你是赶不过人家的 是吧 第二 你赶过人家 也不见得有用 是吧 你就算有了军舰 就算有了铁路 是吧 就真的可以吗 是吧 因此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们要 采西人之体 以行其用 是吧 就是我们首先要学西体 然后我们才学西用 大家知道他讲的这句话是1884年 是吧 那个时候离户续新都还有好长一段时间 是吧 在他讲这句话的十年以后 人真的觉得是吧 有军舰也没有用 可是我们要想了 他这个话也只是他临死的时候作为遗者说 他如果多活十年 他会不会讲这个话呢 恐怕还是不会的 是吧 因为当官还是要紧 出于试图考虑 是吧 他恐怕也不会讲这个话 那么至于不在乎既得利益的这些人 他们讲话当然就很坦率 是吧 像郭松涛 在他的日记里头 几乎没有怎么提到船间泡利 是吧 甚至也没有怎么提到 英国人怎么做生意 他讲了什么呢 是吧 他说啊 这个英国的这个处理纠纷啊 就是所谓的法治啊 他说真的是不错 公礼日生 是吧 那个公礼是可以得到伸张的 不会有那种弄权王法的事 是吧 他说这个教会也不错 是吧 劝人之善 是吧 他说英国有很多乡绅 说这个英国有靠那个乡绅义正事 国王尊以从礼 是吧 他说英国有很多官 英国有很多衙门 什么巴黎门 就是议会 是吧 parliament 还有那个美尔尔 就是那个市长 是吧 他说这些人啊 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顺从民怨 国政一公之成民 其军不以为师 是吧 这个国家不是国王的私有财产 这个国家是老百姓的 是吧 其政一公之成民 其军不以为师 是吧 说那个老百姓选举 选出来的 所用必皆贤能 是吧 朝廷之爱政 无所思 臣民一有不切 则不得安其位 是吧 说这个英国谁当官 谁不当官呢 朝廷喜欢谁 不喜欢谁 是不起作用的 是吧 这就是靠老百姓 是吧 老百姓如果不喜欢你 你就 这个位置 你就不能坐 臣民一有不切 则不得安其位 是吧 他又注意到 他说英国有朝野两党 是吧 这两党制 他说两党制很好 是吧 他说这两党啊 推究辩驳 以定是非 各以所见 相词 真胜 而因 济之以平 是吧 他说两党 就反复的辩论 是吧 那么每一方面的长处 就可以得到发挥 是吧 所以 他们的角色 那是比我们要 要合理 是吧 他又说 英国的舆论很自由 是吧 按照他的说法 叫说英国人 直言及论 无所忌讳 庶人上述 皆与仇打 是吧 说英国人说话 没什么忌讳的 是吧 就说话都是 非常之直 是吧 而且老百姓说话 政府也必须要有 回应 是吧 这个老百姓说话 也是管用的 是吧 最后 他发表了一通 感慨 真是 那个评价 真是很高 是吧 他说 彬彬然 见礼让之行焉 足之皮土 富强之机 非苟然也 是吧 他说真是个 礼仪之邦啊 他们能够富强 真是不是偶然的 是吧 最后他还讲了几句 照我看来是 走火入魔的话 是吧 然后他说 英国是 仁爱兼智 还海归心 是吧 所以英国之所以 有那么多的殖民地 就是他那个 仁义赶召 那个 还海归心 是吧 这个话 我觉得是讲的 有点过分了 是吧 那个英国 有很多殖民地 其实还是炮剑拿下来的 但是这个郭松涛 对英国的印象很好 几乎样样都好 他实际上就是把英国 看成如者向往的 礼仪之邦的 大家知道 徐继瑜写的 这个《银环自略》 是在1844年 也就鸦片战争 结束才三年 这本书 其实在船间炮利 中国人都不太谈的时候 是吧 他写的这本书 在中国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到了日本 这本书流行是很广的 是吧 是日本明治时期 日本人认识西方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作 是吧 那么他在这个《银环自略》里头啊 对西方的介绍相当的丰富 而且这个介绍也是很有意思 船间炮利 基本上没讲 大量的讲的都是 那个 那个 欧罗巴各国如何 如何 那个 那个 讲礼仪 是吧 如何那个 那个实行 那个三代的 政治 是吧 和我们不一样 是吧 更有意思的是 这个《银环自略》 说英国 说了不少好话 是吧 这个是没有问题 但是被他夸奖的最厉害的 其实不是英国 是什么呢 是美国 他说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 其实就是把很多50个state的 是吧 合成一个合众国 就是United State的 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词 就是从习近义开始用的 福渊万里 不是王侯之号 不寻世纪之规 功器付诸功认 创古今未有之局 一和其也 太西古今人物 能不以华盛顿为 称首斋 说华盛顿 是整个西方最伟大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立下了那么大的功劳 但是他天下为公 是吧 他不搞世袭制 是吧 他不当国王 是吧 而创立了所谓的 推举之法 给予天下为公 庆庆乎得三代之遗言 是吧 说他搞的那个推举之法 那就是天下为公 那就是我们三代的 那一套 是吧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自私 只有圣人不自私 其实严格的说是我们 每个人都可以自私 只有圣人是不自私的 然后我们就选了他 是吧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个圣人了 是吧 那么他对这个美国称道的很厉害 他甚至也讲了几句 在我看来非常之出格的话 他说 美国治国从让善俗 不上武功 亦拥予诸国义 他说美国这个国家是完全靠礼意 治国的 是吧 不上武功 是吧 说这个国家不重视军事 是吧 和其他国家不一样 是吧 其实美国是不是不重视军事呢 那当然不是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在徐济瑜讲的那个时代 美国的武力的确是很弱的 他因为联邦政府的权力 在初期一直是很弱的 甚至连征税权力原来都没有 所以在南北战争以前 是没有多少长辈军的 是吧 那个美国的武力啊 基本上就是 像现在美国人为什么会有枪呢 是吧 原因就是美国的所谓武力 就是老百姓家里有枪 是吧 那个独立战争 其实就是 就是这么打起来的 就是因为英国人 要去收缴美国的民间枪支 是吧 然后跑到一个村子 叫做Lexington 是吧 然后就跟那些 私藏武器的那些人 发生了冲突 是吧 然后那些有武器的 那个殖民地的人 一呼北应 是吧 组织起民兵 就把英国人给赶跑了 是吧 那么由于这个 立国的这个故事 所以在美国啊 这个老百姓可以持枪 成了一个意识形态 所以啊 徐济瑜 他讲的这个事啊 第一 恐怕是夸大其词 美国不是不上武功的 是吧 只不过国家没有多少军队 但是他老百姓都有枪力 不能说他不上 不上武功啊 是吧 第二 但是有一点 他称赞美国 根本就不是 从什么能不能打仗 考虑的 是吧 根本不是从那个所谓的 是吧 落后就要挨打 是吧 先进的肯定就是打仗打得牛的 是吧 肯定不是从这个方面考虑的 是吧 他称赞美国的 就是认为 美国这个国家搞的是民主共和制 是吧 那真的在他看来就是天下为公 英国呢 英国也搞的是议会 是吧 也搞的是所谓的 国政一公之于民 其军不以为师 是吧 但是英国毕竟还是有国王 是吧 毕竟还是有世袭制 是吧 那么按照徐继瑜的看法 那还是不如美国更天下为公 是吧 像那个华盛顿这样有功劳的人 是吧 他都不搞世袭 是吧 这个国家是老百姓的 不是他的 是吧 所以那个徐继瑜说 这有古圣人风 那么你会觉得当时这个徐继瑜 讲这些话讲得那么早 是吧 郭松涛讲这些话 是1870年代 徐继瑜在1840年代就讲这个话 是吧 然后到了1850年 就是太平天国的红人干 他在香港待过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资政新篇 是吧 这个资政新篇里头也讲民主制度 是吧 而且红人干也很有意思 他也是对美国的评价要比 对英国更高 他说花齐邦及米利坚 礼义富足 以其为罪 是吧 说这个国家 是礼义最强的 令凡官民有人质者 写票工具 至于贵内 以多人局者为贤能也 以多意识者为工也 是吧 说这个国家 把那个 有人质的 就是那个道德和 智力比较高的人 是吧 然后就让大家写票工具 实际上就是选举制 是吧 就是谁的票谁最多 那就是选谁 是吧 哪一个主张 赞成的人最多 那就是比较公道的主张 是吧 他说 其邦之 妥芒 荣雅 官寡孤独 各有书愿 交习各计 更有官寡孤独之亲友 甘心为善事者 愿当众立约保养 国中无有 膝盖之名 此是其礼仪 其富足也 说这个国家 那个慈善事业 也很发达 很多人 那个那个捐款 办了各种各样的事业 什么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 这个资政新篇讲的也基本上都是这些东西 是吧 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 徐继瑜 红人干 身份有很大的区别 是吧 徐继瑜是清朝的巡抚 红人干 是反清的粤匪 这些不同身份的人 他们都在洋务运动之前的 1840到1850年代 对兵力并不强大的共和美国 有如此的褒扬 这是基于什么原因呢 其实就是对 这个所谓的 什么三代之治 是吧 什么天下围攻 是吧 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很多人认为中国学习方只是为了富国强兵 是吧 他们打败了我们 是吧 他们牛逼 我们所以也要跟他们一样 是吧 能打仗 但是实际上这些人呢 当时在学习方的时候 他们已经明确讲 是吧 这个所谓的富国强兵的功利要求 只是一个顺带的 甚至 这个顺带的要求 如果和这个 善待老百姓 是吧 和这些 道德方面的要求 如果违背 那这个东西是不值得追求的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如果你这个国家的制度是欺负老百姓的 在他们看来 政府有钱 不如没有钱 军队强大 不如不强大 是吧 他们这个话是讲得很清楚的 比如 郭松涛就讲了一句话 是吧 他说 岂有北姓困穷 而国家自求富强之力 是吧 把老百姓都用得那么穷 是吧 然后你说这个国家富强了 是吧 国家收了很多的钱 国家有很强的军队 他说这算啥呀 郭松涛这一点看得很准 他说西洋的富 就是富在老百姓 不是富在国家财政 是吧 亦不知西洋之富 专在民 不在国家也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 也符合儒家的思想 是吧 因为儒家他讲的就是 常富于民 是吧 他讲的就是 官不于民争利 他讲的就是 百姓足 君俗与不足 是吧 法家当然就不是这样 是吧 法家是非常讲垄断的 是吧 因此郭松涛讲得很清楚 是吧 这个学习西方就是要学 他对老百姓好 是吧 至于这个国家 国库里头 是不是有很多钱 是吧 这不是主要的 到了戊戌时代 这个谭词彤说的就更极端了 是吧 甚至我认为都已经是说的很那个走火入魔了 是吧 呃 谭词彤在人学里头啊 就明确讲 信而中国之兵不强也 像是海军如鹰法 陆军如俄德 是以成其残贼 既知君主之祸 欲不可思议 而比白人焰 红人焰 黑人焰 中色人焰 将为准够尔 欲上尘绝瑞 焰得乎 是吧 这句话是说 幸亏我们中国的兵力不强啊 是吧 他说如果我们的海军像鹰法 陆军像俄德 那个皇上用来横行大道 是吧 起执君主之祸 欲不可思议 是吧 那这个法家的那一套就更肆无忌惮了 是吧 他说而且不但祸害了中国 还会祸害全世界 他说这就把全世界的人都变成准够尔了 大家知道 那个清初啊 新疆最大的民族不是维吾尔 而是蒙古准部 是吧 就是准够尔 是吧 那么在从康熙到乾隆年间的 平准战争中 清朝不仅打了胜仗 而且把准够尔这个民族 基本上给灭掉了 是吧 就是鸡犬不留 全部杀光 杀的是很厉害 我们看过那个鸦片战争以后 不久 魏元写的圣武记 魏元大家都知道 一般我们都认为 他算是比较进步的人 是吧 但是魏元的圣武记里头 专门有一个平定准够尔记 里头就讲 说这个准够尔 这些野蛮人 惹怒了我们皇上 皇上赫然震怒 奋起六师 大举为劣之 是吧 就是像打猎一样 打这些准够尔人 是吧 然后把他们搞得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魏元那个时候 还是以欣赏的口气 讲这段话的 是吧 但是到了谭词彤就不一样了 是吧 谭词彤就认为 这个太残暴了 他说这个是太野蛮 是吧 而且他说幸亏 幸亏那个时候 中国军队不强 是吧 如果按照对准够尔人的 这种办法来来干的话 那阿涵得了 是吧 那么谭词彤下来讲的那个话 我觉得就有点走火入魔了 是吧 他说 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 天使使之 所以取用其仁爱 至于极致也 是吧 他说 难怪中国的军队老打败仗 是吧 他说这是上天觉得 秦治的中国很可怕 是吧 那就是要取用其仁爱也 是吧 就是要使你弱一点 是吧 那么这个话 说实在的 我觉得是讲的 那个很过分 是吧 但是实际上 你说这个谭词彤不爱国吗 谭词彤真的不希望中国强大吗 当然不是的 是吧 我后面还要讲到 是吧 他是怎么讲中国应该强大的 是吧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谭词彤而言 他要改革 最重要的还不是中国强大 是吧 最重要的是使中国成为一个 遵从公理的国家 或者说是礼仪之邦 是个讲道理的国家 是个对老百姓好的国家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他认为民主共和天下为公 这些东西要比富国强兵更重要 是吧 如果我们简单的讲 也可以把他的这个思想叫做 先民主后强国 是吧 这个先民主后强国 如果搬到今天 似乎就是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 是吧 这个言论呢 说实在的 在中国的祖宗 大概就是他们这些人 这个谭思东在后面他就讲 是吧 他说啊 天下为君主的私产 其是华人之身家 曾弄俱之不如 是吧 五愿华人 物服梦梦 谬以为同类也 夫自西人士之 则早其为二 是吧 他说啊 中国人不要以为皇上 是他们的代表 是吧 其实这个皇上把天下当做自己的私产 根本就不把华人当回事 是吧 那个西方人老是讲这一点 是吧 他们老是讲 中国人受压迫 是吧 什么什么 是吧 他说故俄报有云 华人苦到尽头处者 不下塑造 我当灭其朝 而救其民 凡欧美诸国 无不为誓言 皆将其仗义之美名 应以 逾猎其之产 是吧 他讲的意思是说 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志啊 因为欺负老百姓 是吧 在道德上 就已经居于劣势 是吧 老让西方拿这个说事 是吧 说你们中国人受皇上的压迫 很厉害 是吧 我们要把你们解放出来 什么什么什么等等 他说西方这种言论呢 搞不好就是他们 借仗义之美名 应以余裂其资产 是吧 他们就以这种道德制高点 是吧 来在国际政治中 谋取他们的利益 但是 是吧 国际政治中的自私 是不是可以成为中国人 不学习民主的理由呢 那么像慈禧太后这些人啊 他们就认为 哦 既然他们侵略我们 不是为我们好 那么我们就应该跟他们道德干 是吧 他们搞民主 我们就偏不搞 他们对自己的老百姓好 我们就偏对自己的老百姓坏 是吧 甚至我们以对自己的老百姓坏为 反侵略的那个内容 是吧 比如说啊 这个美国人有言论自由 我们中国人就不许有 剥夺中国人的言论自由 就是反美 这不是奇怪吗 谭词彤就讲得很清楚 他说啊 这个洋人是自私的 是吧 所以我们不能让洋人去管我们的事 是吧 但是民主这个东西我们是要搞的 为什么呢 因为民主的好处就是对本国人民好 是吧 这个美国搞民主 它的优点就是对美国人民好 不是对我们中国 是吧 那么我们中国要搞民主 就是为了对我们中国人民好吗 那不是很自然的 是吧 谁搞民主 谁就是对人民好 但是如果你要洋人 是吧 给你强加一个民主 是吧 或者洋人占领了你 然后在你这里搞民主 那也是很糟糕的 因为洋人 他不会为中国人考虑 是吧 所以他的结论是第一 中国人是要搞民主的 第二 这个民主得我们中国人自己搞 是吧 那么他也是爱国主义 慈禧太后也是爱国主义 但是这两种爱国主义是不一样的 是吧 慈禧太后的爱国主义就是说 是吧 你洋人欺负我们 我们就要跟你们反着来 你们爱你们的人民 我们就要坑我们的人民 谭志同他说 是吧 他说这个事情就 华人不至为之 其货可胜盐灾 你看到这些人对西方的这些感觉 是吧 那么你就可以理解一件事 是吧 为什么在新文化运动以前 中国就已经有了辛亥革命 是吧 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先有启蒙 后有革命的 其实在辛亥以前 中国已经有启蒙 是吧 只不过这个启蒙不是以反儒的这个名义搞的 都是所谓的反法之儒搞的启蒙 是吧 在他们看来儒家和学习西方没什么矛盾 是吧 真正有矛盾的是中国的情志 这个其实是一个强大的启蒙 尽管公开这样讲的人其实可能并不多 到了那个庚子以后啊 是吧 到了那个清末新政的时候啊 那几乎没有人讲不应该向西方学习的 是吧 包括那个所谓的礼教派 而且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没有搞君主立宪 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理解 是吧 因为很简单 儒家其实他说民主共和就是天下为公 是吧 他其实并不拒绝共和制 那么法家呢 大家知道法家是反对民主共和的 法家是鼓吹专制的 其实他们崇拜的是皇权 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皇上很厉害 是吧 他既能赏我 也能罚我 所以我就扶他 但是大家想想 假如这个皇帝既不能赏你也不能罚你呢 是吧 假如这个皇帝是一个虚君呢 假如这个皇帝是个像英国女王一样的人呢 是吧 那这样的皇帝对我有什么用啊 是吧 他既不能赏我 也不能罚我 我要他干嘛 是吧 所以真的受到法家影响的人是不会真正忠君的 你只要没有权力就强倒众人推 是吧 没有什么人那个会尊重什么虚君的 皇上怎么敢当虚君呢 是吧 你不要说把权力让给议会 就是把权力让给他弟弟 是吧 让给他哥哥 让给他父亲让给他儿子他都觉得非常危险 是吧 大家知道历史上有多少这样的事 是吧 大权旁落 哪怕是旁落他自清骨肉的手里 都会对你造成杀身之祸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遗憾中国没有搞君主立宪 我觉得这个中国搞君主立宪的可能是很小的 是吧 如果你不改变这种法家传统 是吧 但是中国搞共和的可能是很大的 清末实际上就有了一次启蒙运动 这个启蒙运动啊 其实是一些士大夫开始搞起来的 他们看到西方的感想 跟明代的士大夫看到满族人的感想完全是两回事 清初是不可能有的 是吧 尽管满族人也很厉害 也很能打仗 但是他们在满族那里看不到仁义道德 而他们在西方看到了 并且很自然的就产生了向往 这并不妨碍他们爱国 也不妨碍他们在国家利益方面 抵抗西方的侵略 在辛亥以前的这个时期 这些人想的不是什么西儒对立 西儒冲突 更不是什么引进西学就会导致礼崩越坏 恰恰相反 他们认为西人之所以富强是有道德根基的 因此他们主张引进这些东西来排挙所谓的大道与相怨 用那一套民主共和天下为公来推倒法家的那一套东西 那么这个是当时一个很强的思潮 我称之为引西就儒 就是说西学可以把儒家的那一套从法家的压迫下解救出来 今天的人们看这种启蒙会有一个批评 说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很肤浅 比如说说西方就像三代这个说法 我们今天看起来当然不见得就认为这就是事实了 西方的确是没有情志 但是西方是不是就是三代呢 你说徐继瑜 郭松涛这些人 他们对西方了解多少呢 当然你也不能说不了解 因为那个徐继瑜我就不说了 郭松涛毕竟在西方待了一段时间 而且他是很注意观察的 天天都做日记 去了英国的很多地方 你不能说他一点都不了解 但是从今天的角度讲 他当然对西方的认识也是很肤浅的 但是你能说他对中国的认识很肤浅吗 他是个国学大师 他就生活在中国 而且他在中国当官 徐继瑜也好 郭松涛也好 早在他们知道西方是怎么回事之前 他们就已经对中国的现状很不满 像1830年代 徐继瑜曾经给皇上上咒说 我们这个天下现在简直是不行了 当今天下 己不知人间有清白力 腐败透顶 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西方是怎么样 但他知道中国不行 而且他知道中国不行 也不是受了什么西方的影响 他就是从儒家的人意道德着演的 郭松涛在40年代 也上过一个咒书 说国家既刚法度日词 立志不休 民生凋敝 无所控诉 无不知所终极也 这么烂下去 我不知道那要烂到什么地步 那么他们对西方的感觉 当然是 与他们对秦制的厌恶是有关的 讲的简单一点 西方到底是不是有他们讲的那么好 这个你可以讨论 但是他们真的觉得中国这个体制有很大的问题 而且在学习西方之前 他们已经赶到了 那么他们用这样的眼光看西方 当然觉得这个没有秦制 对西方很好 其实儒家不见得就对自由民主有多少认同 但是儒家显然是认同封建的 显然是认同小共同体本位的 显然不会认同秦制的 而当时当然中国和西方都已经不是封建制了 中国告别周治已经两千多年了 而当时的西方告别周治才不过只有一百多年 如果你就说保留这个类似于周治的这些东西 西方也保留的比中国多 那么由于他们喜欢封建反对秦制出发 对宪政有好感 对这个所谓民主共和天下围攻有好感 我觉得完全是合乎逻辑的 这个当然是一个辛亥以前的这个状况 那么这一次的中国人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变化 和西方接触以后 儒家原来潜藏的那种 从舟酬勤的情绪 在秦制下两千年一直是被压着的 那么结果到了1840年 他们打开了一个一扇窗子 一看 我觉得我们其实还是有希望的 是吧 秦制原来还是可以推翻的 是吧 还是可以改变的 于是他们就产生了很强烈的 要改变现状的那个想法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启蒙 但是这个启蒙在建立了民国以后 是吧 那么当然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其实这个变化不是从民国才开始的 严格的说 从戊序以后就已经出现了 我们今天讨论晚清历史的时候 在所谓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 这个问题上做了很多的文章 以前我们老怪晚清的人太保守 不够革命 是吧 这个这个改良主义不过瘾 是吧 然后搞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我们又说搞得不彻底 是吧 结果越搞越革命 现在我们开始实行起保守主义了 是吧 大家开始又反过来说 这个辛亥革命搞得很糟糕 有的人说 那个革命不如立宪 立宪又不如维新 甚至维新还不如洋务 孙皇不如康良 康良不如礼章 这个光绪皇帝不如慈禧太后 似乎什么都要倒过去 那么我现在觉得 我前面讲的那次启蒙 和我后面要谈到的 以这个新文化运动为最高潮的启蒙 其实如果你要讲激进和渐进 真的是很难讲的 是吧 哪一个更激进呢 是武士的时代人的人更激进吗 谭词彤那激进到无以复加了 谭词彤激进到什么地步啊 谭词彤激进到甚至认为 这个西方军队打败中国都是应该的 是吧 都是那个所谓的 要摆脱皇帝的那个专制 说实在的 这个武士时代的人 像谭词彤那样讲话的 恐怕都很少 所以你到底说哪一个更激进 都是很难说的 其实老实说 我们现在把革命和改良 分得很清楚 当时的人其实不怎么分 我们说革命是很暴力的 改良是很温和的 改良是和平的 哪有这回事啊 当时讲改良 最有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和平的吗 是吧 明治维新死人死了很多啊 是吧 明治维新打仗就打了好几次 要说的话 明治维新比辛亥革命死的人还要多 是吧 何况中国的维新派 他只是要求保留皇室 搞君主立宪 他不主张搞共和 是吧 这一点倒是对的 但是搞君主立宪 和搞和平过渡 也不是一回事啊 日本的君主立宪 就不是靠和平搞出来的 中国的维新派 也从来没有排除暴力 无需变法最后是怎么失败的 就是因为 康有为密谋发动兵变嘛 动员那个袁世凯 包围 那个那个颐和园 要干掉慈禧太后 是吧 这是和平吗 无需政变以后 马上维新派就发动了武装斗争 是吧 唐财长的自立军起义 而且以后维新派一直是 想组织所谓的武装秦王 策动武力 打倒那个慈禧太后 维新派不是干地啊 是吧 维新派不是和平主义者 维新派是要保留地质 反对共和 但是他并不排除 用暴力手段搞那个立宪的 是吧 而且我们也知道 到了辛亥之前也是这样 辛亥革命 我们都说是革命党搞的 可是辛亥革命 为什么能够发生呢 很重要的是 当时四川已经先发生了 武装斗争 就是保禄运动 保禄运动也是暴力的 那么因为发生了保禄运动 清朝把军队从武汉 调到四川去镇压 结果新军就趁虚而起 就出现了武昌的辛亥革命 可是保禄运动是谁发动的呢 保禄运动是立宪派发动的 保禄运动本身 就已经不是和平的了 严格的区分 什么叫保守 什么叫激进 什么叫立宪 什么叫革命 我觉得都是很难的 是吧 你很难说 谁更激进 我们这一单元 主要讲新文化运动的问题 大家知道 新文化运动 这个内容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它曾经经历过一些转折 原来是追求自由民主的 后来逐渐逐渐 就转向另外一个方向 那么解释这个转向 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说法 就是因为旧王 如果说旧王是指中国真正的王国 好像这个危险 除了抗日战争以外 就没有真正的有过 但是这个抗日战争八年以后也过去了 但是这个话题好像一直就有 如果我们要判断旧王与启蒙的转向 有什么关系 恐怕不能用一个始终存在的变量来衡量的 所谓旧王压倒启蒙 实际上并不是说压倒一切启蒙 提出这个主张的人 实际上是主张由于旧王的民族主义兴起 就把这个自由主义给压下去了 并且帮助了列宁主义的崛起 但是这里头有个很大的问题 首先如果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相冲突的 它怎么会与列宁主义结合呢 在十月革命之初 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引进这个列宁主义的时候 列宁主义那个时候是以极度排斥民族主义组成的 在1917年列宁那里爱国主义护国主义 甚至革命护国主义都是反动派的代名词 因为他认为爱国就是爱撒谎 到了1917年2月革命以后 撒谎已经被推翻了 俄国已经建立了民主共和国 当年反战的一些人就提出 说我们以前反战是因为战争是撒谎俄国进行的 俄国打胜了就对撒谎有利 所以我们反战 现在俄国已经是革命了 已经是个共和国了 我们护国是要护共和国 因此这是一种革命护国主义 像这样的观点 列宁当时也是骂得很厉害的 他只承认一点就是 我们要搞世界革命 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革命 和那个什么祖国什么什么是没关系的 那么为了这个无产阶级的利益 我们可以把原来的杀俄帝国搞得四分五裂 当然同样为了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利益 我们也可以解放全世界 但是无论是把原来的杀俄给搞善 还是后来又搞了一个很大的新的苏联 它都不是以所谓的爱国的名义进行的 列宁提出的有两个很有名的口号 一个叫做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 就是在俄国后方发动针对政府的战争 第二个就是要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 本国失败的意思是什么 那就是让敌国胜利了 当然列宁也没这么说 列宁的意思是说 德国和俄国的无产阶级都起来推翻了自己的政府 那于是无产阶级就胜利了 两国的统治者都没失败 说实在的这样的说法 在逻辑上有个很大的问题 你首先要跟德国的无产阶级约好 两国的革命同时爆发才有这种可能 大家想想是不是 如果我先搞了革命 德国并没有搞革命 那本国政府失败 那不就是德国政府的胜利吗 但是不管怎么说 当时很多没有哪个人会把列宁主义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的 当然我们知道列宁掌权以后 他就开始极力的扩张苏联的势力 他打的旗号还是为了无产阶级要搞世界革命 而且他在这个时候仍然在批判所谓的爱国主义 所谓的民族主义 尽管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几十年后 也日益变成了民族主义 可是我们知道 在中国人刚刚接受列宁主义的时候 那完全不是这样的 当初这个列宁主义在中国激起的 与其说是民族主义 不如说是一种打着国际主义旗号的 实际上是一种亲疏的情绪 当时这些亲疏派 尤其是他们的中间 为什么他们亲疏呢 中国抗战的前十年 其实苏联并不是我们的盟国 还跟日本签订过一个很伤害中国的 日苏中立条约 就是苏联承认满洲国 日本承认蒙古国 等于是苏日两国瓜分中国 可是这个时候 中国的亲疏的这种情绪 如果从21年开始 到41年已经有20年之久 那么在这20年中 苏联一直就不是中国的盟国 而且几次跟中国发生过战争 他们主要并不是把苏联视为 中国在国际政治中 合纵连横的一种助力 而是把苏联的制度 视为比自由主义更进步的人类理想 它是在这个层次上亲疏 信疏的 苏联不管和中国打仗也好 什么也好 那些人认为苏联搞的那个社会制度 是我们需要追求的 这个和苏联 是不是和我们中国有主权的冲突 有国家利益的冲突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关系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 在后来的30年中 每当中苏主权和国际利益 发生冲突的时候 这些人都是站在苏联一边的 都是向苏联一面倒的 甚至在苏联军队大举入侵中国的 1929年中东陆事件中 他们居然还打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旗号 这些人原来把自由主义当作人类的理想 现在认为苏联搞的那个社会主义 比自由主义还要高尚 那个可能是一个更高的人类理想 但是这和中国的国家利益 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 那么另一方面 以前人们强调旧王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其实主要强调的就是巴黎和会的影响 武士那一天学生上街 就是为了抗议巴黎和会 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一战以后的巴黎和会 对中国不公正 导致民族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占了上风 那么这个说法很流行 而且这个说法似乎也可以得到 表象层面的舆论分析 尤其是最近这个数码技术发达以后 这些学者就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观察 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主要的阵地 就是新青年 全部存在时期 把它所有的东西都放进数据库里头 然后进行持评分析 结果发现在整个这个新文化运动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确是新青年讲的最多的 这个事情呢 在新青年全部的历史中被提及448次 而十月革命只被提及了287次 只有那个一战的三分之二 因此一战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其实要比十月革命还要大 国内发生的事 在新青年全部存在的时间被提到的次数 都赶不上这两个国外的事件 而在新青年关于一战的提法中 这个倾向性是有变化的 在一战前期新青年谈到一战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倾向性 但是到了后期 新青年或者说新文化运动的那些精英 就明显强调 协约国是正义的一方 他们战争的目的是 公理战胜强权 也许是在中国参战以后 那当然就更是这样 而且这个新文化运动的精英 对中国参战以后 能够得到公理的帮助 能够享受战胜国的待遇 改变晚清以来被列强欺负的状态 的确是抱有很大的希望 但是巴黎和会使国人大死所望 因此到了巴黎和会期间 新青年的评论又变成说 一战是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 甚至逐渐就接受了列宁的说法 说一战是帝国主义战争 就是双方都是非正义的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 大概从1916年到一战结束 当时中国的这些新文化人士 都是站在协约国一边的 这个数据库它提到 巴黎和会在1919年小五四 那个时候的确是一个新闻热点 但是新青年它是以思想文化评论 而不是以新闻报道来定位的 因此新青年其实在1919年 没怎么谈巴黎和会 可以说谈得非常之少 直到什么时候 新青年才开始大谈巴黎和会呢 是到了1921年以后 也就是陈独秀等新青年的主持人 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以后 才大量提及巴黎和会 按照他们的这个数据库的分析 从1919年到1920年的 新青年的第七卷 巴黎和会只被提到了一次 第八卷根本就没有提 是吧 就是1920年到1921年 根本就没有提 那么到了中共成立 这个时期的第九卷 就是1921年5月到1922年7月的这一卷 才重新又开始讲巴黎和会 然后几年就越来越频繁 到了最后 新青年存在的最后一年多 这个时候新青年 其实已经成为那个共产主义的刊物 是吧 就是从1925年到1926年 这个时候 这一年就提到了60次之多 是吧 这个巴黎和会就被炒得越来越热 一些学者分析说 巴黎和会虽然是武士当天 学生上街的直街的原因 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讲 它还不能被视为 影响中国知识界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推动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的 主要是一些其他原因 巴黎和会之所以 它的意义被如此凸显 那是在中国人接受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 被不断的强化 深化的 讲到简单一点 就是中国的思想界 不是因为巴黎和会发生了思想转变 而是思想转变以后 他们就越来越重视巴黎和会了 反过来讲 是首先他们由自由主义者 变成了社会主义者 他们才反过来觉得 这个巴黎和会 这个很有意义的 那么我对这个观点 我是赞成的 其实巴黎和会并没有解决 这个远东的问题 因为当时除了中国不满意 没有签字以外 还有另一个国家 虽然签了字了 但是国会拒绝批准 这个国家就是美国 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立场 其实是比较接近于中国的 这个接近中国当然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美日在国家利益中 当然是有竞争的 因为他们都是太平洋国家 他们在亚太地区 都还是有利益冲突的 大家知道在义和团运动时期 美国就提出了所谓的 门户开放原则 叫做海约翰主义 大义就是在远东 应该保持列强的军事 不能允许有一个列强 这里指的其实就是指的日本 不能允许有一个列强 太过强大 那么这个当然 他们就对这个日本在中国 取得那个支配地位 当然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讲 他们是反对的 那么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 我觉得这一点 对任何国家的外交都不能否认 美国从他的意识形态 或者价值观念 或者美国人的理想主义出发 他认为巴黎和会也是不公平的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那个威尔逊在整个世界外交思想史上 普遍被认为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代表 是吧 所谓的威尔逊主义 讲的简单一点 主要就是三个原则 一个就是所谓的功力胜过强权 是吧 一个就是所谓的支持民族自决 另外一个就是建立一套 公正的国际秩序以消除战争 是吧 后来的国联 后来的联合国 都是在这个思想的支配下出现的 现在有些人呢 研究美国外交思想的人呢 说美国外交有四个传统 是吧 一个传统就是所谓的威尔逊主义 实际上就是美国式的理想主义 是吧 追求他们所认为的功力 这个功力就是 反正不能够凭拳头说话 强权之上应该有一个功力的 这个传统叫做威尔逊主义 还有一个传统 那就是美国的外交 要追求经济利益 比如说中东有石油 我就特别重视它 是吧 反正诸如此类 是吧 这个美国外交要为美国带来 最多的 尽可能多的那个经济利益 是吧 这个思路叫做汉密尔顿主义 是吧 大家知道美国建国初期 就曾经出现过汉密尔顿和杰弗逊的 那个争论 汉密尔顿被认为是代表 那个工商阶层的 是吧 他比较注意世界市场 是吧 比如说 美中关系中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国际贸易方面的问题 什么赤字太多了 什么人民币升值了 像这一类的问题 美国跟中国讨价还价 体现的就是所谓的 那个汉密尔顿主义 是吧 那么还有一个原则 叫做杰弗逊主义 杰弗逊是一个非常强调 美国人的民主自由权利的 是吧 也就是说 我们的外交政策 要确保我们美国人的民主自由 不受外界的打扰 因此 我们最好不要管 别人的事 别人也不要管我们的事 是吧 这个杰弗逊主义 他是很不喜欢美国去参与 外部的那些事务 包括参与欧洲的事务的 是吧 那么他认为你要 这个参与外国事务 那都是那些统治者 好大喜功 是吧 让我们老百姓做炮灰 杰弗逊那都是声称 是代表草根的 是吧 那我们草根就是要过好日子 是吧 要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 是吧 我们要维护一个 自由民主富裕的美国 是吧 其他那些事与我们 没什么关系 这个就是美国外交中的一个传统 叫做孤立主义传统 是吧 就是不愿意去参与那些事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 这个孤立主义是 是阻碍美国 去帮助中国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是吧 就是中日之间的那个事 美国没有什么理由去参与 是吧 还有一个叫做杰克逊主义 是吧 这个杰克逊和杰弗逊正好相反 这两个人都是非常强调草根的 但是杰弗逊打草根牌 是主张孤立主义的 而他打草根牌 是主张要扩张我们美国在世界的影响 是吧 而且这个影响主要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 因为杰克逊本来就是个将军 在那个所谓的草根倾向上和杰弗逊有点类似 但是在外交思想上和杰弗逊是相反的 是吧 是主张所谓的美国要用我们听得懂的话讲 就是要弘扬国威 美国要干预世界上的其他的那些事 这个四个传统其实照我看 其实就是两个传统 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 它第一是要考虑国家利益 对其他国家来讲 那就是你这个国家的私利 第二就是要考虑所谓的公义 就是你要讲道理 你要顾及你的道德形象 你要成为一个有道德感召立的大国 其实所有对历史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国 几乎都要考虑这个东西 不管是美国苏联乃至现在的中国 都要考虑 第一要考虑现实的国家利益 我觉得区别指在于 不同的体制对于定义国家利益 它有不同的机制 比如民主国家它理解的国家利益 通常就近视于国民的利益 因为民主国家的外交是通过民主程序做出的 那么这个外交显然不会为外国人考虑 但是它要为本国人民考虑 可是如果是一个专制国家 那么它讲的国家利益 很可能主要就是朝廷的利益 或者是皇上的利益 就不见得和国民的利益有多大的关系 但是对于外国而言 这个区别并不重要 因为你反正不管你是美国人民的利益也好 美国统治者的利益也好 反正你不等于中国人民的利益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第二 这些国家还要考虑公义 但是公义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讲的公平 你讲的理想到底是什么 这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有关 假如你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你认为在世界普及基督教是符合公义的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斯大林式的国家 你就愿意在世界上普及无产阶级专政 这当然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考虑 在他们看来都是正义的 都是一种所谓的理想 那么一个国家搞外交 其实说实在的 你说完全不考虑理想 不考虑你的道义形象 是吧 完全唯利是图 你是不太可能有那个世界影响的 而美国现在大家都公认 在美国参加一战的这个时期 美国的外交是以威尔逊主义为主导的 美国的外交理想主义认为 那还是要讲公理的 是吧 这个凡尔赛合约的确也是不合他们认为的公理 大家知道 在巴黎合会上 本来美国是倾向于向日本施压的 但是因为其他的盟国 主要是英国法国这些国家 是吧 比较迁就日本 是吧 所以这个事情没有做成 但是虽然没有做成 美国国内始终有很强的批评 于是巴黎合会这个凡尔赛合约的远东部分 美国代表虽然签了字了 但是美国国会拒绝批准 是吧 那么美国国会不批准就不能生效 中国又不签字 这就使得实际上巴黎合会没有解决 这个一战以后远东秩序的问题 是吧 而且随后发生的中国的小武士 是吧 体现了中国人的愤怒 再加上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一战期间 英国和日本在一战以前 就已经是盟国 叫做英日同盟 是吧 这个是使日本在一战的时候 能够加入协约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这个英日同盟在一战以后就解体了 是吧 英日的矛盾就开始尖锐 是吧 那么一战以后英日同盟解体 英国更愿意复合美国 是吧 那么这些因素都使得纠正巴黎合会的不公有了可能 于是在巴黎合会以后两年 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 在美国倡议下 就召开了一个解决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简称叫做华盛顿会议 这个会议上 中国政府 这里我讲所谓中国政府是指北京政府 是吧 就是我们通常贬义的说法叫做北洋军阀政府 是吧 这个会议上中国政府是据理力争的 大家知道因为那个巴黎合会他们已经受到很大的那个国内的压力 如果华盛顿会议再拿不到什么他说实在的这些人大概是没有什么脸要 回去的是吧 因此那个中国在会议上据理力争 而西方列强主要是美国又在尽量给日本施加压力 当然他们是在尽量维护自己在华权益的前提下 也对日本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最终就使得凡尔赛合约惹怒中国的那些主要的错误 就是把德国的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 在华盛顿会议中就被否定了 要求纠正这个事 而且不但要纠正这个事 在华盛顿会议期间 还提出了要纠正中国参战以前日本对中国的那些无理的要求 主要就是21条和所谓的民事条约 大家知道这两件事情也是使中国人咬牙切齿的 日本的确是对中国欺人太盛 这个是和巴黎和会倒没什么关系 这是在战前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华盛顿会议上 这里我要讲有些压力并不是在会议上的 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始终提出说 他们要在会议上谈这些问题 实际上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当时也知道 当时的西方列强在这个问题上是同情自己的 因此就想在这个会议上形成一种 对日本的一种等于是一种集体审判了 但是美国英国这些国家 虽然他们是同情中国的 但是他们也并不想跟日本彻底闹翻 所以他们后来就提出的主张 就是在华盛顿会议的公开会议上 我们不谈这个问题 什么21条什么什么 这是你们中日之间的问题 你们在华盛顿会议期间 你们和日本直接谈 但是我们可以在会外给日本施加压力 他们的确也施加了压力 于是在这个会议期间 中国和日本就这些问题都达成了协议 这个协议明显是有利于中国的 就是21条与民事条约基本上被推翻 用日本人的说法叫做 将日本对华之进展给予强制之清算 日本对这个事情是非常不满的 那么因此尽管美国当然也有私心 当然也有对日绥靖的一面 中国其实也做了若干的妥协 比方说把青岛交还给中国 那么中国许诺说这个青岛 仍然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 这个青岛作为一个开放口岸 对中国本身是有利的 这谈不上是对日本的让步 当然我们还向日本支付了一些钱 总而言之 总体上中国仍然是赢家 不仅成功地收回了山东的权益 21条和民事条约事实上被废除 而且开启了对战胜国列强改约维权的道路 大家知道晚清中国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 那么到了民国 中国人就想改变这一点 废除不平等条约 最早的就是中国参战 中国一参战 德国和奥地利成了敌人 中国当时就宣布 中国和德澳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作废了 但是其他的呢 其他的国家是战胜国 那么战胜国 在巴黎和华盛顿会议的时候 中国也提出 说这些条约以前是我们受了欺负的 现在我们要重新定新的条约 那么这个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 其实原则上也被当做一个努力的方向 当然这些事情最后没有敲定 但是今后我们可以继续谈这个事 于是在这个华盛顿会议以后的这几年 从华盛顿会议到918事件 之间大概就是八年左右吧 中国在这些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多进展 包括像那个关税自主 撤退外游 收回租借地 限制乃至分步骤取消自外法权 这些问题上都取得了一些进展 关于华盛顿会议有利于中国 现在我们主流史学和官方史学 其实也是认可了的 就中国当时实际的力量而言 可以说是很大的成功 大家知道当时的中国 经济和军事的实力是很残弱的 政治上又是四分五裂 但是在这之后的几年 能够先后收回青岛 交际路 威海卫 原则上收回广州湾 再考虑 中国参加一战 其实付的代价很小 是吧 我们一直到一战晚期才参战 而且只派出了华工 实际上并没有参加打仗 那么相比二战中国付出的代价而言 一战以后中国的所得应该是很可观的了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它激进的意义 对华盛顿会议的反应是很奇怪的 新文化运动对华盛顿会议主流的态度 我觉得都还不是批评 而是无视 就是根本就不谈这个事 是吧 而且这个事情和巴黎合会啊 是有非常鲜明的对比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数据库分析表明 新青年提到华盛顿会议的次数 一共只有61次 不仅少于巴黎合会的87次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的新闻性的关注 也就是华盛顿会议正在召开的时候 他们就经常提这个华盛顿会议 和巴黎合会正好相反 在巴黎合会期间 以及巴黎合会以后的一段时间 新青年基本上是不提巴黎合会的 华盛顿会议是1922年结束的 可是1923到1924年间 新青年提到华盛顿会议只有四次 但是巴黎合会虽然是五年前的事 却被提到了12次 到了1925到1926年间 那就更奇怪了 这个时期新青年已经成了共产主义的刊物 这个时期1925到1926年 华盛顿会议只提到了一次 而巴黎合会被提到了60次 所以我们就觉得有点意思 已经被华盛顿会议纠正的巴黎合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越吵越热 而纠正巴黎合会的华盛顿会议 却很快就被忘记了 这个现象是民族主义造成的吗 假定说巴黎合会上西方列强迁就日本 拒绝支持同为协约国盟国的中国 那的确是不够朋友 严重的伤了中国人的心 可是这比起19世纪的西方列强欺负中国 那毕竟还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嘛 这个时期西方人还是几次的打上门来 结果中国战败 隔地赔款 这个都是有的 那么即使是这样 我们还是要向西方学习 那么到了巴黎合会 巴黎合会说实在的就是 他们没有仗义直言 帮我们对抗日本 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新的对华扩张之举 我们怎么就会 因路之下就不学他们了呢 这个事情其实说起来不那么合乎逻辑 所以我觉得真正发生这样的转变 可能是另有原因的 后来打我们的俄国和日本 那更不够朋友了 为什么我们还学他们呢 实际上从宏观来讲 中国人其实老早就知道 学习打我们的人和抵抗侵略 这其实是没有矛盾的 是吧 就是所谓的私宜长计以制宜 实际上中国在历史上往往是 欺负我们最厉害的那些人 反而成为我们的学习对象 是吧 大家想想是不是在19世纪 中国面临的对外部的那些压力 主要是来自西方列强 可是那个时候 中国正是学西方的呼声 一浪高过一浪 而且是由儒家开始的 到了20世纪 中国面临的主要是两个新的威胁 就是俄国和日本 是吧 这两个国家不仅野心很大 而且这两个国家拥有的真正是领土的野心 恰恰就在这个时期 中国对外学习的对象发生了转变 这和这个所谓的救亡到底有多少关系呢 在华盛顿婚姻以后 大概七年以后 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 又空前的加剧了 主要就是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 和1931年的918事件 这两件事情都是外国军队大规模的打进中国 那么一开始是苏联 后来是日本 而且都是在东北发生的 从这里看起来 救亡仍然是头等的大事 可是这与中国的启蒙 这与中国的对外学习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一战期间发生的俄国革命 对中国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 叫做十月革命一身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但是同样根据我前面讲的数据库分析 有人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 这个新青年提到十月革命的次数 比提到一战要少得多 只有后者的64% 而且这一件事也与巴黎合会类似 在十月革命的当时乃至以后几年 这个革命被提及的次数也是很少的 在1919到1920年间更是明显的下降 1917年十月革命刚发生的时候 提过几次 到了1919到1920年上半年就没有再提 而是到了1920年的下半年 也就是中共当时正在筹办 中国人突然间开始对十月革命有了很大的兴趣 到了1921年 那就是爆炸性的增长 新青年就频繁的提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热点了 这个问题也和巴黎合会一样 有人就提出 与其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使国人知道了社会主义 悟宁说是接受了社会主义 才使国人听进去了俄国这一声炮响 是由于知识分子越来越认同社会革命 乃至接受社会主义以后 他们才对十月革命越来越有兴趣 这个因果关系恐怕也是倒过来的 那么如果我们再联想到 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和巴黎合会 华盛顿会议期间的西方的影响 那就更有意思了 按照流行的说法 巴黎合会上西方列强 没有主持公道 使国人心寒 而十月革命初期 苏俄对华曾经有高调的平等表态 比如说十月革命初期 马上苏维亚政府就对华发了两个宣言 卡拉罕宣言 那里头真的是很慷慨 说沙皇从中国取得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 我们都不要了 我们全部都退还给中国 那讲的是很动听 那么有些人就说 你看巴黎合会西方人对我们不仁不义 而列宁好像是对我们很慷慨 于是中国人就一下子就倒向列宁了 是不是这样呢 几年以后这两件事情很快就走向反面了 巴黎合会对我们中国不公平 但是这个事在华盛顿会议上已经被纠正了 而卡拉罕宣言的那个慷慨 很快中国人就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苏联不仅什么都没有让 反而得寸进尺 对中国的那个欺负 可以说比沙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1924年 中俄签订了解决悬案问题大纲 这个大纲就基本上已经表明 苏额要继承杀额在中国的一切权益 卡拉罕宣言连影子都没有了 也就是说 这个事情已经完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你再说有多大多大的影响 恐怕就很难了 可是我们知道恰恰是这两件事情 就是在几年以后 才被这个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讲得越来越多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一种机制呢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国人之所以无视华盛顿会议 并不是因为列强没有让步 而是因为使列强让步的是当时的国人 当然我这里讲的国人 主要是新文化运动的精英 以及后续的国共两党 国共两党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后续的产物 使列强让步的是北京政府 国人不喜欢这个政府 所以国人就不怎么提 而国人在列宁上台以后 四五年才对十月革命越来越有兴趣 也不是因为这几年之后 苏额对华外交越来越友善 越来越平等 恰恰相反 和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苏额在这以后的几年 对华可以说是越来越坏 但是关键问题是 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国人 对苏额的社会改造和新社会模式 越来越看好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讲的简单一点 和旧王没有什么关系 和这些国家对中国到底有没有威胁 是不是损害了中国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变化的动力 主要来自启蒙本身 而不是来自所谓的旧王 不是因为西方对中国的威胁变得更大 使得中国的学习对象 从西方转向了更为友好的苏额 进而学习目标 也从西方式的自由主义 转向了俄国式的社会主义 而是相反 由于国人启蒙的兴趣 转向了社会革命 是吧 转向了所谓的社会主义 因此导致国人 主要是新文化精英的旧王抗争对象 从俄国那里移除 而集中对准了西方 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 叫做五四运动的主题是 民主与科学 或者说叫做德先生与赛先生 当然共产党强调 五四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 引进了社会主义 或者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不管是民主与科学也罢 社会主义也罢 是吧 好像这些人都认为 中国从这个巴黎合会以后 就放弃了对自由的追求 是吧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我觉得啊 这里头首先要涉及到 什么叫做争取自由 因为自由这个概念 不仅自由主义讲 是吧 那个其他主义也讲的 而且严格的说 五四以前中国人倒真的不怎么讲 是吧 是到了五四以后才讲的 后来不讲自由了 也要讲解放 解放其实也还是自由嘛 是吧 就是那个使你自由 那只不过就是由一个名词 变成了一个动词 但是不同的意识形态理解的自由 是不一样的 是吧 比方说社会主义者 他们讲的自由 往往讲的更多的是所谓的人类自由 是吧 是解放传人类 而这个自由主义者讲的自由 其实很明显的是带有个人本位的特征的 是吧 讲的就是个人自由 个性解放 个人权利 但是如果要说新文化运动 包括巴黎和会以后向左转的新文化运动 不包括这个个人自由 那恐怕不是事实 尽管陈独秀的德先生 赛先生这个说法 可以说是快智人口 使得五四运动追求民主自由 好像已经成为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说法 但是事实上如果根据大规模近代语料数据库进行的分析 实际上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关键词 还不是民主与科学 而就是我刚才讲的 自由 个人 个人主义 个性解放 这一类的东西 五四当然也是有民主的诉求 但是这个民主诉求并不起于五四 也不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提法 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提法是什么呢 很多人都认为是个性解放 这个个人这个概念传入中国是很晚的 一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 大家讲民主共和天下围攻讲的很多 但是讲个人讲个体权利讲的还是很少的 1907年的时候鲁迅曾经有一个说法 他说啊 个人一语入中国为三四年 号称实时之事多因此为大构 狗背其事与民贼同 鲁迅说啊 说个人这个概念传入中国只有不到三四年 而且今天的中国很多号称是很时髦很前卫的人 民主共和他们都能接受 但是一讲到个人 他们就引为大构 是吧 就是大就骂起来 是吧 如果说你是个人主义者 那听起来你就像是民贼一样 是吧 就是听起来你就是不是好人 然后鲁迅说啊 那当然这些人是落后了 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所谓的个人主义无非就是说要尊重个人的权利 是吧 至于个人怎么运用这个权利 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个人主义并不妨碍我们尊重那些 甚至钦佩那些舍己为人的人 是吧 那些为愿意为大家做奉献的人 是吧 钦佩那些慈善行为 只不过个人主义强调的是 这些权利是在你的 就是每一个人 如果他把自己的东西拿来奉献 那这个人是非常伟大的 但是我们不能以所谓的高尚为理由 去剥夺别人的权利 是吧 去拿别人的东西来奉献 拔别人的一毛 是吧 来立天下 那和你自己拔你的一毛来立天下 那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个事情呢 这个鲁迅说 的确是要澄清的 是吧 他说这个 以考其实自不然矣 他说这个个人主义 其实是个好东西 是吧 个人权利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鲁兴这句话表明什么呢 鲁兴这句话表明 个人这个概念 是20世纪初才传入的 而且传入之初 曾经受到抵制 正是新文化运动 改变了这个局面 新文化运动 使得个性解放 个人权利 个人自由 成为一个大潮流 所以 以后很多人都认为 个人解放 或者说个人自由 才是新文化运动的首要特征 和主要贡献 像胡适就曾经讲 他说民国六七年 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 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 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 与个人的解放 这个矛盾 后来成为左翼文化的 一个很重要的人 矛盾说 从思想上看 武士的建设 就是人的发建 和个性的解放 人的发建 即发展个性 即个人主义 是五四时期 新文学运动的 主要目标 这个矛盾说的 郁达夫 也说 五四运动 最大的成功 第一 要算是个人的发建 一直到改革时代 像王元化先生 这样的学者 他们也认为 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 曾发生的最重大的作用 就是个性解放 讲的简单一点 五四不是不讲民主 但是民主不是最显眼的 因为五四以前 民主已经是几乎讲得 大家都家喻户晓 否则的话 怎么会有 那个辛亥革命呢 辛亥以前 中国虽然有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 其实在民主这个问题上 是没有争论的 因为那些立宪派 主张的都是英国式立宪 所谓的英国式立宪 是虽然有皇帝 但是皇帝是没有权利的 实际上英国 虽然不是一个共和国 但是毫无疑问 它是一个民主国家 这一点在晚清的讨论中 就已经讲清楚了 因此这个民主共和 不是五四的新提法 但是个性解放 的确是在五四的时候 成为大潮 是吧 那些人什么要婚姻自由了 要摆脱家庭了 要怎么大家知道 不管是鲁迅也好 巴金也好 是吧 那个矛盾也好 是吧 那个时候的作品 基本上都是为了 包括玉达夫啊 什么徐志摩啊 是吧 等等 基本上强调的都是这些东西 五四运动以后 有五四运动最激进的那些人 是吧 引导的这个潮流 对个人自由 好像那个态度就越来越 那个奇怪 是吧 那么到了49年以后 大家知道这个个人自由 就基本上给 就彻底的消灭掉了 是吧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吧 为什么这个五四这样一个 以倡导个人自由为特征的运动 后来会走向这个方向呢 是吧 这才是我们现在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的时候 是吧 要讲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讲 这个新文化运动 是中国的启蒙运动 这个提法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 那就是 如果我们只说新文化运动 是启蒙运动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 辛亥革命 是吧 因为辛亥革命 你把地制都推翻了 都建立了共和 你说前面没有思想上的变化 是吧 那么稀奇古怪的 就把地制变成了共和 就出现了一场政治革命 可是我们知道 不管是英国的启蒙运动和光荣革命 不管是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 都是思想变化在前 然后才有了政治变化的 那么中国人难道在辛亥以前就没有政治变化吗 当然有的 是吧 只不过这个思想变化 是吧 后来被人低估了 低估的原因 就是武士以前的 或者说戊戌以前的中国人 虽然主张学习西方 虽然主张民主共和 虽然坚决反对秦制 但是他们不反儒家 是吧 那么我们后来 不知道为什么形成一种观念 就是启蒙就是针对儒家的 是吧 不反儒家那就不叫启蒙 是吧 那因此武士反儒家 那武士是启蒙 是吧 那么在以前虽然你反对秦制 但是好像你就不是启蒙 当然不是的 是吧 武士本身是启蒙运动的一次变调 这次变调 一个很重要的是从原来强调共和民主 天下为公 变成强调个性自由 还有一点很明确的就是他的针对的矛头 从法理变成了如表 从秦制变成了所谓的礼教 就是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个变化其实在巴黎和会以前已经发生 前面曾经提到戊序一直到弹词同 都是没有这种反儒的意思的 但是我们可以说从戊序以后 另外的一种声音就开始出现了 而且这个声音逐渐扩大 到了一战 这个声音已经开始占了主流 那么新文化运动就是集这些改变之大层 那么这个改变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觉得和我前面讲的自由个性的观念 引进中国有很密切的关系 如果你只是讲民主共和天下为公 你只是讲反对秦制 你只是讲反对法家 那和儒家是不容易产生矛盾的 但是如果讲到个性解放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如果要谈个性解放 那显然是和儒家是会冲突的 是吧 我们前面讲到法家是主张大共同体本位的 他强调的是皇上的权利 为了皇上可以杀爹杀妈 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 是吧 而儒家他是反对大共同体本位的 他是主张小共同体本位的 是吧 因为人的一切善良都是来自家庭 重视家庭其实就是重视温情默默 就是重视仁义道德 是吧 因此儒家主张 为父绝君 不为君绝父 儒家是小共同体本位的 但是不管小共同体本位 还是大共同体本位 他们都不是个体本位 如果你要讲个性解放 那就等于说你在家庭内部 是吧 要反对父权 要强调子女对父母是独立的 那么这个东西儒家是不会赞成的 因为这个直接和儒家所谓的礼教 是冲突的 礼教是什么东西呢 礼教是一种小共同体本位的 温情默默的 掌幼秩序 礼教本身和情质不是一回事 但是这个个性解放 他直接面对的 其实不是情质 而是礼教 那么这个东西当然就会和儒家产生矛盾 因此五四反儒这一点 我觉得大概是不能否定的 儒学和礼教跟新文化有矛盾 五四新文化是针对礼教 是倡导自由个性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也不能解释 他们为什么以儒学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 是吧 或者说作为主要的敌人 你还是不能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如果你引进的自由主义 是一种英美式的自由主义 或者说西方式的自由主义 那么这个自由主义 当然它会和儒学有矛盾 但是你不能说它会与法家的矛盾会更小 如果你是一个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者 那么你不会赞成小共同体本位的儒学 但是你更不会赞成大共同体本位的法家 你会不满意于家长权 但是你更不会满意于皇权 是吧 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自由主义 应该把儒家看得比法家更可恶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自汉武帝以后 儒这个概念呢 已经从一个思想流派 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文明识别的符号体系 就像欧洲的基督教 而我们知道 欧洲在近代以前 无论是古罗马的基督教会 还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会 都不见得有个人自由的观念 甚至这两个时期的基督教各个支派 都曾经是不宽容的 是搞异端审判的 是鼓吹圣战的 什么十字军等等 而自由主义和个人自由观念 是必须消除这些东西的 在实现了宗教宽容 取消了宗教审判 取消了异端审判 实现了政教分离 信仰自由以后 个人自由完全可以在 基督教文明中实现 并且和教会共存 同样在罢黜北加独尊儒素的中国 自由主义的理想如果要实现 它只是要消除罢黜北加之独尊 但是它不需要去消除所谓的儒素 消除这些弊病以后 个人自由也完全可以在 所谓的儒家文明中得到发展 但是你也很难说它为什么会成为主要的敌人 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因素是值得重视的 就是当时这个自由个性的潮流传入中国 不是从欧美直接传入的 而是经过日本中转的 因此这种自由个性 这种自由诉求 我把它称之为叫做日本式的自由主义 新文化运动中影响大增的 个人自由观念 不是直接来自欧美 而是很大程度来自日本 我们知道甲午以后 尤其是庚子以后 一方面学习西方的必要性 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另一方面 日本被认为是学习西方成功的典型 国人多以日本为学习西方的中介 再加上文化与地理更接近 留学成本更低 不仅一般的老百姓是这么看的 当时中国的清政府也是这么看的 因此清政府也极力推动留学日本 张志栋就曾经讲过 西学甚凡 凡西学不切要者 东人以三节而左改之 他说西学太庞大了 哪些西学最重要 哪些西学不太重要 他说日本人已经先学过一通了 因此他们已经把西学给做过选择 他们认为重要的 那应该就是重要的 他们认为不重要的应该就不重要 他说日本已经帮我们选过一道 其实他们都认为 日本能够成功也是学的西方 其实这个时候对西方的崇拜 并没有降温 只不过这些人认为 学习西方太难 但是那个日本 因为学习西方很成功 所以像西方学习 其实就是通过日本为中介就行了 那么在官民双方的努力下 这个流日大潮的兴起 当时有人说 是弃那时为止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出国留学潮 我们知道在庚子以前 中国向美国派的所谓的刘美幼童和派到欧洲学海军的所谓的刘欧学生 总共只有两百人左右 但是在庚子以后 留学生就读日本的在1905年这一年已经达到8600多人 回国的那一年就达到2000多人 那个大批的中国学者在日本读书是以前这个从来没有过的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 当时国人赴日不仅数量大 而且与国内的政治文化变革是联系非常紧密 中国在日本的政治侨民是很多的 所谓的政治侨民就是流亡到那边去的 大家知道维新派在戊戌失败以后 革命派在辛亥成功以前 都是以日本作为主要的流亡地的 那么这些人在流亡过程中 自然也受到日本的影响 而且把这种影响带回到国内 那么晚清新政中 很多在国内在官方机构内 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在体制内 推动这个新政的也是流日的 比如我们后面要提到的杨渡 汪荣宝这些人 尤其是到了一战 大家知道从1914到1948年这几年 欧洲是兵荒马乱 很多东西都停顿了 因此出国留学几乎就传世到日本的 而这个时候又正好就是 个人自由观念大举进入中国的时候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 19世纪的西学东建 主要是靠华人复西和西人来华 但是在1920世纪之交的个人自由思潮 包括以这种思潮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 主要是流日学生带来的 这个最初倡导个人自由的一个典型人物 就是张太炎 张太炎又带出来一帮那个所谓的张门弟子 包括鲁迅周作人许寿堂 都是他的弟子 包括后来成为共产党缔造者的 所谓南城北里 陈独秀李大钊 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 那个文化姿态最激进的几个人 比如说主张废除汉字的钱玄彤 包括我前面提到直截点名 批判孔子的一白沙无鱼这些人 他们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 个人自由思想的形成 都和他们流日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当时日本的个人自由思想的确是相当发达 很多人到了日本以后 对这点印象很深 那么日本的个人自由 当然是受到西学的影响 明治以后 其实明治以前也没有那个东西 但是这种思想虽然是从西方引进的 但是明显的受到明治唯新时期 日本独特的问题意识所培育 而这个问题意识和中国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 讲的简单点 就是日本明治时期的近代化 它不是一个走出秦制的过程 而更像是一个走出周制的过程 大家知道虽然我们说 日本好像受到中国的影响很大 包括汉制什么什么等等 但是实际上日本的最基本的社会制度 跟中国是相差很远的 日本长期以来 一直都是一个所谓的封建体制 就是那个类似于我们西周时代的 那个封邦建国 诸侯林立 天皇 实际上就像周天子一样是虚伪的 没有实际的权力 而明治唯新干什么呢 明治唯新在很多人看来 其实就是要改变这种诸侯林立的状况 用当时的那个日本人的说法叫做大政奉还 所谓大政奉还就是 就是诸侯的权力交还给天子 还有一个就是废藩自宪 其实就是中国讲的 那个废封建立军宪 大家知道日本以前有六十多个国 其实就是六十多个诸侯了 还有比国下一等的诸侯 一共有三百个 那么在明治唯新时期 这些都被废掉了 然后就建立了那些郡县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人都强调 说这个我们搞明治唯新 就是要建立中央集权 是吧 这个明治唯新的先驱集田松阴 是吧 这个人是那个很多明治思想家的老师 虽然这个人本身是在明治前夜 就被那个保守派给杀掉了 是吧 就处死了 但这个人通常都被认为是 唯新的先驱 集田松阴就说啊 天下为天皇一人之天下 而并非为幕府之天下 这个明治唯新就是要确立 天皇的家天下 天下就是天皇一个人的 不能是那些诸侯的 是吧 要建立所谓一军一兆臣民 是吧 皇上只有一个 下面都是他的臣民 不允许有那个 什么诸侯啊 贵族啊 什么 那个 明治元勋 慕护孝允 曾经有一个说法 他说啊 明治唯新 当时的说法叫一心 是吧 他说 三北诸侯举其土地 人民还纳 不然一心之名 不知在何 是吧 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做到把三北诸侯的土地人民 都由天皇给统一起来 那我们的唯新到底新在哪里呢 因此啊 这个明治元勋心目中的一心 其实就是实现了周勤之辩士的大一统 他只致没有提宣政民主 当时这样认识的人呢 其实是有挺多的 实际上在他们看来 就是一场新版的周勤之辩 那么新在什么地方呢 新就在这个过程中受到西方的那个启示 与中国周勤时期的儒法斗争 类似 日本在明治时代 托亚入欧之前 曾经经历过一场 所谓的托儒入法的江户时代的 现在的思想史界叫做新法家运动 当时日本有几个很有名的 那个思想家 狄身居来 太宰春台 海宝清陵 是吧 这几个人是一个学派 通常叫做徒来学 这几个人呢 都是强调 尊寻从寒 寻孔灭梦 是吧 这些人说寻子寒飞很不错 他们对孔子倒还比较客气 是吧 他们说孔子说说也就罢了 但是他们最反感的是孟子 是吧 那个什么明贵君卿呢 这一套他们是 那个非常之不要听的 包括那个成诸的理学 他们也不喜欢 那个他们说啊 儒者尽蠢物也 说现在我们就是要搞霸道 不搞王道 说王道是背理之道 而霸道才是合理之道 那么这个东西啊 到了明治就和托亚入欧 给联系起来了 明治时期 日本批判儒家是批判的很厉害的 是吧 我们讲后来 日本又开始 那个比较尊重儒家 那是在后来了 是吧 在明治 像那吉田松阴 福泽渝籍这些人 说实在的 那个是反儒是反得很厉害的 是吧 那么但是你要说 他有没有从西方引进了一些宪政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呢 当然也引进了不少 是吧 比如说那个明治维新的那个宣言嘛 里头就有一条叫做万机绝于公论 是吧 也就开了国会 是吧 但是日本的国会啊 日本明治时代的国会啊 是没有立法权的 实际上是天皇的一个咨询机构 实际上真正代表公论的不是国会 而是天皇 以及他指定的一些智囊 是吧 什么伊藤博文啊 这一类的人 那么他学习西方引进了一些宪政成分 比如说他制定了宪法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假的呢 当然也不假 是吧 明治维新引进的西方的宪政 主要是用来消除所谓藩权的 是吧 也就是用宪政来消解诸侯的权利 但是不用他来消解天皇的权利 那么消除了藩权以后 黄权反倒做大 大家知道 日本在明治以后啊 他当然有向自由民主制度发展的 一些可能性 是吧 尤其是在明治以后的一任天皇 就是大政天皇时期 日本应该说是那个议会的权利 这个民主制度是有所上升的 这个时期一般叫做大政民主 但是大政民主为期很短 是吧 很快就又逆转了 大政只有十几年 是吧 到了昭和时期 在军部专权和北一辉的黄道社会主义的推动下 一个就是军国主义的强化 那些军人是根本就对宪政是不感兴趣的 另外一个就是当时日本的一些那种 原来好像是左派后来变成极右派的一些人 比如日本那个时候流行社会主义 是吧 那个所谓日本式的社会主义 叫做黄道社会主义 就是强调 兵农结合 军民一体 去反对所谓的财阀 是吧 按照他们的说法 日本当时有钱的 日本的资产阶级是所谓的财阀 被认为是 那个鼓吹那种自由民主 那种所谓的西方来的那种 不健康的东西 是吧 他们很反感 那么日本的传统贵族 他们也很反感 是吧 他们认为这些人就是诸侯 就是妨碍天皇权力的上升 那么天皇权力要强化 靠谁呢 靠农民 是吧 他认为那个农民下沉 是最拥护天皇的 贵族不可靠 因为那些人要跟天皇分庭抗礼 财阀也不行 财阀那是 那个有钱了就不把天皇放在眼里 是吧 因此天皇应该和那个最底层的老百姓 结合起来 而最底层的老百姓的代表 就是日本的军队 是吧 因为日本军队是当时 唯一的那个下沉的那些穷人 比较容易上升的一个渠道 因此日本的那些军队 尤其是那些比较极端的那些军人 是既看不起贵族也看不起财阀 但是他们狂热的忠于天皇 是吧 就是那个 说是要搞所谓的社会主义 是吧 说那个日本的腐败都是财阀和贵族造成的 是吧 那么这种冰农一体 效忠天皇 像这样的势力的成长 最终就使得短暂的大政民主成为一个小插曲 由明治到昭和的主流 使得日本走上了军部次章 天皇独断 以举国体制穷兵俗武 制造虎狼之师的军国主义道路 军国和军国主义这一类的词啊 在抗日时期的中国成了严重的贬义词 可是大家知道在清末明初 军国和军国主义这个词传入中国的时候 是褒义词 而且是带有很浓的褒义的 是吧 是大家都想学的 日本的军国主义其实是学的德国 用军国主义来形容这种类似于彼斯迈那样的 这些主张 这也是日本人的发明 然后再传到中国 传到中国以后 很多人就认为军国主义是一个我们发展的方向 其实岩父 他是学 他是在英国留学的 但是他是最早把军国主义当作中国的方向的 是吧 他当时提出啊 中国历史的发展就是要从中法社会变成军国社会 而这个变革按照他的说法 如果你要强调族 那你免不了就要带出所谓的血缘关系 所以他说啊 我们现在不能讲这些 我们不能讲血缘 不能分那个什么满汉 是吧 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军国 就是把那个秦始皇的那种道路再继续再走彻底 是吧 那么他这个说法当时就受到了几个刘日的学生的批评 这几个人就是后来戊戌以后成为大人物的汪精卫 胡汉民和张太炎 是吧 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刘日的 这三个人就反驳岩父 反驳什么呢 他说啊 如果我们不把满洲人给干掉 那中国就没有希望走军国的道路 是吧 他实际上是把反满当作建立军国的一个条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虽然有这样的争论 但是无论是严父 还是我后面讲到的这三个人 这个张太炎 汪精卫和胡汉民 其实都是主张军国主义的 搞军国主义要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就是严父讲的 严军国主义欺人人自利 如果你要搞军国主义 那你就要把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成为独立的人 什么叫成为独立的人呢 大家知道日本原来是一个封建社会 封建体制 每个人都有主人 是有诸侯的 那个日本的武士 原来就有点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歧视 他们都是有主人的 或者说他们当时都是藩主的家臣 这个有点像我前面讲到的 那个中国在西州春秋时代的这种状况 他说如果是这样 这个军国就建立不起来 因为你每个人都是爹的人 妈的人 藩主的人 中族的人 那谁是我们国家能够用得着的呢 其实就是韩非的那个说法 因此我们就要让他们自立 要让他们自由 这个所谓的自立 所谓的自由 其实本来应该说是自由主义的追求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在日本就兴起了自由主义 但是这种自由主义是一种独特的自由主义 为什么说是独特的呢 那就是因为当时在日本兴起的这种个人解放 实际强调的是个人对于家庭 家族相礼 产彩彩彩彩 等等 依附性的亲缘社会 熟人社会 但绝不是对民族 国家 人民 等等所谓大共同体的独立 甚至把个人从家庭家族中藩中解放出来 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成为国家或者天皇的伟大事业的工具 明治时代推崇的个人自由啊 只是说你可以不听爹的 可以不听妈的 是吧 可以不听你的原来的主人的 但是你必须听天皇的 你对国家你是没有什么自由可言的 这个明治时期啊 日本那的确是社会风气是很开放的 是吧 所谓的婚姻自主 个性解放 日本的那个女性的自由 甚至所谓的性解放 都是使当时的中国人 在日本留学的那些中国留学生 印象很深的 是吧 实际上就是要叫人从父母的人变成天皇的人 而并不是成为真正独立的人 这种倾向搞到极端的时候 就是我们看到的二战期间的那种状态 是吧 养儿不尽孝而去当神封队 养女不是夫而去做为安妇 子女可以不从父母 不守妇道 私奔苟合 不以为意 是吧 但是国家一有令 天皇一有号召 你就必须为国献身 这个日本式的个人主义就这样与军国主义 成了二位一体的怪胎 当然我们应该讲 负责于极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 他不会直接鼓吹这种要妇女为国献身的这种邪恶的制度 但是这里我要讲 这种日本特色的启蒙逻辑 如果贯彻到底 似乎好像就是得这样 是吧 因为他要求你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摆脱一切 是吧 传心的就是听国家的 国家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等于就是你从别的一切那里解放出来了 但是你就成了国家的最彻底的工具了 那么到了明治维新中 这种日本式的自由主义达到了高潮 它的代表就是通常我们称之为 日本启蒙思想的最大代表的福泽于极 像福泽于极那样的日本式的启蒙思想家 他一方面鼓吹子女要独立于父母 家层要独立于藩主 个人要独立于群体 而且讲得很极端 一生独立 一家独立 天下国家亦独立 独立即自自己支配自己的身体 无依赖他人之心 独立自尊的根本意义 恰恰在于主张个人的自主性 这都是福泽于极的语录 但是福泽于极在另一方面 他又宣传无条件的忠于天皇 而且为此专门还批评儒家 说儒家妨碍忠君 这一点其实在他之前 他的老师吉田松英就已经讲过 那个吉田松英就说 这个这个我们要建立一个一军一兆成名 就是大家都忠于一个皇帝 说这个制度我们是要批判孔子的 因为孔子不忠君 那么福泽于极他也是延续这个说法 他说中国之所以搞不好 就是因为中国的文人 深受儒权主义的教养 说这个中国的这些 斯大夫啊 皇上下一道命令 他老是要想想 是不是符合孔孟之道 他说这就不行 说他老有一种 对皇上的意志要贫头品足 那怎么能行呢 说这个中国的斯大夫 由于受到儒家的影响 头脑比较复杂 难于为君主之命是从 他说我们日本的武士 我们日本的武家 那就要那就很好 我们日本的武家 大都无知不懂学问 只以武士道精神 而众报国之大义 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 他们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做 就像水之躯下一般的自然 我们日本的这些人不是儒家 不会考虑什么道统啊 什么威严大义啊 什么这些东西 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而且只听皇上的指挥 皇上指到哪就打到哪 所以我们要把儒家的那一套 都给消除 这样一来 他就会把儒家作为主要的敌人 欧美的自由主义或许不会这样 因为欧美的自由主义 它是既反对小共同体本位 也反对大共同体本位 所以他不会认为 法家要比儒家更好 但是日本的自由主义就不是这样 那么日本的自由主义 他是不会反对法家的 那他当然就会把儒家作为 最主要的敌人 随着军国主义在福泽渔吉 深厚的继续发展 强大起来的日本 大家知道逐渐逐渐就从学习西方 变成了对抗西方 尽管他们已经不再讲脱亚入欧了 脱如入法 他们仍然是讲的 而且他们在脱如入法的形式下 也仍然在进行所谓的日本传统的批判 这个批判在一些军国主义狂人中 是发展的很极端 就是所谓的反传统 认为日本过去受儒家的影响 变得懦弱 变得甘于所谓的倒国意识 说日本以前那些人受儒家的影响 不求上进 就是窝囊在一个倒国里头 只知道孝敬爹妈 那个很糟糕 那么这种劣根性 我们一定要摆脱 那么摆脱劣根性 依靠什么资源呢 第一 他们那个时候既反儒也反西 那么他们重逢的第一 当然就是被日本认为国粹的神道 但是第二 他们仍然佩服中国的法家 以为中国的法家代表了一种 所谓的大陆精神 什么叫大陆精神呢 就是称霸大陆的精神 不干预在一个岛上的精神 他说这个东西可以治疗日本的倒国病 因此我们就看到明治以后 那个日本走向军国主义 几乎是托如入法的一种逻辑延伸 当时日本有一个最极端的军国主义学者 这个人叫佐藤青胜 这个人在1939年 出版了两卷本的大部头的一本书 叫做大日本政治思想史 这本书的一个特点 就是极力贬低儒学对日本的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啊 已经不是明治时代欧风美雨的时代了 这个时候随着大和魂武士道的膨胀 以佐藤青胜为代表的这些军国主义意识形态 已经是很敌视西方的 同时也很蔑视中国 当然所谓蔑视中国主要就是蔑视儒家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 他仍然很崇拜韩非式的所谓法治 同时也仍然对日本的这个传统表示不以为然 他认为如果要摆脱这种传统 那么我们就得离开这个日本列岛 到大陆去 那么他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侵略者 他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主张 就是日本要迁都 说日本要把首都首先签到朝鲜 再签到满洲 然后下一步还要签 他没有说签到哪里 有人说就是要签到北京或者南京 说到了这个地方 他们就会学会大陆精神了 如果韩盛国在日本 那他们的势根性就老是解决不了 只有到了大陆 受到那个什么韩非这些人的那个什么 他们才会有那个大陆精神 那么这个左腾秦胜 因为对日本很讨厌 所以在日本进行任何的建设 他都认为是不好的 修铁路他认为没有必要 那个装电线他也认为没有必要 输军运河他也认为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东西搞了以后 日本人就住得更舒服了 就更不愿意摆脱劣根性了 因此如果日本人要摆脱劣根性 你干脆在日本不要搞任何的建设 日本人要发展就到大陆去发展 只有在那个艰苦的条件下 日本才可以摆脱自己的劣根性 因此这个人是在那个既反西方 又反儒家的同时 又是日本国民性的一个严厉的批判者 但是他唯独对一件事情感兴趣 就是中国法家的那一套暴力的那种东西 那么像这样的事儿 当然对中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思想界的影响 其实我们应该把它和那个 国家利益方面的渗透啊 或者利用啊这些东西分隔起来 我们讲啊 其实像哪一个国家汲取思想资源 这和在国家利益上亲哪个国家 应该不是一回事的 是吧 就像当年十九世纪 中国和西方列强有反侵略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从西方那里汲取了 那个思想资源 是吧 汲取思想资源并不是为了西方的利益 而是为了中国的利益 是吧 那么包括学习日本也是这样 是吧 这些人他们受日本的影响是很显然的 但是他们当然你不能说他们在国家利益方面 他们就是亲日派 像鲁迅这样的人当然受到日本的影响是很深的 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受到日本政府的指使啊 这个好像没有任何 但现在也有一些骂鲁迅的人 有这样的说法 是吧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证据 是吧 鲁迅也好 其他这些包括我后面提到的张太炎等等也好 是吧 他们主张向日本学习 是吧 而且的确是受到日本思想的很深的影响 但是他们本身在政治上和日本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是吧 这一点还是应该承认的 像日本学习当然不是为了日本的利益 而是为了中国的利益 可是这个为了中国的利益 也有一个要对正不对正的问题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中国和日本在现代化的目标而言 当然是由普世价值决定的 就是都是要建立一个个人本位的 就是自由民主的这样一个体制 但是日本要对中国的利益 走向这一步 他首先要走出周治 但是中国就不一样 中国没有走出周治的问题 但是由于主要由刘日出身的学者 为主力发动的新文化运动 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的影响 是吧 出现那种以个性解放个人自由 为主要诉求的一种大潮 那么这个诉求啊 在思想层面主要以反儒家 反中法礼教 而不是反法家为特色 而在社会层面 主要以反家庭 家族和家长制 而不是反情制 反极权为特色 而且像这样的自由诉求啊 不仅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 甚至在其后的左派文化运动中 仍然是高涨的 我认为所谓的巴黎和会前后 新文化发生了转折 这个说法是不太确切的 是吧 因为有人说巴黎和会之前中国流行的是自由主义 是肯定那个个性的 是赞成个人权利的 可是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 社会主义就兴起来了 于是中国人就反对 个性解放了 就不主张个人权利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在1920年 已经在筹建共产党的陈独秀 仍然在为个人主义辩护 但是请注意 他这里讲的个人主义 是针对家庭而言的个人主义 他当时有一句话 他说我以为枪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 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和社会公义 都做了家庭的牺牲品 当时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公德心 是因为个人主义太发达 是吧 然后那个陈独秀就做了一个辩护 他说根本就不是 他说中国根本就不是个人主义太多了 中国人的功德的确是下降 的确是不强 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个人主义太厉害 而是因为中国的个人主义 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 都成了家庭的牺牲品 他认为中国的家庭导致一方面压抑了个人 另外一方面又损害了国家 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1921年很快 他又对个人主义开始破口大骂 是吧 他在1921年说 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善杀 一堆蠢物 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 完全没有公共心 坏的更是贪汇卖国 他又说这个中国很多人基于个人主义损害国家利益 于是有一位学者就曾经评论过 陈独秀的这两句话说 一年之内陈独秀对个人主义的看法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其实这个大转弯有没有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根本是没有的 因为他讲前一个个人主义是针对家庭的个人主义 后一个个人主义是针对国家的个人主义 就针对家庭的个人主义而言 后来的左翼文化乃至共产革命文化中 仍然是受到辩护的 甚至还是更加被弘扬 而针对国家 针对大共同体的个人主义 其实早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 也是受到质疑的 甚至在更早的时候 严福和张太炎他们 严福他是讲 个人主义的 军国主义就要做到人人自利嘛 但是他讲的人人自利 指的是摆脱家庭家族而自利 不是要你摆脱国家而自利 因此这个大转弯 其实在我看来并不存在 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 最早在中国倡导个人主义的 倡导个性自由 我看上到那个个人权利的 就是张太炎和所谓的张门弟子 这些人都是留学日本回来的 那么张太炎在1907年提出所谓 个体为真团体为患 说人本独生非为他生 人出生生来就是为自己 不是为别人的 他坚决反对张大社会以意志个人 张太炎这个个人主义啊 实际上也是有来由的 因为张太炎他本来他不是一个 那个正统的儒学家 张太炎当年是搞汉学的 所谓汉学就是张具名物的考证 中国的这个学术啊 这个汉学这个传统是不太讲那个威严大义 是不太讲那个义理的 是吧就是做鸡毛蒜皮的那种具体的考证 是吧那么讲义理的是宋学 而一些汉学家是看不起宋学的 张太炎当年是学汉学出生 所以他当年就不怎么看得起宋明理学 张太炎两次去日本 在日本待了十年 在日本期间 他就对所谓的除来学 就是江户时代晚期的那个 所谓的托儒入法 那个很感兴趣 他自己说啊 他是由汉学转入除来学 归属则在孙亲含非 然后他讲了很多反恐洋情的话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他本来是复兴尽保守 他接受西学比较晚 但是一经邓悟则勇猛精进 有非常人所可及及也 是吧 因为他原来对儒家不太感兴趣 所以一接触西学 他就变得很激进 很快就成为以激进革命立场 与改良派论战的一个好手 不过张太炎的激进 其实主要不是激进在自由民主这个方面 主要是激进在排满这个方面 是吧 他是一个那个汉族民族主义者 对满族的那是仇恨的很 张太炎喜欢的是王夫之 王夫之的皇叔 强调的是夷下之防 是吧 就是那个华夏要排除夷迪 所谓夷迪就是满族人了 是吧 就是那属于反满的 所以张太炎自己说 以为不去满洲 则改正变法为虚域 这里我要讲 他讲的民族主义可不是针对什么列强的 主要是针对满族人的 辛亥的时候的民族主义的主流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他因为要鼓励民族主义 他就要求这个集中汉族的力量 他认为儒学是汉族人都顾家庭 是吧 就不顾国家 是吧 所以他就很反感是吧 那么因此他在日本呢 就接受了福泽渔籍的影响 开始提倡所谓的大独 是吧 这个张太炎他用独来表示个人主义 就是独立了 用群来表示所谓的共同体 是吧 那么张太炎一直一直在讲 说这个独要比群更重要 他说我要反对的群啊 是小群 什么叫小群呢 就是宗族乡里 乃至党派他都认为是小群 他讲的独就是要独立于这些东西 就是独立于家庭 独立于家族 独立于乡里 独立于你所在的党派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力挺大群 所谓的大群就是国家至上军国主义 他只用独来排斥小群 在这个方面中日两国的法家传统 都给了他强烈的影响 除来学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托儒入法 在他那里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他说大独必群 群必以独成 由是言之小群大群之贼也 大独大群之母也 他说小共同体是大共同体的敌人 而个人主义是大共同体之母 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了 就是说家族是国家的敌人 但是个人主义是国家的朋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在家族内部提倡个人主义 把个人从家族中都搞出来 然后搞出来以后 这些人就成了国家的人了 因此你可以看到 激进个人主义在张太炎那里 就转化成了激进的国家主义 已故的王元化先生 曾经以张太炎和鲁迅 这些张门弟子为例 他解释 武士运动为什么反儒不反法呢 他说张太炎这个人写过 秦县纪秦政纪对秦始皇是捧得很高的 为了克服所谓一盘善杀的现象 他把大独和大群拉到了一起 共同对付小群 国家为什么一盘善杀呢 因为家庭太重要了 因为中国人都雇家庭家族 所以一定要打散这个家庭 打散这个家族 当时是一个很流行的思想 王元化先生认为 武士时期为什么主张非孝 为什么主张反对家庭家族 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 实际上主张非孝的胡适鲁迅 在自己的个人行为中 还是很遵守孝道的 中国旧式家庭也未见得就像 武士时代讲的那么黑暗 我们知道武士时代的小说 最典型的就是什么家春秋 所谓的旧式大家庭 写的就跟一个监狱一样 旧式大家庭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巴金自己后来就讲过 说这个家春秋就是以他的家庭 作为原型的 但是他说 实际上他真正的他的家庭 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 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氛围下 就倾向于把那个家庭描写的 简直就像一个监狱一样 如果按照张太炎刚才的说法 那就很容易解释了 这就是他讲的 大独必须大群 无大群即无大独 强调对家庭搞独立 实际上是为了提倡国家主义 而不是要提倡所谓真正的自由 那么可见 个人主义只针对小共同体 不针对大共同体 只针对儒家 不针对法家 这并不是从陈独秀开始的 甚至都不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 早在20世纪初 就由张太炎这些人倡导了 是吧 只不过到了新文化运动 他发展到了高潮而已 而另一方面 只用大共同体来压制个人 不用小共同体来压制个人 乃至继续支持针对家庭家族的个人主义 也没有终结于陈独秀 更没有终结于新文化运动 后来的左派文化一直是支持的 很多人就是从追求个性解放和个人幸福 摆脱包办婚姻和所谓旧式家庭家族 反抗族权 父权 夫权 家长权 抗婚 逃婚 逃离家庭 然后投奔革命队伍的 是吧 这种故事应该是很多的 在辛亥革命以前 法律界曾经有过一件很有名的事 就是晚清的礼法之争 清代搞新政 要从西方那里学习一些东西 然后修改我们的法律 当时就产生了一场争论 当时清朝主张修法律的 主要是参考的那个日本的做法 是吧 当时那个清朝的管司法的大臣沈家本 这个人是一个新政 清末新政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那么他就请了几个留日的学生 最有名的就是杨渡 还有一个汪荣宝 是吧 然后还请了几个日本的法学家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钢田朝太郎 还有个叫做松钢义政 等等这四个日本人 这四个日本人来帮助中国修刑律 那么他们就出台了一个大清刑律 这是清代新政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 这个刑律基本上是按照日本明治时代的 这个法律搞的 因为主持修律的主要顾问都是日本人 而且初来为这个刑律做论证的杨渡和这个汪荣宝 这两个人也是留日的 那么这个大清刑律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把原来中国传统刑律中 关于承认家长权的那些条文 几乎全部都删掉了 比如说儿子打了父亲 那个是个很大的罪 而父亲打了儿子 好像这个罪过就要小 而且当时晚清啊 从西方引进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震荡防卫 那么震荡防卫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用呢 当时中国传统就有 你受到侵犯可以还手的 这个这种条文的 但是中国传统 因为他要讲家长权 专门有一条 就是那个家长如果打了孩子 孩子是不能还手的 也就是那个震荡防卫 不能用于这个长幼尊卑之间 如果父亲打了儿子两耳光 儿子就奋起反抗 按照中国的传统法律 被认为是不行的 晚清修这个大清刑律 其实主要是接受日本人的影响 就把这些东西都删掉了 儿子也可以对父亲进行震荡防卫 而且那个还提出了 要废除无夫通奸的罪行 大家知道按照中国传统的礼教 那个妇女通奸是要是一种罪 但是这个在这个晚清时期啊 这个通奸岛没有人说都不是罪 但是当时那些日本人和杨渡就提出 如果没有结婚那就应该不是罪 是吧叫做无夫奸 是吧这个东西应该取消 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 当时一批以前一直被认为是比较保守的一些人的反对 这些人的代表就是老乃轩 是吧 那么反对的人被叫做礼教派 主张通过这个法律的人叫做法礼派 是吧 出现了一场法礼派对于礼教派的论战 杨渡这个人呢 大家知道他的名声又长期以来一直是不好的 他不仅是不是革命派 而且在立宪派中 他也被认为是最反动的人 这个反动倒不还不完全是因为他后来又支持袁世凯搞伏笔帝制 但是这个人呢 他在修改法律方面用以前的说法 那叫做很进步的 是吧 他要把那个法律中关于礼教的那些东西 关于那个家长权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排除 那么本来他们讨论的时候是具体讨论一些具体的法律条文 但是后来这个杨渡觉得不过瘾 很快就上纲上线 提出了一个口号 就是我们要用国家主义来打倒家族主义 是吧 他在1910年11月到资政院去对这个新刑律进行说明的时候 通篇讲的就是主义而不是问题 是吧 就是我们要弘扬国家主义打倒家族主义 然后几天以后 他在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 叫做论国家主义和家族主义的区别 是吧 在这两篇文章中 直接就抨击孝子悬生 他说中国之坏 是吧 中国的堕落 就是因为慈父孝子悬凶弟弟太多 而忠诚太少 使得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 不仅国人因为孤家孝亲就不愿意为国家打仗 甚至按照他的说法 说我们现在贪官污吏很多 为什么呢 也是因为孝子悬生太多 由于他们太孤家 他们那个那个父亲要为儿子贪污 儿子要为父亲贪污 所以大家就都腐败了 是吧 所以他说那个中国的一切灾难都是孝子悬生造成的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家族主义发达 国家主义不发达 在他看来 今天的变革就是以国家主义为宗旨 就必须使全国的孝子 辞父 贤兄弟弟都转变 是吧 你们要变成忠诚 杨杜涵追根溯源说 他说啊 中国自古以来啊 家长权就太厉害 是吧 把那个皇帝的权力给那个那个架空了 他说中国长期以来就是天子治官 官治家长 家长治家人 天子没有办法去治理家人 古代嘛 这个问题还不严重 他说到了现在就不行了 他说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竞争的世界 优胜劣汰 国家主义胜而家族主义败 这是社会进化的规律使然 国家要强大 那就必须把家人变成国民 是吧 使国民直接听命于国家 而不是间接听命于国家 我们就要在观念和制度上把家族主义铲除 而进入国家主义的阶段 他说这个问题啊 不是一个区区行律上的问题 更非区区行律中 一二条文字句的问题 而是中国极弱的根本原因 此后存亡所观之大问题也 那么对于杨渡的这个说法 礼教派方面 由老乃轩出面 就提出了反驳 老乃轩也承认 中国有一个弊病 就是老百姓对国家不感兴趣 是吧 没有爱国心 是吧 只知有家 不知有国 这个弊病的确是有的 而且他也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 是吧 中国要强大 就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弊病呢 这个对原因的解释 他就跟那个杨渡是截然相反 很明显老乃轩是把这个 罪魁祸首是归到秦制上的 是吧 他说啊 造成人民漠视国家的原因 首先是专制国家 漠视民权 奴役人民 不是杨渡所骂的家族主义 而是秦以来的专制政治 使人民与国家隔磨 他说 秦并天下 焚思书以于其名 萧丰迪以弱其名 一国政权习超租官吏之手 而人民不得语文 是吧 他说秦始皇搞了独裁 搞了专制 焚书坑儒 不准老百姓有知识 是吧 国家的所有的事都控制在那些官僚的手中 老百姓根本就不能过问国事 老百姓不能过问国事 他怎么能关心国家呢 老百姓不爱国 就是因为你这个国家不把老百姓当当人 是吧 这不是什么家族太多 他说 像西方就不是这样 西方各国废除了专制 用他的话讲叫 行立宪宪政体 人人得欲文国事 是以人人与国家修器相关 而爱国之心 自有不能自给者 他说宪政国家是关心老百姓的家计的 更不会去挑唆人民六亲不认 他说阳渡 你说 今乃为民之不爱国 由于专爱家 必先尽其爱家 乃能令其爱国 亦不揣其本之论也 是吧 说你阳渡说 老百姓不爱国 是因为你们专门爱家 那么为了让你们爱国 就不准你们爱家 他说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是吧 他说老百姓都六亲不认了 他就可以爱国了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完全是胡说八道 是吧 然后他又说 这个阳渡 讲贪官污吏多 就是因为孝子慈父太多 老乃轩就更反感 他说哪有这回事 他说我们中国人 自古就是把这个 综合孝结在一起的 他说那个 这个实际上是一种 广义的家族主义 为之国家主义可以 为之国家的家族主义可以 今欲提倡国家主义正宜 利用旧有之广义家族主义 以为之赎根 就是他认为 中国人爱家和爱国是不矛盾的 而且国就是家的扩大 无论是所谓的法理派 还是所谓的礼教派 他们其实都是主张要变法的 而且都是主张要学习西方 可是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我认为他们的区别实际上就是要先变什么 如果按照老乃轩的说法 那就是我们首先要消除秦制 要先搞宪政 搞了宪政了 老百姓就知道爱国了 就可以关心国家大事了 那么至于这个家庭 至于这个东西 按照老乃轩的话 我们是可以渐进的 那就以后再说 而杨渡认为 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 就是要把家长权给取消了 要让所有的人都听命于皇帝 而不是听命于自己的家长 以往中国的法治史评论这个事 一般都是认为杨渡进步 而老乃轩保守的 那么我现在要说 照我的看法 这两家的区别其实是很大的 但是这个区别恐怕并不在于 一家主张法理 一家主张礼教 我们也可以说 尽管这个老乃轩 说他家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没有矛盾 但是老乃轩明确的讲 他讲的国家主义是国民主义 中国人要爱国 但是爱的是什么国呢 只能是宪政国 这个秦制这样的国家 是没法爱的 因为他把老百姓和国 就给隔膜起来了 因此 老乃轩他是 真的是主张宪政的 而他强调的 那个礼教还是次要的 但是杨渡所要的宪政 和日本一样 他主要是用宪政来 限制藩主的权力 而不是限制皇上的权力 在中国当然没有藩主了 那就是家长 那么杨渡自己是这样讲的 他说以君主立宪国论之 则国君如家长 传国之名 人人皆为其家人 而直接管理之 必不许间接之家长 以代行其立法司法之权业 就是他认为君主立宪是怎么回事呢 那就是传国只有皇上一个家长 所有的人都是皇上的家人 国君如家长 传国之名 人人皆为其家人 而直接管理之 不许间接之家长 以代行其立法司法之权业 这个国王不可能是英国式的女王 英国式的女王怎么可能 把传国人民都当作他的家人 而对传国人民行使家长权 叫做直接管理之 怎么可能呢 如果真正我们要讲宪政 从历史而言 宪政这个概念 一开始就是针对军权的 1215年的这个大宪章 主要是用贵族权力 来限制了国王的权力 然后贵族权力逐渐逐渐 又变成市民的权力 那么因此 显然阳渡所谓的宪政 并不是当时民间立宪派 其望的英国式的虚军宪政 而是日本式的实军宪政 甚至说的不好听一点 更近视于秦始皇室的绝对军权 所谓立宪云云 杨渡倒也不是不想搞 但是他只是想用来反封建 而不是想用来反专制的 杨渡口口声声反礼教 很重要的一个说词 就是要解放个人 他频频的讲个人 以个人主义与他要弘扬的国家主义相表理 但是实际上 他是把个人从家族中解放出来 要变成皇上的附属品的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思想 你说他是一种宪政思想吗 是吧 他和韩非的主张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现在观察这个晚清这些事啊 我觉得的确有一个角度 是我们以前强调的不够的 以前我们讲保守极尽 新和旧 或者稀和如 或者改革 或者立宪 革命和改良 都是以反如不反如作为标志的 这么一来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其实革命派中 很多人的区别比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区别还要大 比如宋教人和张太炎 那么在清末的这个大变局中 人们往往注意军线还是共和 改良还是革命 渐进还是极尽西化 还是国粹 新文化还是旧文化 却很少注意到在上述的每一方中 都还有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更为悠久的 所谓的如法之别 像老乃轩和杨渡之别 我觉得就不能说是杨渡更加西化 实际上杨渡他像韩非一样 主张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 你很难说是更为西化 而这个老乃轩 其实他为礼教辩护 也经常是拿西方做例子的 而且他说 这个中国人不爱国是因为秦制造成的 西方宪政民主国家 人们就很爱国 因此从这个方面讲 也不能说这个老乃轩的西化程度 就不如杨渡 实际上杨渡更像是一个法家 他和老乃轩的矛盾 更像是如法之争 而不是所谓的理法之争 杨渡曾经很多次的讲过他的思想历程 他早年曾经在日本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 叫做湖南少年歌 其中有两句话现在被人经常引用 叫做若要中国国国王 除非湖南人尽死 意思就是说湖南人都是汉子 要救国就靠湖南人 可是实际上这个湖南少年歌 其实照我看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两句话 他一开始就讲 他出生于军人之家 从小就不喜欢孔孟 他说 我家术士皆武夫 只知霸道不知如 杨渡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乡军的将领 都是打仗的 如果按照他的说法 就对孔孟之道不感兴趣 只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家人仗见东西去 或生或死无依居 是吧 然后他说 他是怎么学习的呢 他说 归来师是王先生学见学书 相杂伴 什么叫王先生呢 就是湖南的著名学者叫王凯运 是吧 这个人写过湘军志 是吧 这个人是晚清的一个 号称是帝王之术的大师 这个他的帝王之术 主要就是传给了杨渡 而什么叫做帝王之术呢 其实帝王之术 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 蔑视道德和理性 迷信专制权利 但是第二 他们相信权力万能 但是他们却不忠于某一个帝王 那么像那个商鞅 韩非就是典型的所谓帝王之术了 商鞅是卫国人嘛 那个韩非是韩国人嘛 是吧 但是他们都是专门找一个最野蛮的 是吧 然后就帮助他来打天下 是吧 那么王凯韵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是吧 王凯韵早年 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劝曾国藩 篡青称帝 是吧 结果曾国藩拒绝了 其实杨渡也一样 大家知道杨渡反对共和 但是他不忠于轻死 是吧 后来怂恿袁世凯称帝 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现在有些人给杨渡写传的 还说杨渡后来还曾经希望蒋介石称帝 那么杨渡留日以后啊 要我说这个人倒真的是很聪明 是吧 他的事业很开阔 除了国学和东洋之学以外 其实无论中外东西 他都广泛了解 他对欧美也很感兴趣 但是他对西方的那个认识 也是非常奇怪 他喜欢西方的既不是民主与科学 也不是道德与哲理 他喜欢的就是权谋与武力 在这首诗上 他里头有一句话叫做 必向拿翁尽野蛮 俘虏误解文明治 欧洲古国斯巴达 强者冲兵弱者杀 雅典文柔不足称 希腊诸邦谁与敌 就是他 他认为整个欧洲近代 没有谁能够在他的眼里的 什么科学啊 什么启蒙啊 这些东西都不值一提 说那个俘虏 老是从文明的角度来讲欧洲 这根本是不对的 这叫做俘虏误解文明治 他说欧洲有什么了不起啊 欧洲就是出野蛮 是吧 他看中的欧洲就只有 比斯迈和拿破仑 弊相就是德国的 德意志帝国的首相 比斯迈 拿翁当然不用说 就是拿破仑了 是吧 他说这两个人最野蛮 所以就能成气候 是吧 所以那个欧洲其他的都 他都看不在眼里 是吧 然后他说这个古代也是一样 他说那个人家都说 雅典有多多文明 什么发明了多少 什么什么 他说雅典文柔不足称 古代唯一值得羡慕的就是斯巴达 是吧 为什么斯巴达值得羡慕呢 大家知道斯巴达是一个军营式的社会 斯巴达是实行废除家庭制度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也符合他在那个礼法之争中的那个立场 斯巴达是一个那个军营式社会 那个孩子一生下来就交给国家养 而且国家要进行优胜劣汰 是吧 据说那个斯巴达 那个孩子一生出来 就把他扔进那个结冰的那个冰水里头 是吧 如果这个孩子体弱 那就活该死了 是吧 如果这个孩子身强力壮 那就留下来 留下来干什么呢 就培养他当那个武士 是吧 斯巴达是整个古希腊社会中 没有留下任何文化遗产 但是能打仗 是吧 这是斯巴达唯一擅长的 是吧 但是斯巴达和雅典相比 雅典有那么多的哲学家 科学家 整个西方文明几乎都起源 一半是起源于雅典 但是这个杨渡就很称赞斯巴达 叫做强者冲兵弱者杀 那么他还很佩服普鲁士 是吧 区区小国普鲁士忽然成为德意志 是吧 大家知道德国统一就是由普鲁士统一的 而且这个倒也是事实 普鲁士在当时的德意志诸邦中 是一个比较野蛮的 或者说比较落后的邦 当时德国工业最发达的是 威斯特法利亚 文化最发达的是萨克森 但是都打不过普鲁士 然后杨渡就说 他说普鲁士好就好在 儿童女子禁之兵 这个小孩女人都当兵 一战巴黎谁称帝 普法战争打败了法国 于是就扭起来了 因此按照他的说法 就是无论古今中外文明都是没有用的 谁最野蛮谁最牛 杨渡的历史观说穿了就那么回事 因此实际上他是把中国法家的 所谓的当竞争于气力的这种霸蜀理论 和西学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融为一体 形成了他的一个价值观 那么他在这首诗里头还讲 他说 遇今世界无功力 口说爱人心力己 天眼开成大竞争 强权压倒 猪羊水 功法合如一门炮 工商尽是途中弊 外交断在军人口 内政修成武装体 他说古今中外都没什么道理 可言 谁的拳头硬 谁就行 不仅外交是这样 内政也是这样 他说 什么工商交易 他说都是抢决的 谁狠谁就能抢 谁弱谁就活该被抢 他说那个列国的外交 其实都由军人决定的 军人说合就合 军人说战就战 那些军人以外的人 根本什么作用都不起 说这个国家的内政 就应该搞成一个军营一样 就是所谓的内政修成武装体 这首诗是1903年做的 这个话其实本来会带出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在巴黎和会以前 中国人对西方其实是充满希望的 这个所谓的希望不仅是看到了西方 西方有实力 而且似乎认为西方就代表了公理 或者说是正义 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对西方失望 只有在巴黎和会这种背景下才会发生 比如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人会不会对英姨失望了呢 火烧圆明圆以后 中国人会不会对英法失望了呢 没有这回事 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中国人 认为英法就是遗敌 根本对他们不会抱什么希望 哪怕就是认为他们打仗 打仗牛 也不会认为他们是代表公理的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的头十年 这个中国人就好像真的是觉得西方 不但是实力的象征 也是公理的象征 这一点尤其是在庚子之变以后 庚子这个事件对国人的 对自己的文明的自信 也是一场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在庚子事件中 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慈禧 这个老佛爷 完全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疯子 老百姓也是疯子 就是义和团那种 那就蛮不讲理的 所以到了庚子以后 对国民性的谴责 就变得非常之厉害 从这个徐继瑜 到郭松涛 到谭慈彤这些人 他们首先就认为 西方的内政要比我们仁义 但是这个事情越来越发展以后 就对西方寄托了一种 不切实际的希望 就是认为西方 他既然在内政上 他是那么仁义 那么在外交上 他也应该是能够主持公道的 尤其是我前面 提到的谭慈彤的那番话 他说西国仁义之师 如何如何 他们打仗都是很讲道理的 他们对那个打败了的敌人 都是不穷追的 对受伤者都有红十字会来照料 什么等等等等 讲了一大堆的事儿 甚至那个时候的一些人都认为 西方列强在外交方面 他们的那套规则 也是文明的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所谓的威斯特法利亚 这个国际法规则 他们认为也是文明的 因此记忆了很高的希望 那么从今天的角度看 这种希望当然是过于浪漫 这个幻想 当然到了巴黎和会 就造成他们的失望 杨渡在1903年 这个诗里头讲的 这个所谓的如今天下无公理 你是可以说 它是有先见之明的 可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在于杨渡 如果仅仅讲外交 仅仅讲国际关系 他这样讲讲 没关系 可是他把这个所谓的 如今天下无公理 其实是已经扩展到了 古今中外的 社会人文的一切领域 他认为古今中外 不管内政外交 都没有公理可讲 古今中外一直到现在 不管你搞什么 都是靠拳头 那个我觉得就有点 那个已经陷入 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讲 什么虚无主义的话 杨渡是一个彻底的 道德虚无主义者 认为拳头硬了 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他说连工商都是这样 他说连做生意 都是谁的拳头 厉害 谁就行 工商尽是图中弊 就是那个图穷 匕首尽了 那就有点过分了 再发展为 总体上蔑视文明 崇拜野蛮 是吧 这个近代西洋的 思想文化科学群星 都不入他的法眼 这就不免令人毛骨松燃了 是吧 把这个道德虚无主义 发展到这个地步 那么我们想想 如果他以这样的价值观来反对礼教 这是用西学反对国粹吗 这是用法治在反对德制吗 这是用现代法学在反对传统儒学吗 还是根本就是以霸道反对王道 法家反对儒家 野蛮反对文明 乃至反对一切道德观念呢 我觉得你理解杨渡这些人 你就会理解 有一些人为什么会从最反动的一级 一下子跳到最革命的一级 是吧 他原来曾经不但是立宪派 而且是立宪派中最反动的 但是你看看他写的这些东西 你就会知道 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是吧 而且在当时也不只是他一个人是这样 在中国发生这个理法之争 前十多年 日本也发生过一场类似的 关于这个刑法中 应该不应该保留旧伦理 第一场争论 是吧 这就是所谓1888到1892年 也就是明治末年的 日本的法典论争 是吧 当时日本呢 其实和清朝几乎是一样 清朝请了几个日本顾问 来修那个新的法典 是吧 当时的日本是请了 一个法国人 一个德国人 来给他们修那个民法 然后那个法国人就修了一个 完全是按照拿破仑法典的 那个规则 搞定那个民法 然后就在日本 引起了争论 是吧 也有一些人说 这个法典是从西方照搬的 不符合我们日本的国情 什么什么 然后就也有人提出 说这和我们日本人 自古以来的 那个习惯不符合 是吧 我们这个日本 还是有这个什么 还是要种家庭的 还是要家长 还是要有权威的 什么什么等等 那么 这场争论最后的结果 是吧 也是新的法律通过了 但是为了照顾那些 所谓的礼教派 然后后面又加上几个战刑规则 就是暂时我们还要保留 这些东西 是吧 那么很多人都说 中国的礼法之变 就是当年日本法典之争的 一个再版 的确 是吧 这种相似 充分的表明 所谓的日本自由主义 所谓的明治时代的 日本学习西方 以学习西方为名的 日本的那些做法 对当时的中国影响 的确是很大的 日本的那场争论 是发生在明治晚期 明治维新 是建立中央集权 是吧 反封建的 就是反对小共同体本位的 当然也包括反儒 这样的一场运动 但是这场运动 进行的的确是比较成功 而且比较彻底 那么完成了这个运动以后 日本就出现了公民社会 与皇权的 与王权的冲突 明治以后 日本就进入了很短暂的 最西化的那个时期 叫做大政民主 是吧 就是在那个明治和昭和之间的 这样一个时期 大政民主时期啊 很多人就要求落实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宪政民主 是吧 也就是说不仅那个什么藩主啊 家长啊 不能不能剥夺自由 国家也不能剥夺自由 是吧 这个军国专制也是不能允许的 因此 日本那场争论 是在明治维新 已经完成反封建的情况下 由明治式的帝国自由 向大政民主发展过程中的产物 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 属于趋向大政民主的 西式的自由民权运动 是吧 这个运动是既反封建 也反军国专制的 是吧 也就是说既反大共同体本位 也反小共同体本位 那基本上就是 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 但是杨渡的个人主义 就不是这样 他虽然也是受启发于日本 而且时间比日本内藏争论 还要晚十多年 但是却带有更多的明治色彩 而完全没有大政色彩 是吧 他是只反封建的 所谓封建就是所谓 就是儒家或者周治 或者杨渡讲的礼教了 是吧 就是那个讲的简单点 就是只反家长权 不反皇权的 当然杨渡 除了明治的影响以外 他还带有更多中国本土的韩非色彩 是吧 与其说是法理派 不如说是反儒的法家 更确切 我们都知道 近代化过程肯定是要涉及到个性解放的 不合理的家长权 领主权 也是要摆脱的 是吧 这一点无论是对日本 还是对中国而言 是吧 其实应该说都是普世的 但是 关键就在于路径 是吧 关键就在于 从哪里入手 对于明治前日本那样的封建体制而言 这个摆脱小共同体可能是首要的 因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可是对于秦治的中国 2000年的专制皇权更需要摆脱 实际上从徐济于郭松涛到谭词同 都是为了这一点而学习求变的 是吧 学习西方要求改变 改变什么 就是改变秦治 其实如果从这条线上看起来 老乃轩继承的 倒真的就是从徐济于到谭词同的 这种所谓西儒慧容 以排秦治的这个思路 就是儒家的东西也不错 西方的东西也不错 但是我们首先要把秦始皇的那套给搞掉 是吧 把那个所谓的暴秦的那套给搞掉 而阳渡则开了一个借鉴明智的学习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学习西方 是吧 而是以中国法家的立场来反礼教的潮流 那么我之所以要提到阳渡啊 因为阳渡是首先反礼教的 但是他是站在皇权捍卫者的角度 而不是站在民主派的角度 不过我这里要讲 阳渡是皇权捍卫者 但并不是青史的捍卫者 非常有意思的是 来自皇权捍卫者的反礼教 几年以后竟然就变成了民主派的呼声 是吧 从这里头也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今天很多人很遗憾 清末 没有搞立宪 还有些人说袁世凯没有成功 也很可惜 因为袁世凯打的也是立宪的牌子 是吧 袁世凯他也表示他称帝不是秦始皇室的称帝 而是要搞君主立宪的 因此现在有些人也很替他惋惜 说是如果他能搞成功 那可能就要比深中山要好 现在这种说法很多的 是吧 不过不管袁世凯当年是怎么说的 我就凭袁世凯本人是一个军头 是吧 他是一个拥有强大军权的人 同时 杨渡又是最支持他 而且也是他的头号的谋士 如果这样一个掌握军队 又以杨渡为谋士的人来搞立宪 那可能是须君立宪吗 按照这种方式搞的立宪 怕不仅是民主派 共和派 自由派无法生存 恐怕连老乃宣这样的立宪派都够呛 是吧 当然 如果他这样搞立宪 礼教倒是可以消灭的 就像韩非所思想的那样 是吧 但是什么宪政之类 那就恐怕就别想了 可见了 中国的启蒙运动 要真正所有发生大的变化 其实不是发生在什么那个巴黎和会以后 是吧 导致中国人对西方失望了 然后就转向 是吧 根本就没这回事 是吧 中国启蒙运动要说转向 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已经转向了 中国人的启蒙历程其实要比我们讲的要长 是吧 就是从鸦片战争以后不久就开始了 是吧 最早鼓吹的是民主共和 冲着的是秦制 是吧 就是那个那个专制制度 是吧 那么到了辛亥革命 这场启蒙告一段落 那么后来到了新文化运动 他从一开始实际上就是反礼教的 是吧 就是以这个如表为主要的出发点 他主要的旗帜不是民主与科学 是吧 不是说武士反民主 武士当然是赞成民主的 但是赞成民主不自武士开始 是吧 也不是武士的主要的强调的东西 武士强调的主要是个性解放 主要是个人自由 而这个东西是从日本学来的 武士一开始就是这样 不是从巴黎合会以后才变的 中国启蒙运动真正发生的大变化 是从徐继瑜 郭松涛 谭慈彤时代的 西儒慧荣反对法道互补 反法之儒 隐兮刺秦 转向了张太炎 陈独秀时代的西儒对立 托儒入法 这个转变 开始于甲午 戊序和日本对中国的影响 以及国人从直接学习西方 改由日本中介来学习西方 有重大的关系 到了辛亥革命以后 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彰显所谓西方的弊病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 显示这个西方有很多毛病 搞起一场那么残酷的战争 很多人都是从一战 开始觉得西方 其实有很多问题 我这里要讲 是从一战本身 觉得有很多问题 而不是从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 其实并没有 我们以前讲的那么重要 而日本思想界 与流日学人 对中国的影响大增 那么这个转变 最终就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 得到了更为凸显的反应 尽管从表面上看 反思中国自身 学习西方 在这一个变化的前后 似乎是连续的 很多人感觉不到这个变化 很多人感到的是发展 也就是说 在辛亥以前 我们也学习西方 但是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 就兴起了一个 更激进的西化浪潮 但是在我看来 除了规模大小以外 除了激进与否以外 更重要的是 方向发生了转化 这个激进渐进 其实是速度的区别 但是方向的区别 要比这个更重要 虽然大家都反传统 虽然大家都主张西化 但是传统和西化的形象 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我们看到在这以前 国人之先决者 那些比较先进的国人 他们学习西方 是为了走出秦制 而在这以后 学习西方 却似乎像日本人那样 是要走出租制 甚至隐隐然是要走向 所谓的强秦 那么过去的思想者 他们圣称西方 是吧 他们很钦佩西方 他们是把西方看成是三代盛世 而中国的弊病 是从秦汉开始的 可是现在的思想者 却讨厌三代的封建 而视秦汉为西方式的平等 最明显的就是同为物序明星的 康有为和谭词同 这两个人 政治观点可以说 本来是很接近的 而且他们都是私有的关系 唯一的区别就是 康有为比谭词同 多活了很长时间 那么在物序时代 就已经死难的谭词同 他是 追陷三代之文化 抨击秦始皇以后 两千年来之政 秦政也 接大道也 是吧 可是康有为活到民国以后 却不再以三代为然 转而夸奖 自秦汉以废封建 人人平等 秦始皇的时代 是一个最自由的时代 按照他的说法 不仅有了平等 以前中国有小共同体 这小共同体 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 每个人都有主人 现在没有了 全国人民都认秦始皇这一个主人 除了秦始皇 好像我们大家就是平等的 他说 一切皆听民自由 凡人身自由 营业自由 所有权自由 集会言论出版 信教自由 皆行之久也已 法国大革命所得 自由平等之权利 凡二千余条 何一非无国人民所固有 且罪先有乎 说法国大革命追求的自由 秦始皇都给我们争取到了 但是康有为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 秦制的狂热的推崇者 是吧 这个时候的康有为 还能不能叫儒家 我觉得都是一个问题 那么戊戌前后 两代学习人 实际上他们有着两种 几乎完全相反的西洋形象 他们都说西洋很好 但是好在哪里呢 是吧 你看以前的人讲西洋好 像那个郭松涛说 说西洋是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 足之彼土富强之机 非苟然也 是吧 说这个西方啊 哎呀 那是仁义道德很高 是吧 那他们能够富强 是不是偶然的 可是到了以后 武士期间 大家也在歌颂西方 可是歌颂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像杨栋一样 歌颂的是西方的野蛮 腾独秀有一番很有名的话嘛 叫做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 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 如者不上力争 何况于战 若西洋诸民族 好战见斗 根诸天性 成为风俗 自古宗教之战 政治之战 商业之战 欧罗巴之传部文明史 无一致非鲜血所述 在陈独秀看来 整个欧洲西方的文明史 就是由鲜血写成的 除了会打仗 他们没有别的 那就和我前面讲的杨栋差不多 李大钊曾经说过 关于中西文明的 那个十九段排比句 最前面的两段就是 中西文明 一为自然的 一为人为的 一为安息的 一为战争的 说东方文明就是安息的 而那个西方文明就是战争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 以前的人们羡慕的是一个 温情默默的儒家化的夕阳 但是以后的这些人羡慕的是一个杀气腾腾的 法家化的夕阳 虽然这些人都主张学习西方 虽然这些人都抨击传统 但是他们要抨击的传统 不是一回事 他们要学的夕阳 也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陈独秀的那句话叫 如者不上力争 何况于战 他把那个西洋文明就理解为战争文明 像这样的说法 有人说可以想到 这个好像和旧王鸭岛启蒙岛还是有点关系 不过我认为这并不重要 因为这个时候 除了把西方文明理解为铁血文明以外 还有另外一种相反的理解 就是特别强调西方的所谓的博爱 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陈独秀们不但在称赞西方能打仗 这个问题上要反儒 在称赞西方博爱的时候 他们也是从反儒的方向来解读的 陈独秀有一番话 他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 是因为校地范围太窄了 实际上就是从小共同体本位而来的 说什么爱有差等 师级亲史未免太滑头了 这不就是要达到 人各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吗 他说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时的社会纷争恐怕更加厉害 所以现代道德的理想 是要把家庭的校地 扩充为传社会的友爱 其实很有意思 他这一句对孟子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 小共同体本位思想的批判 与先秦法家反儒的理由都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人各亲其亲长其长 那就会发生宗族之间的矛盾 宗族之间的冲突 你听你的爹 我听我的爹 那我爹和你爹打起架了 怎么办呢 那就不如我们都听皇上的 我们也不听你爹 我也不听我爹 那天下就太平了 当时的那个法家骂孟子 就是这个理由 所谓的亲亲则别 爱思则显民众以别显为物则民乱 民乱其实就是 陈独秀讲的 那时社会的纷争 恐怕更加厉害 不过我们也知道 正如先秦时代 批评儒家的这种亲亲之说 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一个 墨家的奸爱的乌托邦 这个儒家被打下去以后 并没有实现所谓的奸爱无等差 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法家的 正胜其民 国强民弱 是吧 就是暴秦的那一套 中国人从为反秦制而学习 到仿效日本为反周制而学习 从学习者反法不反儒 到反儒不反法 是吧 中国人本来是从萌芽中的市民社会 成长起个性因素 传统小共同体自治的因素 联手先要摆脱秦制 是吧 但是后来就变了 变成集中冲击小共同体的 日本式的个性解放 为大共同体的一元化控制而开路 是吧 那么中国的启蒙 早在巴黎和会导致旧王呼声高涨之前 已经是很明显了 实际上整个新文化运动 都是这个变化的产物 是吧 那么讲的简单点就是新文化运动反儒 而以前的这个启蒙不反儒 新文化是反礼教的 所谓的反礼教当然就是反儒 是吧 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而在新文化大力反儒的同时 事情也发生了另外一面 那就是晚清以来 从以徐济鱼 郭松涛 谭词彤 甚至到老乃宣 那种以反情治 批法家来凸显古儒立场 而不是以反西来突出他们的立场的那种反法之儒 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 也逐渐变成了一个支流 是吧 而那个 与新文化运动的西化形式对抗的那种反西之儒 是吧 一讲我是儒家 就要批评西方的自由民主 那么这些人呢 逐渐逐渐成为这个所谓的儒家的主流 是吧 那么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已经法家化了的儒家 是吧 是那个 他们真正要捍卫的 其实不是孔夫子 真正要捍卫的是秦始皇 像这样的人也开始兴起来 是吧 那么这么一来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西儒对立 主张西化的人在那里拼命的反儒 主张捍卫儒家的人又在那里拼命的反西化 那么结果就成了好像是西儒之间的一场对立 可是这场对立啊 最后我们看起来就像唐吉科德的对风车的战争 是吧 打了几十年以后 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儒家的人意道德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的时候 是吧 人们才发现是吧 这一场斗争其实是无所谓的 是吧 他们都认错了敌人 那么正是由于在对中法礼教发动激进的抨击的同时 他们并没有对如表法礼的传统做认真的清理 个性解放的新文化在反宗族主义的旗号下走向了国家主义 是吧 这其实就是当年杨渡的主张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 所谓反宗族主义不反国家主义 并不是说新文化运动的那些人是反民主的 是主张专制的 是吧 并不是说新文化时代的那些人 他们只反主张 不反皇帝 是吧 当然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这场文化革命 当时人们是致命为继承了辛亥政治革命的 是吧 认为辛亥这场政治革命还不彻底 是吧 因此要搞得更彻底一点 他们是直接刺激新文化运动的两场事件 就是帝制的两次伏辟 袁世凯的伏辟和张勋的伏辟 是直接刺激新文化运动走向激进化的两场高潮 是吧 那么许多新文化精英对皇权专制的批判不亚于对宗族自顾的抨击 我前面讲到张太炎和鲁迅都曾经捧过秦始皇 但是他们彭秦始皇 我们还可以理解为只是体现了一种强国的情节 是吧 他们的确有国家主义的情节 但是他们并不妨碍他们是反对帝制伏辟的 而且张太炎反对袁世凯 是吧 鲁迅反对蒋介石 是吧 这种反专制的姿态都是很明显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那个新文化运动中反儒家是普遍的 但是肯定秦始皇不是普遍的 而且我们知道当时是新文化运动的精英 后来又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翘楚的郭沫若 还写过像《识批判书》这样的骂秦始皇的著作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反专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基本上只把专制当作皇帝个人 或者皇帝家族的家天下来反 而缺乏对大共同体扼杀公民个人权利 甚至也扼杀小共同体权利的批判 换句话讲 五四时代如果要讲民主理念 那这个民主理念的确可以说是比较正宗的民主理念 是吧 他既反对父权专制 也反对皇权的专制 但是五四的民主理念并不是主要的 五四其实主要是自由的理念 是吧 就是个性自由是五四的最大的特征 而五四的自由理念问题就很大了 是吧 五四的自由理念是一种日本式的自由理念 是吧 尽管这种自由理念在当时的影响不亚于民主 但是它的性质却与真正自由主义的自由理念是不尽相同的 是吧 在当时的很多五四精英那里 这种自由只针对家族的整体主义 不针对民族国家人民的整体主义 在中国革命中 针对家庭家族等小共同体要求个人自由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后来并没有转向是吧 在这方面的个性解放可以说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 现代化改革和革命中的这种所谓的自由诉求 在这个领域也没有出现所谓的民主压倒自由的问题 是吧 但是如果一旦超越比家族村落更大范围的共同体的时候 这个原则就消失了 是吧 人们在针对家规族法要求解放的时候 人们反对的不仅仅是家长本人的独裁 同时也是反对共同体对个人自由的压制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那个五四时代的人们 如果在家族家庭内部要求个性解放 要求比如婚姻自由 那么他们反对的是什么呢 他们反对的其实不仅仅是家长的专制 是吧 比如说家长要逼我嫁给某某某 那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家族或者家庭开会 民主表决 我应该为了家族的利益嫁给某某某 这行不行呢 是吧 大家想想 这不是为家长个人的权威 而是为家族的整体利益 或者是为家族的多数意志 是吧 要我嫁给某某某 那行不行呢 其实按照五四时代人们的观念 也是不允许的 是吧 五四时代讲的这种个性解放 在小共同体内 他就是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 是吧 既不能允许家长的专制 也不能允许小共同体内的多数人专制 或者说整体的专制 但是到了大共同体范围内就不一样 是吧 我反对家长权 也反对皇权 但是我对家族可以讲自由 对民族 却不能讲自由 我不能为家族利益而嫁人 但是我却应该为人民的利益而嫁人 是吧 反对代表家族利益的家长包办婚姻 但却接受代表人民利益的所谓组织上的包办婚姻 是当时并不罕见的现象 是吧 而且这个现象后来越变越厉害 如果要说新文化运动本身发生了变化 这是一种什么变化呢 这个变化当然也是很明显的 那就是前期主要是受日式自由主义为主流 后期就变成了以俄式的社会主义为主流 是吧 由于世界大战导致国人对西方的仰慕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不限于外交 是吧 巴黎和会也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的确是吧 这个世界大战和后来的大萧条 对这个国人对西方的那个仰慕的确是发生了变化 是吧 一开始借助日本学习西方 那还是在学习西方 是吧 那对西方还是有仰慕的 只不过认为学习西方可以通过日本来走捷径 是吧 但是到了一战以后 这个社会主义思想兴起以后啊 那人们真的就对西方不感冒了 是吧 就不是什么间接学的问题 那大家就真的就不想学了 然后就换了个老师 是吧 这个老师就是俄国 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 即使经过日本中介的学习西方也在降温 而与西方对立的苏俄逐渐成了新的老师 尽管学习苏俄 其实和旧王没有什么关系 是吧 因为苏俄对中国的威胁其实一点都不亚于西方 是吧 甚至在很多时候还不亚于日本 是吧 但是这个时候人们还是对苏俄有很大的好感 这个其实和19世纪 一方面西方在侵略我们 一方面中国人对西方很有好感 是一样的道理 是吧 中国人其实是分得清这两者的 是吧 一方面要反侵略 一方面人家比我们好的 我们还是要学 是吧 这一点其实和旧王没什么关系 是吧 以前我们旧王是针对西方 但是我们还是要学西方 是吧 后来其实威胁 要灭亡中国的其实就是日和俄 是吧 但是我们照样还是要学日和俄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阳渡那个时期批礼教 它是打着国家主义的旗号 是吧 就是讲我们国家也就是大清 那是本位 个人不应该是本位 小共同体也不应该是本位 但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 当然就不是这样 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啊 曾经有过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和民粹主义的倾向 是吧 那个时期 他那个个性解放 不仅是要摆脱家族 甚至还有些人主张要摆脱国家 这个是由于这期间的 袁世凯张勋这两次帝制伏辟 引起了国人 关于民主和革命的情绪反弹 是吧 这一点其实也可以提醒我们 这个后来人们对自由的压力 其实很多并不是基于民族主义 是吧 或者说不是基于那个旧王 而是基于什么呢 而是基于民粹 是吧 基于所谓的老百姓 或者说下沉 或者说农民 是吧 那个那个总而言之 是以下沉的名义来取消自由的 而不是以所谓旧王的名义 而这个变化 当然是和 当时袁世凯张勋这两次伏辟的刺激 是吧 使得整个这个社会情绪更加民粹化 更加激进化 但是这一种所谓的反国家主义 它仍然是在大共同体本位的形式上来进行的 讲的简单一点 那个时候 是吧 说你个人可以不服从国家 这个所谓的国家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当时的政府 是吧 当时的政府是革命者要反对的 是吧 那么这个当时的政府 你可以不服从 但是人民你是必须服从的 你要为人民去牺牲你的个人的一切 而人民是什么呢 人民就是当时的革命党 是吧 就是革命党是可以要求你牺牲一切的 是吧 因为革命党代表人民 是吧 那么皇上是不能 是吧 因为皇上不代表人民 是吧 皇上已经被人民抛弃了 是吧 那么大共同体本位的代表就不是皇上了 但是大共同体还是本位的 只不过代表大共同体的 从皇上变成了革命党 就是在大共同体的本位的形式上 发生了变化 是吧 原来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 现在变成以人民革命的利益为本位 是吧 这也可以显示出当时打压自由的 主要不是民主主义或者救亡的需要 而是一种民粹的倾向 那么第三 在大共同体和个人自由这个关系问题上 原来是持用个人主义来建立大共同体的权威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我们主张个人解放 是要把这些人从家长那里解放出来 解放出来以后 它可以成为国家的工具 是吧 因此那个时候 个人主义不能反对国家 但是国家也不打压个人主义 相反 国家当时是把个人主义看成一个正面的东西的 是吧 包括杨渡也是这样的 他说我要取消家族制度 因为家族制度压抑了个人 是吧 我要把个人解放出来 个人解放出来 就可以把皇帝当家长了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强调的是 大独不能反对大群 只能反对小群 是吧 就是说 你要个性解放你反爹可以 但是你反皇上是不行的 是吧 那么皇上也鼓励这个大群 是吧 但是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啊 就变成大群也不能拥忍大独了 张太炎说 我的大独是和大群是可以共存的 是吧 那但是到了五四的后期 在五四的激进派那里 那你就是在大群面前 你就不能有大独 但是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这个大独不是反对大群 而是反对小群 是吧 也就是说 如果是针对家庭家族的个性解放 它仍然是受鼓励的 是吧 所以啊 这个转变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是吧 我认为啊 从日式自由主义转向 俄式社会主义 其实这个转弯并不是太大 这个转弯其实是很容易的 是吧 真正比较难的转弯 是我刚才讲的前面那个转弯 总而言之 在小共同体内 婚姻 爱情 财产等等 用以前我们的说法 这叫个人问题 财产问题 只有在家庭家族内 才是个人问题 只要超出这个问题 就变成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了 私有化 在大共同体范围内 那是绝不允许的 是吧 但是在小共同体内 是受到鼓励的 就是最好大家都跟爹妈分家 最好大家都变成一个个的独立的原子 然后上面把你们给弄起来 就比较容易 总之在小共同体内 婚姻爱情财产 这些个人问题 不仅家长的专制权利不能决定 即使家内族内 众人的民主决定 也是不行的 但是在大共同体层面 个人权利 或许仍然可以不服从皇上 或者不服从革命者 所反对的 那个政府的专制决定 但是如果是人民的多数意志 或者是自称代表了人民的组织意志 那么个人权利就无效了 换句话说 小共同体中 无论专制还是民主 似乎都不能取消自由 但是大共同体中 皇上好像是不能取消的 这是在新文化运动那个时期 但是人民或者人民的权利 却是可以取消的 我们已经看到 那种只对小共同体有效的自由 或者个人主义 也就是所谓日本式的个人主义 它是靠不住的 它过去可以和军国主义结合 如今也可以和俄式社会主义结合 实际上到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时候 日本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 大家看一看中日的历史就会知道 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 日本正处在大正民主时代 日本以前没有自由民主 以后也没有自由民主 偏偏就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 日本是很短暂的所谓的大正民主 明治宪政一时 似乎有向英国式的宪政演变的趋势 负责于集市的日本自由主义 也似乎在向一般的民主自由主义发展 但是这个时期 日本思想界对中国有影响的是什么呢 已经不是这个所谓的自由民主思想了 而是什么呢 而是当时日本的左派社会主义 大家知道这个时期的日本思想家中 对中国有影响的主要是新德秋水 和尚造 借利宴 小林多喜二 这些人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受苏联影响的 左派社会主义者 这种日本左派思想的影响 已经重属于俄式的社会主义 而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来源中 不占重要地位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 基本上还是从俄国来的 不是从日本来的 尽管接受俄国影响的 这些日本社会主义者 对中国也是有影响的 这里我要讲 日本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 都是外来的 负责于集的思想 也是受到西方影响的 但是负责于集对中国的影响 大于西方的影响 那么日本的社会主义 也是来自俄国的 但是日本的社会主义 对中国的影响 不如俄国的影响 相比之下 这里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大政民主的时间 毕竟太短 只有十几年 很快就被昭和时期的 军部专制给取消了 再加上大政民主的转瞬集市 那么相比之下 日本自由主义 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 中国自由主义的影响就更大 而这些影响 仍然是明治时期的遗产 中国基本上没有接受 日本在大政民主时代的 自由主义 王源化先生当年曾经指出 鲁迅和他的老师张太炎一样 深受流日时期的影响 一样反儒不反法 一样欣赏法道互补 一样称赞过秦始皇 当然这两个人同时也坚持反对 不代表人民的专制 他们认为那是不代表人民的 比如张太炎反袁世凯 鲁迅反蒋介石 他们一样提倡大独大群 而反对小群 但是我们当然也知道 张鲁也有一些不相同的地方 张太炎晚年复归于国学 鲁迅却由学习日本 进而学习俄俄 他提出的那拉出走以后 怎样的一个著名问题 更是对日本式自由主义前景的 一个不祥之问 就是个性解放这些东西 鲁迅是在新文化运动末期 向左翼文化运动转化的 1923年年底 在北师大的一次演讲中 提出这个问题的 那拉是挪威作家 伊普森剧作《玩偶之家》中 为了追求自由个性 而离家出走的一个女主角 但是伊普森本人并没有提出 那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或许在挪威的环境下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 但是鲁迅敏锐地觉得 这是一个中国的严重问题 他认为 中国的那拉出走以后 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 那拉出走以后 无非只有两个结局 或者堕落或者回来 因为你出走了以后 你没有生计 那你就堕落了 那就是变成 比如说变成妓女了 或者就是你实在没办法 你就回来了 就又重新 回到所谓的封建大家庭中 在鲁迅看来 两个结局都很不妙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困境呢 鲁迅说 这是因为社会经济不平等造成的 那个还是资本主义 如果按照他的说法 就是没有资本主义了 如果废除了这个东西了 那这个那拉出走以后 就没问题了 那么鲁迅的结论显然是 他虽然没有名讲 就是出走以后的那拉 应该投身于 变革社会经济的事业 实际上就是投身于一场 社会革命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很多那拉 也的确是天 从现代观点看 今天没有人会欣赏包办婚姻 但是假如包办婚姻不可免 那当然父母的包办是最不坏的 因为世间尽管也有 不把子女当人的无良父母 但是常识告诉我们 作为至亲骨肉 绝大多数父母在安排婚姻的时候 还是会考虑到子女的幸福的 为了追求婚姻自由 个性解放而走出家门 走向社会的中国那拉门 的确取得了摆脱家庭属父 父母包办的胜利 但是从逻辑上讲 如果以大毒消灭了小群以后 实现的是所谓大群的强制一元化 那么所谓的毒 也就岌岌可危了 这种情况下能真的有毒吗 而没有独立意志的人组成的群 当然也就只能由群主摆弄 甚至相比熟人 亲缘共同体小群的温情默默来 天高 皇帝远民首相工作的极权式的大群 肯定要冷酷的做 在戊戌之后 在当时的那些新派人物借日本为中介 学习西方 这个潮流逐渐已经形成 到了庚子产变以后 这些新派又更痛恨老百姓的愚昧 更羡慕所谓的东西各文明国民 就是东方的日本西方的西洋 而他们实际所学的对象 主要是日本而不是西方 内则脱儒入法 外则脱亚入欧 当时就是一些所谓的大儒都已经开始法家化 类似于杨渡那样的人 内创个人主义 外创军国主义 对古儒视为道德本源的小共同体 就是那个既温情默默 又长幼有序的家庭 形成了内外夹集之士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潮流 我前面曾经提到 谭词彤是骂秦志的 到了康有为就开始称赞秦志 康有为有一本书 康有为自己说是戊序以前写的 叫大同书 这个大同书主要讲些什么呢 这个大同书说实在的 现在有很多人说 就不像是儒家的著作 因为这个大同书主要的思想 就是骂家庭 认为将来要搞世界大同 世界大同就是解散家庭 男人住在一个地方 女人住在一个地方 性生活就是见到谁就临时一下 然后生下孩子是属于国家的 然后就实行所谓四八大事的政策 由国家来教育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废除家庭 取消父子关系 实行子女公有 这根本就是颠覆儒家伦常 与古儒的大同理念 完全是南辕北辙的 这个大同一词大家都知道 来自那个礼记 礼记礼运有一个大同边 里头就提到 到了大同以后啊 就人不读亲其亲 不读子其子 是吧 就是我们尊重我们的父亲 但是也不仅仅尊重我们的父亲 照顾我们的孩子 但也不仅仅照顾我们的孩子 其实这句话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就是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无非就是这样 这个话的又说了一次 可是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要解散家庭吗 是要实行子女公有吗 当然不是的 儒家最恨的就是墨家讲的那个奸爱 是吧 那个所谓的什么爱无差等 为什么呢 实际上 儒家讲的这个犯爱重 是吧 他仍然是要有制度上的长幼秩序 而且是以小共同体为基础的 是吧 这是他和墨家讲的奸爱的最大的不同点 而奸爱是儒家坚决反对的 大家知道墨子甚至说那是禽兽 是吧 那个是什么叫做率兽食人 解散家庭的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是吧 那什么叫做老无老以及人之老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照顾老人 但是不仅仅是照顾我们自己的老人 别人的老人也要照顾 是吧 我们照顾孩子不仅仅是照顾我们自己的孩子 别人的孩子也要关心 但是这里讲的其实是一种纯粹的道德理想主义 是吧 讲的就是爱 它不涉及到制度设计 孟子是绝对不会容忍 不仅对我自己的儿子拥有父权 我还要把我的父权滥用到别人的儿子那里去 是吧 或者说我服从我的父亲的父权 但是我要同样的服从别人的父亲的父权 这是完全不可设想的 如果皇上和我的父亲产生矛盾 我都不能服从皇上 这就是所谓的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连皇上我都可以不服从 我怎么能够服从别人的父亲呢 是吧 当然照顾爱护那是一回事 那是感情上的问题 但是服从那就是权力与义务的问题了 是吧 那就是制度的问题了 相反也是一样 是吧 我见到一个别人的孩子 我很爱护他 我给他 我照顾他 但是我绝不能把我的父权用到他的孩子上 我对我的孩子拥有父权 我的孩子要听我的 那别人的孩子也要听我的吗 是吧 那很得了吗 那不就乱套了吗 所以这个康有为的这种大同书啊 可以说和儒家的大同理想是 完全是南辕北辙的 所以现在的确也有人说 晚年的康有为就不太像个儒家 在那个清末礼法之争时 所谓的大共同体本位主要表现为君主本位 那么阳度和明治时代的日本人一样 明言要把人从家之孝子 解放成为君之忠臣 辛亥以后不讲君主本位了 因为已经没有皇帝了 是吧 那么辛亥以后人们不讲君主本位 大共同体本位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表现在国家本位 是吧 君主是可以违背的 但是国家很重要 而不是皇上的旗号了 是吧 那么到了新文化运动初期个性解放 一度在最高潮的时候 是出现过无政府和民粹倾向 有些人说国家也可以不服从 是吧 那么在仍然以向家庭家族闹独立为主的同时 也出现过个人要独立于国家的主张 因此毛泽东在批读泡尔森这本书的时候 也讲说这个妨碍个人主义的东西 有四个天下之恶魔 是吧 什么叫天下之恶魔呢 他说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 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讲的大共同体本位 当然就不是国家本位了 那是什么呢 就变成了人民本位 或者在人民领袖没有执政时 你也可以说这叫革命本位 是吧 因为他不承认现在的政权嘛 他以夺取政权为他主要关心的事 那当然夺取政权就是革命 革命是本位的 人民也是本位的 这个时候仍然是大共同体本位 但是当然已经不是国家本位了 新文化运动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一个世纪 今天我们的反思的确是让人感到很感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 导致民族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占了上风 这是过去人们经常强调的一个说法 但是这个说法其实不能解释很多问题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巴黎和会的不公 其实在两年以后的华盛顿会议上 基本上就得到了纠正 但是新文化运动 尤其是其激进意义的趋向极权化 却没有改变 甚至变本加厉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比所谓旧王压倒启蒙 更为深刻的变化 其实是来自启蒙本身 首先是西方自由主义 经过明治以后日本中转的一种变异版本 这个日本是自由主义 要求人们从家长和藩主的俗复下解放个性 解放的结果是效忠天皇与国家 不是真正成为一个自由人 这种伪个人主义与军国主义二位一体的版本 一战以前对中国就有影响 前面提到的张太炎就是在一战以前的 一战以后影响就更大 包括张门弟子和包括其他这些人 而原版的西方自由主义本来影响就比较弱 一战以后受到世界范围内反资本主义潮流的影响就更弱 战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大增 日本是自由主义 包括像鲁信 巴金 这种反家庭 反礼教的启蒙方式 不仅没有被旧王所压倒 反而与旧王相得益仗互相激励 这种互相激励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背反 就是启蒙呼唤个性 个性背叛家庭 背家投入救国 而国家又反过来吞噬了个性 形成一种背反 中国社会从如表法理到了近代经历了无数的波折以后 好像法理没有变 只是如表变了 当然这并不能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大方向 这个个性解放本身 其实是现代化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 但是事实上如果秦制不是极必深重 中国人怎么会这么热心的去学习西方 掀起新文化的大潮呢 中国人这个晚清对西方这一套东西的热衷 那个崇尚 那在人类历史上的文明传播 史上是很罕见的 你看看 印度和中国就形成鲜明的对比 印度的原来的传统是大量的保留 可是中国现在还有什么传统啊 我们从衣食住行 从整个这个什么政党啊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除了秦制和保留以外 其他的都已经面目传飞了 没有一样还保留的 那么为什么那个时代 中国人会义无反顾的 把中国的很多东西都放弃了去学习西方呢 其实很重要的是和西学传入中国以后 很多带有古炉情节的人 激发的那种反对秦制的那种心理是有关的 从徐继瑜到谭词虫这些人 他们一看西方就觉得西方是我们儒家的理想 我们从秦以后就不行了 那么因此如果不是秦制极必深重 只靠什么尊王相仪啊 什么什么等等 国人是不可能这么热心的掀起新文化大潮的 人类的现代化尽管可以有无数的特色 但是明确群己全界 己欲要自由群欲要民主 这是一个普世的规律 平心而论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实现这些规则都是至关重要的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也是西方文化的左右两翼 尽管这两者是有矛盾的 在西方这两者只是群己全界的界 他们有不同的划定 无非就是西方的左派倾向于在经济方面扩大群欲 而在伦理方面扩大己欲 西方的左派一般来讲 在经济问题上喜欢搞福利国家 但是在伦理方面他们是要扩大自由的 从原来的异性恋自由现在发展到同性恋自由 那个右派或者说保守派正好相反 在经济上是主张个人自由的 但是在伦理上是主张宗教责任 什么家庭责任 是要压缩自由的 但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 由身份到契约 以个人同意让渡某些权利来建立公共领域 这些原则其实是共同的 马克思有一句描述他历史观的一句话 叫做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 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 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 这就是我所讲的共同体 现代化就是要摆脱这种状况 追求人的自由个性 马克思讲的这个说法 作为一个客观过程描述 历史是不是真的是这么发展而来的 我们可以商量 但是这句话同时又是一个价值诉求 也就是说 这个自由个性是值得追求的 共同体的束缚是应该摆脱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价值诉求来看 那实际上这个说法 与自由主义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当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的时候 这个问题也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无论在东在西 个人独立个人自由 从来都不是一处而就的 而且这个自由个性倾向 也从来在任何一个国家 也从来不能够同时摆脱所有的束缚 总是有一个路径 总是有一个先后的 西方中世纪是一个小共同体本位的体制 所谓的封建制 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类似于周治 那么因此对于他们来讲 摆脱小共同体的束缚是第一位的 所以西方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 曾经需要一个市民与王权的联盟 那个时候专制是有利于市民的 也就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霍布斯和伯丹的时代 但是到了市民摆脱封建以后 他们就开始与王权作斗争 要求摆脱大共同体的依附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洛克和卢梭的时代 中国的近代恰恰就处在这个时代 也就是说西方提供的资源 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都是要针对王权的 都是洛克卢梭式的 而中国真正需要的也就是这样的资源 因为中国那个时候就是需要摆脱秦治 中国的近代化就是从摆脱秦治开始的 那么秦治下的中国 恰恰是一个大共同体本位的体制 它不仅压抑个性 而且也毁灭了古如想往的 温情默默的小共同体 因此古如也是反感秦治的 现代化价值观与这种反伐之辱 处于类似西方走出中世纪时 市民与王权那样的联盟状态 而这个时候的西方 市民又恰恰已经摆脱了王权 如果中国的近代化发生在西方的 霍布斯和伯丹的这个时代 那么很可能中国从西方学到的东西 和后来从日本学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因为当时的西方也是主张用王权 首先打掉领主 然后使得那个市民解放 但是当时西方已经越过了这个阶段 西方到了19世纪以后 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都已经是冲着王权的 都已经是冲着皇权的 所以这个东西和中国面临的那个问题是接轨的 正是因为这样 这个时期西方形成的反王权专制 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资源 本来是国人最能够接受的 尤其是持古儒立场者最能接受 因为他们对秦制本来就不满 那么这也就是戊戌以前 乃至辛亥以前的这种状态 日本跟中国就不一样 日本的近代化是要从走出州制开始的 他们的自由诉求不是冲着王权 而是冲着小共同体 日本人托儒入法但不入欧 而是走向了大东亚 建立了一个类似于秦制那样的军国主义体制 导致明治以后日本没有建立宪政民主 而建立了吉田松英讲的一军亦造成名的军国体制 军国主义的膨胀给亚太各国 尤其是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而且实际上也给日本造成了很大的灾难 使得明治以后振兴 一战以后进一步崛起的这个强国 到了二战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一直到战后在美国的强势影响下 才摆脱了秦制或者说摆脱了军国主义 而走向宪政民主的轨道 同时也由军国转向了和平发展 尽管军国主义在日本历史上也是罪恶滔天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历史的逻辑上看 明治维新的托如入法 所谓的伪个人主义和军国主义结合 在日本的发展中 我们应该承认还是合乎逻辑的 明治时期的思想家 金田真道曾经有过一个论述 他说我们日本最终也是要搞民主的 他说与内国体述种概括为军民二政 军政就是专制 民政在他的用语中就是民主政治 也就是君主制和民主制 他说但是军政里头又分成两种 军政其内为封建郡县二体 他说同样是专制有两种 一种是像秦那样的就是郡县制 一种是像三代那样的就是封建制 他把封建也叫专制 那无非就是小皇帝 有亲缘关系的小皇帝 反正也不是民主 他说前者如明治前的日本和先秦的中国 后者如秦后的中国 这个金田真道 他承认民主制更文明 但是日本现在还不够条件 他说中国秦治以来的历史表明 封建生于国出草媚之势 而郡县成于稍聚文明之丘 他说这个封建是草媚之势 就是还是很原始的状态 而郡县呢 它是成之于稍聚文明之丘 也就是说比那个封建要稍微好一点 他说所以后者应该成为日本现实的目标 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天下皆郡县 四海为一军 裴城及裴城的裴城都是朝城 那么到了以后 我们的文明进一步提高了 我们在考虑转向民政 这个说法是符合逻辑的 尽管后来日本并没有自行完成 向民政文明的进步 而是在军国主义摘了大跟斗以后 在被占领状态下才实现的民主化 但是日本的现代化确实是从走出周治开始的 而明治维新也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 明治后日本一度得以富强 虽然未必就是秦治之校 但确实是走出周治加上学习西方之校 中国在这方面向日本学习 那绝对就是东施孝平比日本还不如了 因为中国并没有走出周治的问题 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结束了周治 由凡法之如沉洁的西学东建 所开启的中国现代化 实际上就是要走出秦治 但是由于后来的国人 那可能是太急功近利 日本学习西方非常之塑效 使得国人想走捷径 却从日本那里学来了走出周治的药方 结果是明治式的富国强兵 我们没有学来 因为道理很简单 我们没有周治可以走出 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获得走出周治的好处 但是反倒使秦治之弊 变本加厉 以儒家而非法家为敌的日本式自由主义 它只是使我们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也走向了伪个人主义破坏小共同体 而为军国主义开路的方向 但是军国主义并没有像日本那样 解决中国的贫弱问题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 近代化中的对外学习 始终有一个先生欺负学生的问题 所谓救王压到启蒙 其实讲的也是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学他们 但是他们对我们不好 对我们不好我们就不愿学了 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本来没那么大 我们知道日本对这个问题处理的就很好 日本的国门其实也是被西方人用船间利炮打开的 但是日本在黑船扣关以后 一方面壤仪 一方面入欧 侵略我们是要反的 但是西方的好的东西我们是要学的 其实中国也是这样的 19世纪欺负中国的主要是遥远的西方列强 但是我前面已经讲了 中国的反法自如 在反侵略的同时恰恰最热衷于西学 到了20世纪 西方列强在华 实际上处于尽量维护既得利益 但是在逐渐退缩的这样一种状态 到了1942年 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就都废除了 那么这个时候侵略中国更狠 甚至使中国真正面临救亡危机的 主要成了俄日这两个强龄 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 他们取代西方成为我们先后要学习的主要对象 这怎么能说是救亡压倒启蒙呢 这怎么能说是先生欺负学生 所以学生就不愿学了呢 其实这个并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学习在思想上体制上学习西方 与在国家利益国家权益上抵抗西方 其实是并不矛盾的 20世纪对日对俄其实本来也是这样 思想上深受日本影响的鲁迅 在国家利益上并不是所谓的亲日派 平心而论 对他山之石的取舍 本来应该本着人类的普世价值 和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 而不应该有文明优劣论的偏见 我们之所以需要学习别人 原因很简单 就是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走出周治和走出情治就是不同的问题 但是走向现代化 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一样的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 这个时候对于中国自身的近代化诉求而言 学习日本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错位 而这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问题错位 当然我们自己的一个因素 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自身的 行政寻学的传统是很深厚的 这个深厚也是一个 我们之所以学习西方半途而废 而学习日本 好像显得很顺理成章的一个原因 学习西方 学习日本 学习俄国 乃至学习一切外国的思想 只要是我们自主的 那么应该反省的是我们 而不是对方 这和国家之间的侵略不一样 现在有些人不承认这个历史责任 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谴责的 但是国人在自身改革中学习他人的思想 借鉴他山之实 只要不是被强加的 而是我们的自主行为 这一过程中的问题错位 是不应该怪别人的 当然这里我要讲的就是我们是自主的 当然学习日本也有各种各样的学习法 像汪精卫他也算学习日本 但是那个就是日本人操纵的 汪精卫和鲁迅当然完全是两回事了 新文化运动的权力反儒 和作为其反弹的反习之儒 一味排斥西方 都可以说是找错了敌人 其结果是在我们的本土传统方面 古儒的人义道德很轻易的就被抛弃了 但是法家的强国弱民却变本加厉 而在外来的影响方面 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 对我们的影响都非常有限 但是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影响 一直是一个大问题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反思新文化运动 一百周年的时候应该注意的